我藏 认为经 律皆佛陀方便知教 为九 分出 四 多文部 以所文超过大众部 故称多文 五 说假部 主张是出世法中皆有少分是假 佛灭后二百年末期 一外道比丘舍邪归正 居至多山 三 大众部森多居此 应重论大天武士 父以主张不同而分出三部 即 六 至多山部 人居至多山 七 西山柱部 千居至多山之西 八 北山柱部 千居至多山之北 以上 大众部和本末共计九部 根本二部分裂之后 上座部遂至喜马拉雅山一带 佛灭后三百年间 复分出 一 说一切有部 又称说应部 主张有位 无畏一切法皆有实体 二 雪山部 即原来之上座本部 千居雪山 故有此称 为九 由说一切有部 又分出 三 独子部 以设立符所造 阿皮达摩 为根本论点 相传部主为独子后裔 其后 以独子部内容贫乏 有主张部以经义 以所值不同 独子部又分位 四 法上部 法上乃部主名 五 贤咒部 贤阿罗汉之后裔 六 正量部 主张己说得以堪定圣身法裔而勒摩邪谬 七 密林山柱部 部主柱密林之山 同时 说一切有部 又分出 八 化的部 佛灭后三百年 有婆罗门名画的 出家的阿罗汉果 弟子相成 称化的部 附由化的部分出 九 法葬部 法葬为目间连弟子 此部诗说总有经 律 阿皮达摩 明咒 菩萨本行事等五藏 佛灭后三百年末 由说一切有部 又分出 十 影光部 又作善碎部 影光及家夜波 乃部主之性 佛灭后四百年初 说一切有部 复分出 十一 经量部 又作说转部 唯一经未正量 不一律 以对法 凡原句 以经未正 以上 上座部和本末共计十一部 和大众部九部 世卫二十部派 二 部派佛教之教理 原始佛之教理 于原始经典 阿罕经 中 并无足之 统一 而将原始经典中所载之各个教说 由世尊在世时代致入灭后 加以说明解释 组织整理之学术性研究 称为阿皮达摩研究法 此研究法于世主 建发展 至佛教将要分裂成诸部派时 教理解释之不同遂成为部派分裂之原因 故各部派以独自之教理组之集解释 制作独自之教理论书 此集称为 根本阿皮达摩之论书 如现存南传佛教 南方上座部 知七论 说一切有部之汉意七论 正量部系之设立福阿皮谈论皆属之 然各部派之论书本身即显示教理发展之轨迹 初期之论书仅为原始经典之著式说明 及教理之组之整理 故与之关系密切 后期之论书与原始经典之关系 见次为薄 中至成立原始经典中所无之阿皮达摩独特学说 初期原始佛教之教理 乃以实践为基础之理论 而与实践无关系之论说则全然不存 此系依照诸法变化法则观察宇宙人生之现象 一般原始即流转原始应用法则以达成理想 还灭原始 然不派佛教之后其论书 则采用与实践无关而考察事物有 无、假、实等存在论之论究法 此被认为细受外教之影响 然而与佛教并无如外教所利永远不变之存在实体 而是观察生灭变化之存在现象 于说一切有不 说三世很有之法 此意与外教之实体论相译 该不派佛教已存在为问题而提出类似有我论之主张 以及不派佛教已存在论考察一切之存在 一之将存在中变化之现象立位 有为法 无变化之存在立位 无为法 然于教理史上 法体很有之说于大臣佛教中颇受排斥 被认为乃主张法时有之 有我说之一种 而提出彻底之无我空 不派佛教时代 诸不派兼主张各种教理学说且相互论真 教理上讨论之问题有佛陀论 僧家论 菩萨论 凡夫论 修道论 禅定论 圣果论 色法论 补特加罗论等 真理 介绍此等问题之文献 于南传佛教有论是 巴凯斯法斯 及其著是 北传佛教有汉译之一部宗伦论 大皮婆沙论 聚舍论 顺正理论 诚实论 藏译有一部宗伦论 一部宗经是 一部说集等 大臣玄论卷五 一部宗伦论书记 三论玄议 高森法显传 参阅 小乘二十部 九百二十八 印度佛教 两千两百一十五 批四千八百一十四 不值一论 权一卷 印度是有菩萨造成 真地义 又做部一宗论 说一切有部论书之一 收于大阵藏第四十九册 内容叙述小乘二十部之分 出及其教义 与一部宗伦论 为同本意义 注释书有真地之 不值一论书十卷 参阅 一部宗伦论 五千一百五十五 批四千八百一十六 不一宗论 请参阅 不值一论 部落宗教 为原始宗教早期形态之一 由氏族中自然产生 当时文化未开 社会结构简单 宗教义上处于初步蒙发状态 后各近亲士族建结成士族同盟 而连成部落 宗教形态方针确定 为尚未形成明确之教义与神学体系 但以有内容教丰富之神话传说 特别是有关本部落来源之神话 部分文化教进步者 上有天地来源之神话 其一节与禁忌皆与神话密切相连 与社会生活易密不可分 宗教史学对原始宗教之研究 一般均以此为基本单元 如印度婆罗门教所尊信之废陀 其中即记载着古印度亚利安人之生活 宗教形态 P48116 部落神 部落宗教所信奉之神旨 与部落起源之神话传说密切相连 亦有视之为部落之共同始祖者 P48116 郭扎派 西藏佛教派别之一 索南奸参 1182 1261 于西藏将资建郭扎寺 创立此派 以传授密宗大手印法及除障法著称一时 索南奸参死后 此派遂绝 P48116 郭相 252 312 西晋时代之思想家 河南人 自子玄 早岁及精通老庄 结交王眼等清谈之事 辩才无碍 人称为之王必在世 历任司徒院 司空院 太学博士 皇门侍郎等职 敬会帝永安元年 三百零四之后 专制于政治而权势大政 这有庄子著三十三卷 该书虽非完全忠实于庄子之本文 然历来被视为各种庄子著事书中之重要者 与我国佛教义有极大影响 P48116 郭庆文 1923 台湾云林人 法明山庙 毕业于佛教专修道场 民国28年 1939 归依台南逐西寺一境法师 是出生于佛教家庭 朴实忠厚 现身佛教事业 更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曾荣获台湾省首届校型特别奖之表扬 历任北港朝天宫第三届董事长 云林县佛教之会第十一至第十四届理事长 台湾省佛教分会第十三至第十五届常务理事 中国佛教会第十届监事 云林地方法院荣誉官护人等职 P48116 也西坛字 也西坛五十字门之一 四十二字门之一 又作业也 耶 邪 祭 大品班若经卷五曲范语 Yasfat 意意味时 正 知字首 是 未入诸法如实不生 大日经卷二曲范语 Yna 意意味成 是知为一切诸法一切 甚不可得 旧华言经卷五十七则是未差别积聚 范诶 S.A.Badeke 文书师立问经卷上字母品 佛本行及经卷十一席学记忆品 大制度论卷四十八 大日经书卷七 P48117 野上俊进 1907 日本佛教学者 1932年毕业于大古大学 1937-1944年编辑《知纳佛教史学》杂志 1950年任大古大学教授 其后 主要研究中国宗教史 大古大学所藏敦煌文献资料等 重要著作有辽经的佛教 佛教史概论 中国篇 旭高僧传 净土三祖传 敦煌本无量寿 残经解说 突安文库藏本 大古大学所藏中国敦煌骨血经 P48117 野干明 野干 泛语之LA 英译西加罗 胡之一种 狮子吼之对称 即比喻修行为真成熟而忘说真理 玄印英译卷二十四 参阅 狮子吼 五千五百二十五 P48117 野屋 只仅知一种法术之乡野屋诗 转位比喻学行不足之修缠者 据摩合纸观卷七下载 野屋为解一数 能救一人 大医师便懒众志 广聊诸籍 能救众多病者 学禅者亦如是 专医法以致或 仅得为义 终非待用 不能破除烦恼 入无生人 只观辅行传红诀卷七之四 P48117 野村耀昌 1916 日本佛教学者 神奈川县人 日联宗庙国寺 住持 立正大学毕业 1937-1944年 编辑 知纳佛教史学 杂志 曾任立正大学教授 及该校佛教学院 部、长、图书馆长等职 主要研究西域佛教史 突厥族史 中国佛教史等 这有周五法南枝研究 经典 他的新语历史 佛教百话考 佛教预言级等 P48117 野狐精 禅灵用语 原指野狐之精 未能做变幻 以欺狂他人 比喻自称 见性悟道 而欺瞒他人者 景德传登陆卷十二 幽州谈空和上章 大五一 二九四下 有尼玉开堂说法 诗曰 尼女家不用开堂 尼曰 龙女八岁成佛又做生 诗曰 龙女有十八变 如与老僧是一变看 尼曰 变得也 是也胡金 碧言录第九十三则 大四八 二一七上 僧问大光 长庆道 应斋庆赞 意指如何 大光作五 僧礼拜 光云 见各十变礼拜 僧作五 光云 这也胡金 古尊素语 陆卷七 批四千八百一十七 野胡禅 禅灵用语 用以比喻似是而非之禅 为不弃 为何禅之真义 然却自许为弃何 此语出自 唐代禅僧 百丈怀海 开导野胡之谈话 无文官第二则 大四八 二九三上 百丈和尚 凡参赐 友谊老人 常随众听法 众人退 老人亦退 忽一日不退 诗碎问 面前立者富士何人 老人云 诺 某家悲人亦 于过去嘉业佛时 曾住紫山 应许问 大修行底人 还落因果也无 某家队云 不落因果 五百身 跺也胡深 经请和尚代一转语 贵托也胡 遂问 大修行底人 还落因果也无 诗云 不媚因果 老人于言下大悟 从荣禄第八则 郑州灵纪会照禅师与路 参阅 百丈也胡 2489 P4818 野马 范语 Marsia 一座阳雁 雁 雁 全称野马泉 乃现于沙漠或旷野中之一种自然灵泉幻象 即热气之游丝或尘埃现于远方时 其幻影如真实之树林 泉水 燃躯尽之 则又消灭 故之野马为假乡 并无实体 以此比喻诸法之无自信 如幻影之不能久住 大智度论卷六 大二五 一零二上 一切诸行如幻 七狂小儿 属因缘 不自在 不久住 事故说诸菩萨之诸法如幻 如言者 言以日光风动成故 旷野中见如野马 无知人出见 为之为水 诚实论卷十二 灭法新品 大智度论卷三十一 大日经书卷三 批四千八百一十八 野盘僧 奔走四方而无闲辖之村野僧 或止入肃山野之行脚僧 野盘者 盘旋草野之乙 景德传登陆卷十三 风血沿沼章 大五一 三零二下 问 如何是清凉山中主 诗曰 一句不恍无者问 契经由作也盘僧 批四千八百一十八 野则进正 一千九百零八 日本佛教学者 毕业于大古大学文学部佛教学科 高野山大学教授 这有是清为十元点解明 与山口一共者 批四千八百一十八 闭关 闭门谢客而隐居修行 特指禅僧停止为人皆重之事 而一心一意于自事中坐禅修行 我国佛教界颇流行闭关之风 除禅宗之外 其他各宗派之研修者 亦常有闭关之举 如净土宗者 必净土官 华言宗者 必华言官等 其实 所住之处称为 官房 闭关者或月藏眼法 或专修一门 依个人预期之目标而有不同 其限亦不一定 有数月者 亦有数年者 闭关其间 以不出官房位原则 故官房外 需有人互持饮食 医互等事 称为互官 批四千八百一十八 毕炉 禅宗于每年 英历二月或三月 封闭暖炉之行事 开炉 之对称 禅院清规卷四圣僧侍者 炉头直堂 万序一一一 四四九下 十月一开炉 二月一毕炉 批四千八百一十九 培食 于禅宗出祖达摩祭时 住持部去森堂十周 而与法堂与祖师相伴吃周 称为陪食 又陪伴客人进食 亦称陪食 赤修百丈清规卷二达摩祭 大四八 一一一八上 四日早 住持上香礼拜 上汤上周 坐下策坐陪食 批四千八百一十九 陪堂 一禅院中 陪伴客森在森堂之外 堂寿时 称为陪堂 禅陵巷器间 第九类从鬼门 二律至仪轨中 头丹戒师为开堂 二丹为陪堂 陪堂之职责为协助 开堂训导 众戒子受戒之仪归 批四千八百一十九 陪贴 只禅院处以本饭 本药供养之外 令陪增贴复之公物 如菜等 赤修百丈清规卷三千化 大四八 一一二八上 主丧人需与手坐 计会所一一多少 莫坐三分 一分准丧 中略 一分归常住陪贴供养 一分彪大众 看经并佛式板杖等用 批四千八百一十九 陪卢 一贩名拜瑞阿发 又坐陪罗 陪罗父 意义可谓 悲惨 自在天之一行 金刚神之以名 为婆罗门教师婆神之化身 或为其子 列于密教金刚界曼陀罗将三世会外 不愿之东南于 然于西藏称为培罗女 且形象不同 形象一身九面 裸形黑色 线三十四壁 十六族之分怒生 种子 H H O 三昧耶行为金刚处 此尊婆罗门教色彩极浓 为日本密教特尊崇之 佛说妙吉祥于加大教金刚 培罗伦观想成就以鬼经曼拿罗分 观想分 二五月明 又坐贝卢 培卢破阵了 古来与皇帝 秦王 武昌 散守等破阵乐 共为五破阵乐 为古乐所属之吴乐 为平调中驱 用于打仗出阵时之助导 源自印度 P4819 培 又坐培衬 培衬 功劳多者则被加分与失误 培 重之义 通 背 刺 称 失误之乙 备用清规卷四肩点西唐头手心命条 万序一一二 四四下 专十一心命前 意定方丈称施 影座谢礼 唐称贴称 宣书铁人培称 P4819 陈大齐 1887 1983 浙江海盐人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 民国五十年 1961 获赠香港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历任北京 台湾 政治等大学教授 及政治大学校长 考试院秘书长 考选委员会委员长 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总统府国策顾问等 是一生好学 除经于儒学外 有长于印度英明学 其主要著作有名理论从 印度理则学 英明大书黎策 英明入政理论物 他们浅世 大众理则学 孔子学说 荀子学说等 P4819 陈仁宗 一千两百五十八 一千三百零八 为越南禅宗竹林禅派开祖 原为越南臣朝之国王 明慧光 十六岁及王位 姓丹禅月 常赴东究寺及赐福寺席禅 在魏十五年 于仲星九年 一千两百九十三 禅位于皇子 不久 赴安子山子肖丰 四法于无言通法系之会中 字号湘云大头驼 竹林大士 法源甚甚 来参学者有数万人之多 眩云游各地 除红法外 并积极整治社会风气 所开创之宗派 被称为竹林禅派 安子山派 越南禅宗之能流传弃经 及此派之力 新龙十一年 一千三百零三 居天常府 于浦明寺设法会 广师经营前博 正祭天下贫苦 十六年于安子山沃云安入祭 世寿受五十一 世号 大圣臣朝竹林投驼 省慧绝黄玉祖佛 后世称之为竹林第一祖 这有禅心切左语路 禅宗指南 客虚集 金刚经书 禅铁嘴路等 批四千八百二十 陈佛子 宋代卢龙 河北 人 原名思让 思让内立方镇 向五百镇 笃信佛教 所致之处 多净土宰 奉路西以斋森 因此时人称之为 陈佛子 宋史卷二六一 宋史新边卷七十一 批四千八百二十 陈那 范名丁Ga 丁Ga 西藏名 Fives Kyi God Po 又称玉龙 大玉龙 方向 西元五 六世纪十人 印度佛教英明论 及大臣者 亦说成那位南印度 相治国人 属婆罗门种姓 出席外道教旨 又入小城独子部 后诗世世青 研究大小城佛教 曾自依阿舍离寿明咒 深得密法 至乌图国 泛欧DVA 修习禅定 能言善道 折服诸多外道 应与尼耶耶学派辩论 而著称于世 于纳烂陀寺 讲说具舍论 为时 英明学说 后受文书菩萨之劝戒 传述 及量论 未酒 立由南印度 降服外道诸论师 复兴以荒废之道场 长行十二头陀行 是寄于乌图国 森林中之洞窟 有观成那生平 另一说以其为南印度 暗达罗国人 受国王供养 正阿罗汉果 依文书菩萨之启事 遂起奸计之志 诗讲说英明论 宣唱于家诗的论 成那有观巨舍 为时之著作颇多 在认世论方面 旧心 心所而立见分 相分 自正分 称为三分家 习来与安慧之一分 南陀之二分 护法之四分说并称 诗更于英明学方面 留有不朽之功绩 即英明说之大臣 实创 新英明 有九巨英 使却立英之三乡 改武之作法 为三之作法 辩古英明之归纳为演义 造成印度论理学 英明学 画时代之新里程 被称为中世纪正理学之父 或新英明之祖 关于诗之英明学著作甚多 南海纪归内法传卷四列有八论 汉译藏经中现存有九部九卷 真地义解卷论 与义敬义长中论同本 及无相思成论 与玄藏义观所愿原论同本 义敬义取英假设论及观总相论诵 师护等义佛母班若波罗密多元 及药义论 玄藏义英明正理门论本 与义敬义英明正理门论同本 西藏义藏经中则收十一部 另外诗义善于文学 曾作杂赞 戏曲 陈继承那之英明学说者 有商杰罗主及法系继承者护法 大唐西语记卷 卷十一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一 文诡 成为时论书记卷一本 批4820 陈和卿 宋代佛师 籍贯 身族年不幸 日本安德天皇寿永元年 1182 与帝陈佛寿共治日本 其后 应骏陈房仲元之寝 至奈良 重修东大寺于至晨四年 1180 遭英乱 被烧毁之大佛首 寿永二年 1183 5月完工 不久 又造连仓长古寺之官音响 建九元年 1190 后白河法皇寿与大佛铸造奖 四一贺国阿波广赖山田有丸庄及波摩国大布庄 城市发善院 前者捐赠净土堂 后者供养大佛 七年 奉后鸟与天皇之兆 建东大寺之中门 以运自中国之石材雕成狮子 东大寺要路卷二 无期竞卷十五 批4821 陈明德 民国佛教学者 广东潮州人 生长于泰国 生足年不祥 自幼聪慧过人 读书过目不忘 未观及善泰文 专写佛教论文 发表于法眼杂志 23岁以后 先后任泰国皇免 朱拉隆公大学教授 讲授大臣佛学 将大臣佛教输入泰国佛教界 与促进中泰佛教交流 极有贡献 世自幼及自成墓禅居士处 请义佛学 在世38年 致力于大臣佛教之传播 虽非比丘 而持比丘道 颇受泰国僧俗二界所敬重 这亦 作有 大臣哲学及八宗掠史 金刚班若波罗蜜经 泰文艺 中东各国之佛教 世间法与佛法 尼泊尔史蒂之研究 泰国佛教史 东方哲学家 此书得到联合国艺等奖金 游士飞升国际 太义泛网金菩萨界本等 P4821 陈武帝 501-559 明霸仙 自新国 南朝陈永定元年至三年 557-559 在位 崇信佛法 即位之年 祭祀佛雅并设无这大会 四年四度于大庄严四舍身 且设无这大会 永定三年 照请大森统宝琼于众云殿讲说 大品般若惊 童年驾崩 市寿59 P4821 陈元 1880-1971 广东新会人 自元安 为民国以来杰出知识学家 曾任辅仁 北京 清华 燕京等大学教授 智学既经且博 善读书 且善则题材 在元史 宗教史 佛教史 教堪学 敦煌学 五代史等方面 均有卓越之贡献 所者专书共二十余种 其中中国佛教史及概论 逝世一年录 清初森正记 明记滇前佛教考 通见胡著表为 逝老篇 等书 与大唐西玉记传人遍迹等文 皆为有关中国佛教史之重要著述 批四千八百二十二 陈红寿 一千五百九十八 一千六百五十二 明代佛画家 诸记 浙江 人 自张侯 好老连 老池 毁池 福池 云门森 九品连台主者 能诗书 由善化人物山水 为仇因以后之人物化大家 与顺天催子中号称 南城北催 所惠人物 驱干尾案 依文清源细静 兼有博石 紫昂之妙 运笔旋转 颇类路探围 色色古雅 得无道子法 所惠经史故事 壮貌服饰 是推卫家品 剑作花鸟草丛 无不精妙 所惠之 寿新观音图 现藏于国立故宫博物院 画像面貌古奇 乃超成绝俗之作品 是一身饮酒自纵 咸游浮屠 至晚年则逃产已终 青史稿卷509 青史列传第七十 国朝先镇事略卷四十四 批4822 陈作龙 1923 湖北坚立人 幼籍聪慧 吉常 赴印度 英国 法国深造 曾获印度大学文学硕士 牛津大学文学学士 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 对佛教学及敦煌学造诣甚深 非生国际学界 历任巴黎大学中国学研究所唐代文化史宗述讲座教授 文化大学研究所教授兼主任 现任法国国立远东学术院院士 重要著作有中华佛教文化史散策出二三集 敦煌学药乐 物真研究 敦煌珍赞研究 敦煌学海探珠 敦煌资料考卸 敦煌检测定存等 P4822 陈建明 1906 1987 湖南长沙幽县人 民国18年 1929 皈依太虚大师 沿袭净土朱经级藏密红教 白教 黄教等朱派密成 又蒙诺纳乎图刻图传授无上密法 并视佛也闭关黄龙寺 24年 任教于重庆汉藏教理院 世界佛学院等 28年赴西康学法闭关 抗战胜利后 隐居印度格陵邦之五怀茅棚 闭关十余年 以一身之山居 师邻居 岩居等 长达三十余年 故自浩花岩处世 是禅密双修 见旅笃行 由对密宗之无上于家仪轨 修持不屑 在闭关期间 长旅见瑞印 63年赴美红法 随后定居于加州 致立于加拿大 菲律宾 香港等地之红法 76年11月逝世于美国旧金山 这有禅海灯塔 净土宗武经会通 大首印教授爵为 密宗冠顶论等中英文著作 二十余种 P4822 陈寅客 1890 1969 江西一名人 魏飞生国际知识学家 金通英 法 德等识于种古金语文 于中外文史哲学方面之渊博 当代国人无初其佑者 明初曾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指导教授 抗日战争时 双目极高失明 而人注数不错 民国58年11月病逝于广州 所者文史论文集专著 有原白诗间证稿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多篇 其文不论长短 皆具独到见地 顾及受国外汉学界及国内文史学界所推重 所传论文中 颇多数及佛教者 既有知敏度学说考 禅宗六祖传法纪之分析 大臣一张书后等近二十篇 大多位以历史学历场所撰写之佛教论文 各文具收在近人所编织 陈寅克先生论文集一书中 P4823 陈清香 1944 台湾台北县人 中国文化大学艺术研究所毕业 日本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是专攻中国美术史 佛教美术史 历任文化大学讲师 研究部主任秘书 教授及日本天理大学刻作教授 国立历史博物馆编辑与编审 66年1977 赴泰国印度西兰 尼泊尔等国考察当地佛教史迹 是常年从事著述 对佛教美术史之研究 由称读道 这有大族唐诵佛教牙雕之研究 佛经变相美术创作之研究 观音菩萨的形象研究 中国初期的佛教造像 杨慧之吉宝圣寺罗汉像考 罗汉图像研究 秦汉时代的人物造像艺术 500罗汉图像研究等 P4823 陈众喜 1821 1850 清道光石人 祖籍江西龙南 信奉长身教 主张如 是 道三教河流 提倡忠孝结义 五轮合合 这有众喜宝卷 P4823 P4823 陈尊素语录 请参阅穆周道明禅师语录 陈气药 范语Ptmata Biochia 巴利语Ptmata Bisachia 为比丘所应医用的四法 四一之一 范语Ptmata 有恶臭或腐败的排泄物之一 即止粪便而言 故臣气药即止由排泄物所致臣之药物 又称残药 气药 残气药 臣服药 服烂药 十送滤卷二十一 大二三 一五六下 一臣气药 比丘出加寿巨足 臣比丘法 四分滤卷四十二 大二二 八七以上 二十有比丘病毒 依叫服服烂药 若是以服烂药堕地者 应以气圣水和之路受 然后服 若未堕地者 以气沉之 水和路服之 不须受 南海济规内法 船卷三亿载 有以猪粪 猫粪 毒粪 牛尿等物来治病之法 然四分滤山补随 继结魔书 纪元纪卷十七 解释各滤点 有关尘气药之说 而归纳为二种 一 指大小便 即以小便治劳 以大便解热 称为黄龙汤或黄汤 龙汤 二 指人所舍弃 不用之各种药材 故意有以尘气药 乃他人气舍之药物 而非由排泄物制成者 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 五无构性品 大三 三一四下 出家佛子于诸一药 不应贪者 若有病时 驼间药以所气舍药 喝梨皮梨及阿摩勒 取氏等药及应服之 乃至一身服所气药 于诸药等长生之族 如是名为真实沙门 四分率卷三十五 摩赫森指率卷二十三 有不疲奈耶要试卷一句舍论 计卷二十二 四分率开宗计卷七 批四千八百二十三 陈荣杰 一千九百零一 广东开平人 民国十三年 一千九百二十四 毕业于岭南大学 炫富美国 入哈佛大学 初工读文学 即改修哲学 民国十八年 的该校哲学博士学位 其后 讲学于岭南 夏威夷等大学 三十一年 应美国达姆斯大学 Dartmouth College 之聘 任该校中国文化 哲学教授 至五十五年 始自该校退休 于此期间 是除在该校任教以外 并曾赴世界各地参加学术会议 是勤于著述 为我国学者在美国哲学界 享誉甚高之一人 这有现代中国之宗教趋势 原为英文本 现有中译本 日译本 中国哲学历史图 中国哲学大纲语 附著书目等 亦著有敦煌本六祖谈经 传习录 老字等多种 另右边有中国哲学资料书等 P4824 陈慧建 1925 江苏四洋人 本名陈瑞 自建慧 后更名慧建 后执于中学及端科学校 民国三十八年 义坚九百四十九 归依佛教 祝树弘法胜利 所者弘一大师传荣获五十九年中山文化学术基金 传记文学奖 此外 让有海 山子研究 入生自监论 当代佛门人物等著作多种 并编映弘一大师音乐 以及 静坐三昧及 虚荣和尚年谱等 是除著 课之外 三十余年来 并致力于策划 推多种佛教文化事业 P4824 陈涛 1887 1967 广东南海人 自敬演 法明慧涛 为太虚大师之在家弟子 在港四十年中 曾鼎立协助新办佛教社会教育及慈善事业 先后曾创设佛教中华学校 香港佛教会 并编印太虚大师全书等 对香港佛教之振兴 贡献盛大 P4824 陈冠 一千零四十二 一千一百零六 北宋居市 南建州 福建 沙县人 自营中 自豪了翁 少登进市地 余晖宗朝 观左思建 以个性耿直不见容 崇宁年间 边管援州 不久移通州 又折台州 长流新禅宗 有所审发 后读华言 深慧其法义 字号华言居士 急欲明智法师 乃寇天台之宗义 身未契入 入台州 专修念佛三昧 坐天台时一论之后续 观唐净土愿祭 居台州五年 不久已成侍郎之职 以楚州 宣河六年末 适寿六十五 追赠陈毅大夫 是 中宿 这有两汉议论八十卷 尊瑶及十二卷 佛祖统统计卷十五 净土圣贤路卷七 P4825 陈观圣 Kenneth K.S. Cheng 1907 身于夏威夷潭香山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 主修佛教学与印度哲学 曾先后执教于夏威夷 燕京 加州 哈佛 普林斯顿等大学 其著作均为英文本 为研究中国佛教史 而隐喻英语佛学界之中国学者 于1964年出版佛教在中国 Buddhism in China 为第一部由中国人用英文撰写的 《中国佛教通史》 全书共分十八章 既有导演 成长与适应 初期至随 成熟与吸收 唐 衰落 宋以后 结论等五部分 将我国佛教史实 自汉朝以致民国作恶要介绍与评述 令着有佛教亚洲之光 佛教在中国的转变等 P4825 P4825 露天地铜根 禅宗公暗明 右坐天地铜 南泉一珠花 南泉牡丹 唐代森南泉普愿对于露锦山所参问之 天地铜根 亦语 逊世应荣会万物为一己 陆年举森赵之涅槃无名论中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之语 请问南泉 南泉只停前牡丹 为森罗万象西筑法位 大绝一番 可参熟万物一体之当处 雪斗众显颂之约 大四八 一七八中 文剑绝之飞一一 山河不再静中观 双天月落叶将半 谁共成谈照隐寒 景德传登陆卷八南泉普愿条 碧言陆第四十则 从容陆第九十一则 P4825 陆西星 明代人 自长根 浩芳湖外史 聪慧绝伦 好读书 喜道术 道教之徒 称之为路祖 转术多达百种 其中 冷言经约说 冷言术指 南华经赴莫等 皆以道法解佛理 不明傲指而获之者胜众 青史卷359 国史列传第七十一 P4825 P4825 陆师寿 宋代浙江前唐人 身足年不祥 高宗绍兴 一千二十五年 一千一百五十五 编辑宝珠集八卷 吉路修行敬业而得感应 往生者之世纪 乃继飞山界诸之净土传 上书 网古之 往生传之续作 佛祖 佛祖统计卷四十七 P4825 陆库克 令汉为人知之东 土耳其斯坦文化及造型美术首次攻诸于世 此外 是以其身战之语言造译 在图鲁帆发现西方世界以绝灭之摩尼教文献及绘画资料 是广为搜集有关造型美术之仪品 并深入研究以佛教艺术为主流之当地状况等 而依义极路陈书 即中央亚西亚佛教徒之古代中旗 Buddhistisk SP-10-Typing Middle-Asian 1922 1933 高昌 Chotzko 19113 等聚者 令者有入门书 旅行记等 亦多必异于学界 P4826 陆宽裕 1898 1979 广东人 出里西康之乎图刻图 或佛或圣者之义 为师 其后师事须云和尚 身平 声钸 代 智力向西方传布佛法 晚年住在香港 意著有禪的教义 Chapter and Ensign Teachings 1960 维摩洁经 The Femulacurit Nirdisa Sutra 1972 中国禪定的秘密 The Secrets of Chinese Meditation 冷言经 The Surangama Sutra 等书 P4826 陶渊明 365 427 东晋江西巡洋人 自原谅 后改名为前 是称静杰先生 静大司马陶侃之曾孙 少怀高杰 以博学能闻闻名 30岁 时任周济九之职 一夕元年 405 8月为彭泽令 在关八十余日 都游至 冤明乃自探道 不能为五豆米折腰而全全是乡里小人 遂解直离线 遂解直离线 复归去来辞 静 送一代之后 又自已进世载府之后屈身一代为耻 遂隐于故里 与周旭之 留一名共应必命 是称寻阳三隐 由世望荣辱 丹乐诗 酒 情 书 远离世元 自好惜皇上人 与庐山会远交往 会远曾以其轻易而招请之 然前已无酒皱眉而去 宋元家四年末 世寿六十三 这有桃渊明文集九卷 佛祖统计卷二十六 连设高闲传 P4826 阴望一念 天台宗关门之静体 止凡夫日常所起一刹那之望心 又作戒而望心 因望 因未运之心意 即此心属五运中之时运而未迷望者 一念 未一刹那之心 戒而之细念 止第六十之无迹心 天台之一指 未现前戒而之望心 原具三千诸法 含藏原荣三地之妙礼 故得已成为所观之境 其他诸法 虽非不具此妙礼 然出心者不堪止以荣妙之法体位所观 故不就众生戒或佛戒而简则 尽要一修之观 己一念之心法 作为所观之境 魔喝止观卷五上 四念处卷四十步二门只要超卷上 P4826 因持入经 凡二卷 东汉安市高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五册 本经旨在产明五音 色 受 想 行 识 及十二入 眼 耳 鼻 舌 身 心 及色 身 香 味 更 法等 内外各六 之法香 并细说三十七品经法 四一指 四一段 四神足 五根 五立 七绝义 弦者八种道衡 更进而产论由道地通达解脱之方法 三国时代 我国佛教思想界分位两大系统 一为安市高之小乘禅学系统 另一位之楼家乘之大乘班若学系统 安市高系统之重要经典即为英池入经 安班首义经 故英池入经即基于小乘佛教之立场 是论法术及解脱之道 另 英池入经著 为研究我国三世纪时佛教思想及佛典义语之重要资料 据考证此柱印作于西境以前 其作者印属安市高 安玄 唐僧惠 严佛调及南洋寒林 尹川皮叶 惠基成惠之系统 P4827 阴阳道 日本方术 以我国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 而有关天文、立术、补士、堪语、方角、地乡等知学问与方术 目的未必获求福 细时世纪初 由韩国僧侣传入日本 司义执之处所称为阴阳疗 司术者称为阴阳师 其大臣者称为阴阳家 上有阴阳博士、立博士、天文博士、陋克博士等专家 阴阳道系观测日月、时干、时二知之运行配当 以推察相生相克之道理 而明辨一切事物之极凶祸福 故于岁月、日时、方位、义生、仪式等诸事上皆设有繁杂之禁忌 乃至于人间各种行动皆有所定制 其形式亦有若干被佛教所采用 P4827 英路、权义卷 明代元了凡、十六世纪、转 又称了凡四逊 为叙述我国民间道德之代表作品 本书为元了凡某次参访云古禅师 因此了悟、立命说 知善恶行为与因果报应真理 而编著本书认为因为支配人类之天 依人行为之善恶 可定其俘获 其内容首论 谦虚立宗、知理、四数 积善于庆、知列 并列举善行之十大德目 卷莫载、知过能改、善莫大焉 并提出改过三法 本书思想颇受形成于南北朝时代 未来之增受益算说之影响 且未易如 道、佛三教混融一体之思想 佛教应导应之 观念更散建于全书各路 而成为一般民众善恶行为道德 准则 P4827 却离佛图 为宁瑟加王 于遍陀罗 罗国布陆沙布罗 泛普拉普拉 所建立之佛塔 又作却离佛图 却离佛图 却离佛图 此塔之由来 乃加逆瑟加王 由观石 见日天 华之死 而堆类牛分 以起三尺之小塔 即正性 深境佛法 于笔份塔上建大塔 安置如来 设立一壶 关于其建筑之庄严 据洛阳加兰记卷五载 凡十三集 高约七百尺 塔内雾西位金玉 旭日十深 则金盘晃朗 为封建发 则宝夺和名 乃西玉浮屠之第一 至于其高度 释迦方至载五百五十尺 高森法显传 大唐西玉济军载四百尺 大唐西玉济卷二 魏书西玉列传 第十九干陀国 P4828 雪山 泛名 Hymlea Hymavet Hymafen 巴黎明瞳 西藏名 GAS KIN 雪藏之意 右座雪岭 东王山 横更于印度西北方之山脉 古今所指雪山不同 或有以之为喜马拉雅山者 或有以之为岭西南 新兜库石山脉之总称者 此地边国于阿玉王时代及有佛教洪传 《善剑徒皮皮婆沙卷二级宰大德默士魔》 巴马马云海马等至雪山边 《范黑梅文特迪斯白Ga》宣说出《转法轮经》 得到八亿人 出家五千人 又根本上座部曾入雪山宣扬 宗义 故一名雪山部 其地自古籍即为中国赴尼伯尼伯尔璧 《金之路》 贞观十五年六百四十一 闻成公主入西藏十层路经雪山 据舍论卷十一 大唐西域记卷移大唐西域求法高森船卷上 P4828 雪山八字 又做雪山半计 略称八字 据北本涅盘经卷十四载 雪山大士为从地试天所化现之罗沙求得半计而舍其全身 此八字即大一二四五以上 生灭灭乙 寂灭为乐乃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之后半计 三教指规卷二 P4828 雪山大士 是遵于过去世修菩萨行使之名 属于佛陀著名本身坛之一 又称雪山童子 雪山婆罗门 略称雪童 据北本涅盘经卷十四记载 世尊过去世为婆罗门时 入清境之雪山修菩萨行 一日 帝氏天化现为形容可不知罗沙 欲勘艳婆罗门 而宣说过去佛所说之计 大一二四五灵上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婆罗门听闻此计 心生欢喜 要求罗沙告之后半计 然罗沙遇使婆罗门之血肉 是肯相告 婆罗门求法心切 凯然应允 遂得闻后半计之 大一二四五以上 生灭灭乙 寂灭魏勒 并将此四巨祭疏于岩壁 树干等处 使后人得知 继而至高树之上 头身往下 舍身于罗沙 其实 罗沙还现地式身形 自空中安接婆罗门于的 并律诸天人于足下定理 世尊以此因缘超越十二节 先于弥勒之前成佛 此外 与此本身故十类似者 有善面王本身谈 据传几百元经卷四载 世尊过去世为善面王 常舍身于帝 是天所化现之罗沙 乃为求一记 大四 二一九中 因爱则身忧 因爱便有味 能离恩爱者 磨喝止观卷四上 天台四交仪 批4828 雪山不死药 能使人受命无量 无有病苦之药 雪山中 有名为 缩喝 缩喝 知灵草 若人见之 得受无量 无有病苦难 虽有四毒 亦不能重伤 故称雪山不死药 北本涅盘经卷二十五 南本涅盘经卷二十三 批4829 雪山仙人 即拔家婆 犯百高法 未助于雪山之义仙人 诗过诗草根 常休息此心观 然不能除诗烦恼结 不能掉浮贪欲之心 曾语义词虎行淫 生十二子 大吉经卷二十三 经律义香卷三十九 批4829 雪山神女 范名Pervat 英译波罗河底 印度神话中之女神 又称杜尔家 突家 范德 美丽温柔 对在雪山修苦行之师婆 新生爱慕 因陀罗瑟派爱神去引诱师婆 使之爱慕雪山神女 而放弃苦修 然反触怒师婆 被师婆用第三只眼之神火 将爱神烧成灰烬 后雪山神女 苦修千年 终于做了师婆之妻 现大神威 有十大化身 受到师婆派与姓利派之 特别崇拜 佛教兴起后 称之为乌摩菲 范恩 参阅 乌摩菲 4180 批4829 雪山记 指北本涅盘经中之四句 世尊于过去世为雪山童子时 由罗沙口中听闻 大一二四五零上 诸行无常 是生灭法 二句 以舍生之恳愿 的文后二句 大一二四五一上 生灭灭以 寂灭为乐 故称雪山记 参阅 雪山大事 4828 诸行无常 6300 批4829 雪山部 泛明海梅菲特 因一息魔拔多 又称雪山柱部 上座弟子部 根本上座部 先上座部 本上座部 为小臣二十部之一 约在佛陀入灭后一百年 根本佛教分裂成上座 大众二部 至三百年之计 从上座部分出 说一切有部 此部系受大众部之影响 是座教义之改善 旧习之途中 即根本上座部 遂被迫迁至雪山 而称为雪山部 关于名称之来源 另一说以为 表示贤盛见少 松丰为弱 类于风雪之极末 据经传所在 佛灭度后 大家夜以三藏赋予三师 阿南之修多罗 经 附罗纳之皮坛 论 幽婆离之皮尼 律 其中阿南之修多罗 经过墨田地 舍纳婆斯 幽婆居多 附罗纳 魅者科 加瞻严尼子等四地相成 二百年间初无一职 至三百年初 加瞻严尼子之事 遂分为二 盖上座弟子 不仅以红通经教位正规 而对律 论不加轩红 然说一切有不以皮坛最甚 遂偏红之 首先为妇罗纳之舍本竹墨 至加瞻严而大兴皮坛 上座弟子不欲令改正而不成 且难抵挡便难攻击之事 遂去而移至雪山 以其为红经教 故此不道得圣诸补 不值一论 十八部论 不值一论书 三论悬一简幽集卷六影 一部宗伦论书记 参阅 上座部 七百一十九 部派佛教 四千八百一十四 批四千八百二十九 雪江和尚语录 全一卷 日本灵纪宗僧雪江宗僧 1408-1486 传 禅月边 又称佛日征兆禅师雪江和尚语录 雪江录 佛日征兆禅师语录 收于大阵藏第八十一册 编录大德四语 瑞泉四语 龙安四语 龙心四语 身座 立地 秉具 相赞 自赞 法语 祭诵 自说 形状 妇录等 批四千八百三十 雪江录 请参阅雪江和尚语录 雪州等阳 一千四百二十 一千五百零六 日本灵纪宗化僧 背中 刚山县 人 浩云古轩 杨志克 明时 渡海至我国天同山 返日后 居于山口之云古安 岂水墨画独树一帜 比利豪郡 游善花鸟画 门人颇多而未成一派 是称云古流 魏氏挺时代之代表画家 乃水墨画之极大臣者 所画之世尊出山图 观音像 慧可断壁求法图等持名语内 批四千八百三十 雪村有梅 一千两百九十 一千三百四十六 日本灵纪宗森 月后 星系县 人 自雪村 浩焕空 早年于剑长寺 师氏一山一宁 亦参禅于剑人寺 十八岁时 渡海来我国 元朝 居留二十四年 便参各明差后返日 历任诸寺住持 晚年居于剑人寺 性情温和 兼通外典 这有余路二卷 名额及四卷 正平元年 征合二年 世纪 世寿五十七 批四千八百三十 雪月山 为韩国半岛之脊梁 属太白山脉 其主峰大清峰 海拔一七零八公尺 为山脉之最高峰 就称雪山 雪峰山 为木道者朝阳之灵山 今有神星寺 百坛寺 内院眼 祭祖眼 祝圣眼 五岁眼等 批四千八百三十 雪柳 洁白指作成柳枝枝叶状 于藏仪之计 畅念佛名 并将此物投于观上 以表于死者席别之意 戏源于我国 宋别远行之友人 有着路边柳枝 以表习别 其望再会之风俗 行于宋代 后为禅宗所习用 赤修百丈 清规卷六王僧条 禅灵象器 兼器物门 批四千八百三十一 雪峰 八百二十二 九百零八 唐代禅僧 及一寸真觉禅师 应曾塑于雪峰山 故号雪峰 是称雪峰一寸 乃德山宣建之法四 参阅 一寸 五千五百六十七 批四千八百三十一 雪峰四 一位于福建闽侯县雪峰山 又称崇圣寺 为我国南宋末至元代 初期所设时差之一 雪峰山原名象古山 象古峰 唐代一寸禅师 八百二十二 九百零八 曾入此山 欲雪而肃山巅 闽王问师 驻向古山有何奇异 诗达以 山顶属月 游有积雪 王籍命名为雪峰山 山中颇复其圣 如凤皇冈 巫石岭 印朝全 敖山阁等 皆圣著名 其中印朝全 敖山阁为一寸成道之遗迹 甘福二年 八百七十五 以存受赐 真觉大师 知浩宇三一 本寺则赐名为 应天雪峰禅院 一时雪人来者 甚 众 甘宁元年 八百九十四 英明王之户持 蓝文清诗田 七千余母儿的扩建 沙宇遍及全山 宋太平新国三年 九百七十八 四改 雪峰重圣之名 现存建筑 多位清光绪年间重建者 此外另有一寸大师母 宋高森船卷十二 雪峰一寸张 大明一桶 至卷七十四 大清一桶 至卷三 三二五 福建通 至卷二六四 二位于福建南安境内 红赖阳梅山路 南宋淳又三年 一千两百四十三 天西和尚与此建安 号 出桌三柱 又称雪峰寺 后经历带扩建 规模状位 现存建筑未进 带楼格式 四域内有席新权 缓步进 太虚洞 朝天护等圣景 批四千八百三十一 雪峰什么 禅宗公案名 又称雪峰是什么 雪峰低头归安 此公案 欲托堂代禅僧 雪峰一存向二僧问 什么 之话语 表示误答者之运用自在 即凡僧之不得亏之 从荣录第五十则 大四八 二五八下 雪峰住安时 有两僧来礼拜 风建来 以守托安门 放身出云 是什么 僧一云 是什么 风低头归安 雪峰是全身全灵 以 什么 为其说法 两僧不能了的真意 遂答 是什么 闭言录第五十一则 五灯会员卷七 批4831 雪峰空和尚语录 请参阅雪峰会空禅师语录 雪峰真觉禅师语录 请参阅雪峰一存禅师语录 雪峰禅师语录 请参阅雪峰一存禅师语录 雪峰一存禅师语录 凡二卷 唐代森雪峰一存 822 908 传明代灵红眼边 崇祯十二年 1639 堪行 又坐雪峰禅师语录 真觉禅师语录 雪峰真觉禅师语录 收于万序葬第一依九册 编录上唐诗众语 机缘问答 祭诵 规则 仪界等 卷墨附录雪峰真觉大师年谱 雪峰重圣禅寺碑记文 雪峰禅寺二十四景师 以及孙觉 方山会真诸人之序 拔等 批四千八百三十二 雪峰禁大帝 禅宗公暗明 又坐雪峰速立 雪峰大帝搓来 唐代禅森雪峰一存粘 举速米粒势重 以破大小广辖等情见之偏执 而归于万法一星平等之理 闭言录第五则 大四八 一四四下 雪峰是重约 进大地搓来如数米粒大 抛向面前 七筒不惠 打鼓谱请看 五灯会圆卷七 宗门统要续集卷十六 批四千八百三十二 雪峰会空禅师语录 全一卷 宋代森雪峰会空 一千零九十六 一千一百五十八 传门人会碧边 孝宗纯夕五年 一千一百七十八 堪行 又坐福州雪峰东山和尚语录 东山会空禅师语录 东山和尚语录 雪峰空和尚语录 东山雪峰空和尚语录 收于万续藏第一二灵册 吉路秀峰辞重上堂语 入院深座语 上堂 小餐 丙句 法语 粘谷 颂谷 真赞 祭语等 卷墨附录与古山书中一段语 顶香赞 以及罗湖野路中有关会空之记载 P4832 雪峰鳖鼻蛇 禅宗公暗明 又坐雪峰看蛇 唐代雪峰一寸禅师对门人举鳖鼻毒蛇为例 问通方眼据否 以堪遍迷雾之落处 碧言录第二十二则 大四八 一六二下 雪峰是众云 南山有一条鳖鼻蛇 如等诛人 切须好看 长庆云 今日堂中 大有人丧身失命 森举四玄沙 玄沙云 须是伦凶使得 虽然如此 我吉不嫩魔 森云 和尚做魔身 玄沙云 用南山做什么 云门以主杖 窜向雪峰面前 做怕事 长庆惠伦 玄沙师辈 云门闻眼皆为雪峰门下 各界憋鼻蛇 以示自身修学真理之情形 憋鼻毒蛇 比喻为本来真面目 或指雪峰自身 长庆表示 全身皆体悟其威力 玄沙以蛇毒气 变在雨内 故不必用南山 只看取其变法界之香 云门显示其活用 于当下露线 憋鼻蛇全体 P4832 雪塘行和尚十一路 请参阅雪塘十一路 雪塘行十一路 请参阅雪塘十一路 雪塘道横禅师十一路 请参阅雪塘十一路 雪塘十一路 全一卷 送带森雪塘道横边 详称雪塘行和尚十一路 又坐禅门十一路 雪塘行十一路 雪塘道横禅师十一路 收于万绪藏第一四二册 记录黄龙悟星 翠炎元姬 黄龙宫 文书轩能 白阳法顺 张无敬 黄山谷等禅灵资宿 记三十余人之姬元语药 内容与宗门武库 属于同一类型 P4832 雪塘和尚 一亿千一百一十七 一千两百 宋代灵纪宗森 俗姓镇 永家 浙江 南西人 浩雪塘 法名从井 拜夜新闻谈奔有所醒悟 并似其法 立柱江苏林延寺 浙江天同山 庆元六年世纪 世寿八十四 全身藏于新闻之塔左侧 有雪岩从井禅师宋古及一卷行事 曾旭传登陆卷一 旭登存卷一 二明代僧 明记 不知其幸 静南出 落法卫森 走壁重庆 有影视度景贤 知诗非同常人 与之交由 往来白龙珠山 山旁有松波滩 住四居之 朝夕诵经山中 人不知书 以为诵佛经 不知其诵乃一千卦 雪填和尚传 无学 批四千八百三十三 雪岩从井禅师宋古 全一卷 右座雪岩从井禅师宋古及 宋代灵纪宗森雪岩从井 一千一百一十七 一千两百 转 收于万序藏第一二灵册 吉禄女子出定 家业门前沙干 达摩剑梁五帝 二祖安心 南全平常心世道 黄龙三观等三十八项举阳宗臣之谷则公案 P4833 雪岭投身 即佛陀于过去世修菩萨行 为求过去诸佛所说后半计而投身言下 舍身于罗沙 佛陀于过去世诸雪山为大事时 帝世天便身为罗沙 为彼说过去佛所说计之前伴 大一二四五灵上 诸行无常 是身灭法 大事文后 心生欢喜 为求得后半计 大一二四五一上 身灭灭以 寂灭为乐 遂应允帝世所求 闻此计以 即投身言下施舍罗沙 佛以此功德超越十二节先于弥勒之前成佛 北本涅槃经卷十四P4833 血影 禅灵厕所之通称 血影 异语来源 有诸种说法 或以唐代 血影 知英语 西境 湘境 或为宋代明僧 血斗场影居灵影四 担任镜头 静节厕所之之称 之直 而成就道业 故有此称 又灵影四 静头疗之而上 书有 血影 二字 此语远景为该四所用 以后始通用之 盖血 未静之意 影 未影处 血影 即有静节影处之意 洞上加兰杂技 P4833 血斗 疑八百三十四 九百零五 唐代森 河北人 俗姓李 好长通 横通 出家于雀山 二十岁受戒于本乡开元寺 学习经律七年 后参业长沙景层 病死其法 大顺二年 八百九十一 应郡守之请 使开浙江雪斗山 圣兴教化 天佑二年世纪 世寿七十二 景德传登陆卷十一 二 九百八十 一千零五十二 宋代云门宗森 四川人 俗姓李 自影之 好众显 至门光作之法四 驻雪斗山资胜四十 大正云门宗丰 为忠心之祖 参阅 重显 三千九百八十五 三 一千零八十五 一千一百五十三 宋代曹洞宗森 徽臣 安徽 人 俗姓臣 自闻安 好四宗 洪志正觉之法四 曾驻雪斗山 以法白 故又称宗白头 绍兴二十三年世纪 世寿六十九 加太普登陆卷十三 四 一千一百零五 一千一百九十二 宋代曹洞宗森 除州 安徽 安徽 俗姓吴 浩志简 天同宗之法四 纯夕十一年 一千一百八十四 驻雪斗山八年 绍夕三年世纪 世寿八十八 门下有天同如景 五登会员卷十四 五 一千一百七十四 一千两百四十四 宋代 百零几宗森 义乌 浙江 人 俗姓印 浩仲谦 松原崇岳之法四 驻池雪斗山资胜四十年 纯幼四年世纪 世十七十一 武权书卷四十八、六、一千两百九十一、一千三百四十三 元代灵纪宗森 吴江 江苏 人 俗姓陈 浩祖英 又称十四 陈四 近山位基远西之法 驻杭州 万寿四 明州雪斗山资胜四等 智政三年世纪 世寿五十三 武登全书卷五十五 七、一千两百九十七、一千三百六十一 元代曹洞宗森 饶州、江西、人、俗姓史 字无印、浩大正 天同山云外云秀之法四 受赐、佛日元明慧便禅师、之号 智政七年、一千三百四十七 入雪斗山资胜四 二十一年世纪 世寿六十五 旭传登陆卷三十六 八名末清初灵纪宗森 嘉定、江苏、人、俗姓陈 曾入天台山、参业时期通云、密云原物 住于雪斗山资胜四 武登全书卷七十五 批四千八百三十三 雪斗四、位于浙江凤化县西、四名山、最高峰之雪斗山 又称资胜四 相传近代有比丘尼于此结卢 唐景福元年、八百九十二 宣承长通复兴本寺、改四位、十方禅院 后周广顺二年、九百五十二 永明严寿来住 北宋初年、清简、行元二师著此 纯化、贤品寝、九百九十、一千零三 赐俄、资胜四 甘兴元年、一千零二十二 雪斗众显著此三十年 洪通云门宗、增广四基 北宋人宗曾梦游此山、赤赐、映梦名山、之俄 后在京儒战重建、宁宗、一千一百九十四 一千两百二十四 选为天下十差之一 南宋中叶、十世祖阴禅师于此圣举灵纪宗风 仲皆五家法登 其后属经重修 原至元二十七年、一千两百九十 善来复兴、第四额天下禅宗十差之一 大陆沦陷前 太须大师常住持该寺 且定为弥勒道场 与普陀、九华、额媒、五台并称天下五大名胜道场 寺内安置百丈 黄博、灵际三组织木像 四亭上存六角石状下部 山门外 千丈岩下松林中有众显禅师塔 宋高森船卷二十八 五灯会员卷十五 四名山至卷二 凤化县至卷四 卷十四 太须大师年浦卷下 批四千八百三十四 雪斗明觉禅师语录 请参阅明觉禅师语录 雪斗颂谷植柱 凡二卷 全称觉老人天祺植柱 雪斗显和尚颂谷 明代森天祺本瑞柱 道灵幸福边 收于万绪葬第一一七册 戏本瑞将雪斗送古百则附著 自良五帝问达摩大师 如何是圣地第一亿 至僧问八灵 如何是吹毛剑 一一加以禅论 以引领学人指指灵机 通达本庙 批四千八百三十五 冤五百四十四六百一十一 经兆武功陕西人俗姓兆 十三岁出家 后逢北周五帝沸佛 然坚守戒律 一面研究讲说华言 帝池涅槃 时的等经论 同时修持止观 于长安郊外中南山开创至向四 为其根本道场 其实帝师灵域从其器语 经常走访至向四 又因灵域之禁言 师圣的随文帝之礼域 且将至向四千止并扩建 随代大业九年世纪 世寿七十 帝子有法灵至正等 又诗之名 陕西通至座彭渊 旭高森船卷十一 批四千八百三十五 张安五百六十一 六百三十二 随代森 临海张安浙江临海 人俗姓吴 自法云名灌顶 是称张安大师 张安尊者 七岁从设境寺会诊出家 二十岁受聚足解 会诊入灭后 于南朝城后主治德元年 五百八十三 至天台山修禅四叶至乙 臣席天台教官 此后随世至乙 随开皇十七年 五百九十七 至乙世纪 师奉一物献共进王广 王遣官送返 并致宴辞 晚年祝会积秤新经社 讲说法华 征观六年世纪 是寿七十二 追是总持尊者 师至解辩才绝伦 能领持至乙之一教 如法华玄义 法华文句 摩赫纸观等 即即大小布置百余卷 以传后世 今日智者大师之教 文不坠 全杖师之力 后世尊位东土天台宗第五组 这有大班涅槃经 玄义二卷及经书三十三卷 观星论书五卷 天台八教大义一卷 随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一卷 国清百路四卷 以上现经上存 此外 仁王经思纪三卷 仁王书四卷等以善意 旭高森传卷十九 佛祖统计卷七 净土圣贤路卷二 批4835 张炳玲 1868 1936 浙江渔航人 本名将 自泰盐 经研国学 赋民族思想 光绪年间先后任时务 昌岩等报传述 以言论激烈 建计于清廷 而必走台湾 日本 结识孙中山先生 加入革命行列 光绪二十九年 1903 被捕 于狱中钻研佛学 经读英明及维石法乡等经论 事初后 一度赴日本游礼 返国后 职员士凯称帝 不为所用 附遭幽禁于北京龙泉寺 遂托宗养上人 够平家藏一步 闭关月藏 于大乘佛法 缘其信空 二无我为实真意 曾有甚深体会 著作颇多 于佛学方面有 建立宗教论 五无论 无神论 人无我论 四货论 国家论 大乘佛教 缘其论 大乘其信论 辩等书 此外 有 其物论事 一书 乃以佛教为实解释老庄 荣惠佛老二世之说 有反格义之乙 当代中国哲学 赫灵 中国佛教近代史 冬初 P4836 张书 区分篇章 以论教义者 称为张 通事经论之文句者 称为书 如大乘一章 观经书 中国 日本著述之佛教书 及一般皆称为张书 参阅 书 4739 P4836 张华寺 位于湖北沙市东北渝 原为楚陵王六年 535BC 所建张华台之旧址 原台高石杖 停泻 宫市及其壮立 原太定年间于废 只建四 亦称张华 现存之建筑为清代所重修者 既有天王殿 维陀殿 大雄宝殿 藏金楼 方丈堂等建筑 寺内藏有清雍正皇帝 所颁赐之藏金一套 欲佛二尊及其他珍贵之文物 寺内张台老梅 传为楚陵王石之物 寺周古博环绕 清幽雅节 批四千八百三十六 张晋四 住于陕西长安城东通话门外 系大利二年 七百六十七 唐代宗宠臣内侍于朝恩 为张晋皇太后而建 牛头宗晋山法 清授代宗之引寝 四 国义国师 之号 赤注于此 张晋怀孕一层住词 批四千八百三十六 张晋播空 禅宗公案名 张晋 指唐代马祖道义禅师之法 四张晋怀孕 本则公案为张晋禅师 接化学人时 被问及 祖师新地法门 之故事 有问张晋为 万序一四八 一零八下 所传新地法门 为是真如心 妄想心 非真非妄心 为是三圣教外别传之心 师答 如见目前虚空魔 曰 信之常在目前 人自不见 师曰 如默认影像 僧曰 和尚坐魔身 师不答 仅以首拨空三下 其僧又问 坐魔身即是 师曰 如向后会去在 此则公案 张晋初已 目前虚空 回答 新地法门 知问 盖魏祖师之 新地法门 并非局又 于言语思辨 而戏辩 满法界 犹如虚空 无处不在 又无所不包 该僧文言 即自以为领解 遂魏 常在目前 人自不见 魏料张晋 不予认可 各位 其不识实体 而仅知 执着实体之影像 犹是该僧 大魏迷惑 再三追问 做魔身 张晋 乃拨空三下 此 拨空三下 乃本则公案之关键 盖张晋 以首拨空 乃一种表示否定之 直接语言 亦为欲求取 顿悟法门 则首先必须 只习扣求 顿悟法门之心 若一味执着于 空即物境 虚空即心地法门 等思量济度 则亦如误认影像 为实体 皆非诸法真实之样态 更非祖师所传之心地法门 三度之波空 则表示无数次之否定 盖欲速速止息 该僧妄想妄见之故 无奈该僧欲加弥媚 由追问不舍 至此张晋亦不欲强 及言语来全解 而谨达已日后 获自有物之日 禅愿蒙求卷上 批4836 张家乎图刻图 内蒙古地区藏传 佛教格鲁派 黄教 知最大转世活佛 四大乎图刻图之一 原为青海互助又宁寺活佛之系统 张家 为西藏名LCA Skyr之音义 又做张家 张家 原系西藏地名 乎图刻图 为蒙古语 Sutakch之音义 又做乎图 乎图 乎图刻图等 圣者之意 张家乎图刻图 为当家的方的圣者之意 通称为张家格根 LCA Skyrgegan 或格恩 为蒙古语 光明者 之意 被视为文书化身 语者不尊丹巴乎图刻图 并称古二大喇嘛 至清出之阿嘎望罗布桑雀拉丹 当A.J.J.D.B.A.B.O. Suchas L.1642 1715 方却立张家乎图刻图为 古拉玛 玛皇教统侠者之地位 故其应为此这之实 实际笔祖 相传在阿嘎望罗布桑雀拉丹 前有时 三世软世传承 故诗通常被称为 第十四世张 阿乎图刻图 关于十三世之时代 以来有多种说法 据庙舟之蒙藏佛教史第五篇之说 前十三世之转身传承如下 其中前三世之传说色彩极浓 一 森泰格恩 藏康达 给耿 二 奈逊奈 藏 转身于印度 精通群精 归一者极多 三 达巴堡阿舍里 达巴堡 达巴堡 亦转身于印度 长持经咒 注释长达一千二百年之久 为传说中之人物 四 格纳巴拉森 藏斯卡 比 达巴巴堡 为吃双体赞王 藏 克里 SRO 的 SEN 时代之著名 一经家 五 糟泼 古巴 藏 Skro Fuck Pot 为喇嘛就叫您马派之喇嘛 六 斯汗 龙瓦 七 朗族通 八 发 斯巴 藏 Fax Pot 魏元代出之国师 九 罗布桑 藏 Bow Pse 以持律经言语讲说弘法著称 十 雅清 及藏 Beyons Chanchas RJ 及西藏佛教之大改革者宗喀巴之弟子释迦也诗 藏 Kya YES 十一 求基加勒萨 藏 Chas Kyigo Mtscheng 晚年铸西于某 十二 震突巴利加托尔珠 藏 Po Baiarhun Grab 转身于西藏东北之唐克托 Mgat 晚年千居拉萨 里叶达赖喇嘛无事 十三 禅克巴朗塞利 藏 Grefs Po Diz 转身于唐克托之格伦闸扎巴以斯 藏 Gong LU Baiams Pagui 之棒 后级常居于该贤独自藏中来之秘典是称加乎 吴克托伯 Zong Bob Cheng 一指大学者 至十四世事开始即进入清代之治事 大抵而言清代对掌握内蒙皇教首领地位之乎屠 徒圣 徒书 不仅受于管理宗教事务之权并令参与内蒙行政大事 于京师更居上位之给阅领下丘二纪避属于五台山或多伦诺尔丧都罗诺尔与高宗时所施大活 我抽签 兼经意为贷管 故其权势建增 清朝中期以后 势力更扩及热河 辽宁 陕西 甘肃 青海等处 第十四世阿嘎望罗布桑雀拉丹转身于宗阿之师 地宗 藏 丧 丧 九岁 驻入格伦扎巴里寺 后至魏州沿袭班若 二十三岁 从达赖喇嘛五世受据族界 并居留藏州 魏州广袭诸学 至康熙 二十二年 一千六百八十三 史归返宗阿 康熙三十二年 奉赤铸西北京法元寺 三十六年 达赖喇嘛六世以 师奉命入藏诵志印 四十五年 寿封 灌顶普善广词大国师 之号 五十二年 圣祖寻信多伦诺尔 受与掌管西藏以东支教权 皇教 五十四年 世纪于多伦诺尔 圣祖清宋 其刊作至西宁 第十五是张家乎图克图图围罗赖比多尔吉 桑柔 帕 RDO RJ 意义游戏金刚 一千七百一十七 一千七百八十六 又称圣祖宗 又称耶洗推皮较纳曼伯拉增波 桑也 ES LOG PAIBSOD NAMSPO CE PO 意义智慧教恩 转身于甘肃梁州 四岁 四岁 驻入隔轮闸八四 八岁 奉赵赴北京 先后驻于沾潭寺 重驻寺 旧称法源寺 雍正九年 一千七百三十一 适宗于多伦诺尔会宗寺之西迎见善因寺 赵师驻之 十二年 寿封 灌顶普善广词大国师 之号 同年入葬 从达赖喇玛七世严习饭典 赋从班禅武士受据族解 乾隆元年 一千七百三十六 高宗班次 管理经师寺庙喇玛扎萨克达喇玛 之影 十六年 寿封 振兴皇教大词大国师 之号 乾隆五十八年世纪 诗经通葬 满蒙 汉等文 著作丰富 曾与朔庄亲王共同修 清定同文运统 八卷 并以此书为底本 编转满汉蒙古西藩和壁大藏全咒 八十八卷 其他令有守仁严经之编教 蒙古译甘诸尔之教证 蒙古译丹诸尔之翻译 造像度量经之离定 喇玛神像集之编转 满文藏经之整理等 多被奉为猛藏佛典之归孽 第十六世纪 第十六世 以西丹弼扎拉参 北京 嘉庆二十四年 一千八百一十九 任管理京都喇嘛班地扎萨克达喇嘛常应喇嘛 道光十四年 一千八百三十四 受赐大国师之经营 于六十岁诞辰之际受恩旨管理会宗 善英二四 即自康熙五十三年至雍正九年间所迎见之诸四 然于同年即世纪 第十七世卫至西弹碧那马 藏耶 伊埃斯普斯登 帕埃埃 摩 亦亦智慧教日 一千八百四十九 一千八百七十五 亦转身于青海宗江之北方 八岁入宫 咸丰八年 一千八百五十八 叶剑文宗 后赴内外蒙古之王公贵族等之引寝而至多伦诺尔 又转往甘肃 后执文宗崩氏 遂归北京 同志元年 一千八百六十二 入藏修学 穷极显密之旨 二十岁受巨族解 一年回北京 受封大国师号 同志十年 受赐管辖会宗 善因二四之印信 光绪元年 一千八百七十五 自武台山归返北京时 是寄于城外之天宁寺 第十八世卫罗藏丹森奖所 藏波 Substern Singia Mtso 意义善会至教海 一千八百七十八 一千八百八十八 转身于西宁 光绪十二年 夜见德宗 十四年经武台山至多伦诺尔 燃于同年级世纪 第十九世卫力营业 吸道尔记 藏业 E.S.R.D.O.R.J.E. 1891 1957 又称桑杰杂布 藏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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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S.S. S.K.I.A.P.S. 罗桑班店丹币荣梅 藏波 S.S.S.P.O.R.D.O.R.P.S.T.N.P.S.T.N.P.I.S.G.M.C. 意义善会吉祥教登 光绪十七年转身于唐克托地方 亦说光绪十五年转身于青海大通县之拉路堂 光绪二十二年 行坐床典礼 二十五年入京夜见德宗 一年寿 扎萨克达喇玛 号 驻西北京 三十年 奉旨管理北京之松柱 法渊 之诸 法海等四四 五台山之正海 普勒等诸四 多伦诺尔之会宗 善英二四 及西宁之阔龙 广济等二四 并受赐 灌顶普善广词大国师 之影 民国照例 张家受政府尊崇如故 为民国四大喇嘛 黄教四大忽图刻图之一 先后受风宏寄光明 昭英禅化 护国敬爵辅教等大师得好 历任蒙藏委员会委员 蒙奇宣化史 中国佛教会李世常 总统辅资政 大陆变色 随政府来台 四十一年代表参加在日本召开之第二届世界佛教徒友仪会 向日本政府交涉 请回玄奘大师之鼎鼓 而于南投日月坛建塔供奉之 四十六年世纪于台北 世寿六十八 大清一统治卷四零九之二 蒙藏兴治 黄旧生 蒙古喇玛教史 圣武纪卷三之五 青海幼宁寺及其名僧 韩如林 现代佛教学术从堪 五十九 中国佛教静代史 东初 P4837 顶生王 顶生 范名M.Rhodagata 因义文陀杰 略称顶 范名又作M.N.D.H.T. M.N.T. M.N.D.H.T.A 因义曼陀多 摩陀多 略作曼多 意义我持 持戒 持养 乐养 最甚 乃印度太古之传伦圣王 据启士经卷十载 顶生王位转轮王 乌布沙塔 范Aphosasa 斋戒 长径 之子 有比顶上之肉泡而生 端正特殊 聚三十二乡 诞生时 自发声唱 摩陀多 范M.N.D.H.T.A 持我 又生后 六万夫人见之 聚生爱念 皆为我养 故称持养 吉长 聚神通 统治四大洲 其寿无量 由后又必知炮生一统子 称为必生 中阿韩卷十一四周经 长阿韩经卷二十二世本原品 大楼探经卷六等皆有关于此旺之记载 中阿韩经卷十一载 王生三十三天 帝氏曾分半座与王 后王思夺另外半座 忽施如一族 坠炎福州 身及重病 其虽得炎福等四周 享五欲之乐 然皆不满足 故取命中 尔时 王及世尊之前身 张所之论卷上位 臣洁之初 严福提友五王 由初代致敬 斋名为臣洁之五王 顶身王位 第六世 即转伦王之第一世 大宝基金卷七十六菩萨剑十会四传轮 王品则位 王所驻都城位 阿鱼蛇 范埃埃 有不皮奈耶要是卷十一 善剑律皮婆沙卷八 大皮婆沙论卷一二零 巨蛇论卷八 皮四千八百四十 顶时 位顶上磐石 以宿处顶时 比喻生死为疾 当宿求解脱 心地观经卷五 大三 三一三上 精勤修习 未尝赞舍 如去顶时 如就投然 皮四千八百四十 顶光 即佛菩萨顶上之元光 又称后光 巨大阿弥陀经卷上载 诸佛顶光 不及弥陀顶中光明 观无量寿经 P四千八百四十 顶位 范域 M.R.D.H.N.A. 又做顶法 四善根位之第二 四善根中 宣 顶二者未动善根 有堕恶道之可能 忍 是第一法 二者未不动善根 永不堕恶道 顶法 借乎宣法 忍法之间 乃宣法善根 见次增长 至成满之时 所生之善根 动善根中 此法最甚 犹如人之鼎 故称顶法 或此位 介于进退之间 游在山顶 故称顶位 参阅 四善根位 一千七百六十七 P四千八百四十 顶门眼 摩西守罗天 范Mahevar 具有三眼 其中 顶门树立一眼 超于常人两眼 具有以智慧 撤照一切 是理之特殊眼力 故称顶门眼 后用来比喻 卓越之见解 禅灵用语中 顶门有眼 顶门具一只眼 皆作此意 依必言录 第三十五则载 若不是顶门上有眼 肘臂下有福 往往当头搓过 P四千八百四十一 顶香 即顶记之相 如来顶上有肉计 一切人天不能的见 故有 无见顶香 之称 其后转用 为禅宗祖师 及先德之肖像化 多半未半身相 亦有座于屈禄 佛是十僧旅所作之源 靠以 知全身相 令附加赞语 自古及有高足相 此类图像 此类图像叫文字 学说更能直接传达全人格 顶香之流行使自我国 而盛行于日本连仓 是挺时代 画面人物多未写实笔法 见或有自作赞词 以作复法之信物 而传与弟子者 竹仙和尚天柱及杂者 把顶香朝向索一条 禅灵象气间灵象门 批4841 顶珠 宜幼座祭珠 及头顶法祭中之明珠 法华七玉之一 及如力有大功者 亡以祭中之明珠赏赐之 比喻法华之圣神秘藏 开显一臣之妙 只为佛最高恩宠 如王记中明珠 法华经卷四安乐行品 参阅 记诸玉 六千三百七十一 二佛头顶之肉 原而无诸相 祖庭世院卷四 万序一一三 四八上 佛顶珠 即是尊顶圆如珠 常放光明 批4841 顶巢 只如蝉定而身体九度移动 以日鸟以为目 驻巢于其顶上 观音悬翼记卷三 大三四 九零九下 如上十一的第四蝉出入席段 鸟未为目 于记申软 定起欲行 恐鸟母不来 即更入禅 鸟飞方起 是禅闷项 P4841 顶舵 自顶位舵落 右座顶退 只身闻四扇根位之中 自第二顶扇根位退舵 而身于恶道 盖四扇根中之宣 顶二位 未动善根固 若驻散乱心 清静恶友 不听闻正法 或自写解 则必退失以德之位 而堕恶道 若忍未即是第一法 则已不动善根固 永不退堕于恶道 然至已以顶堕解位 堕在顶位 不进不退之境地 即在原教实性 为而爱者相似之法 无法进入出驻之位 又实性已断建丝之祸 故不退堕 以其不退不进 犹如驻山顶 或位已离三界之祸 故称为顶 于此顶位不进 是位顶堕 又大班若波罗密多经 则已菩萨退堕 二圣位顶堕 聚卷三九五载 由能入菩萨正性离身之故 即驻菩萨种姓地中 即驻菩萨种姓地中 即能决定不从顶堕 若从顶堕 应堕生文或读绝地 大班若波罗密多经 卷三十六 发制论卷一大皮婆沙 论卷六 大制度论卷八十六 法华精玄一卷九上 只观辅行传红诀卷七之四 批4841 顶禅 最高至极之禅 出自大制度论卷十七 天台宗已知为 超越三昧 知义称 大制度论卷十七 大二五 一八七中 诸禅中有顶禅 何以故名鼎 有二种 阿罗汉坏法 不坏法 不坏法阿罗汉 于一切生禅定的自在 能起顶禅 得是顶禅 能转寿卫富 转富卫寿 可知大制度论对禅 纠纠级状态之一名 即称 顶禅 至以知是禅 波罗密次第法门卷十言 及超越三昧一载 大四六 五四八中 一名顶禅 于诸禅中最为高级 则能转寿卫福 转福卫寿 顾富明佛至三昧 另外或以顶禅为大皮婆沙论卷一七八 据舍论卷二十七 显阳圣教论卷二所说之 边际定 及第四禁律分位九品 其上上品之定 或为顶禅为大皮婆沙论卷一六五 据舍论卷二十八所说之 超定及超禅有漏 无漏之禅定皆次 能自由转移之定 法华悬义赋真超卷三 法华悬义四季卷四本 批四千八百四十二 顶带 将佛像 经典等臣带头顶上 表示即为尊敬之以 预定里 顶寿等同表尊敬之吉 五体中以头为罪尊 为表示尊敬之故 以头礼待 观音菩萨为是礼敬本师阿弥陀佛 故于头上之宝观中安置此尊佛像 十二礼 万序二 一九五上 观音顶带观中著 种种妙相宝庄严 班周赞 大四七 四五三下 献见耳闻心内侍 寻生就苦刹那间 天观化佛高千里 念报词恩常顶带 P4842 顶礼 梵雨 Irasp Vondate 即两膝 两肘即头着地 以头顶敬礼 承接所礼者双足 向佛像行礼 书二掌过额 成空 以示皆佛足 右座头顶礼敬 头面礼足 头面礼 其一同于五体头地 皆足礼 即印度最上之敬礼 以我所高者位顶 彼所卑者位足 以我所尊 竟彼所卑者 吉礼之吉 大佛顶首轮 严经卷六 是门归境 以卷下 P4842 鱼子 一位鱼卵虽多 而能成鱼者无多 比玉鱼虽多 而果手者少 大智度论卷四 大二五 八八上 菩萨发大心 鱼子眼数华 三世因十多 成果实甚少 即为菩萨发心者多 成佛者少 二 比喻众生 以佛互念众生 犹如于母之爱子 故有此欲 参阅 于母念子 四千八百四十三 批四千八百四十二 鱼王被母 指鱼王 被母二者前进时 重于重被西皆赴赫随从之 以比喻未至胜未至胜未至胜 以大烦恼起 重获亦随之身起 磨合指观卷五下 大四六 六九上 于王被母 重始巨足 批四千八百四十三 于母念子 比喻佛家念行者令其成道 犹如于母之互念于子 大智度论卷三十七 大二五 三三三上 以佛念故而不堕落 譬如于子 母念故得生 不念则坏 即以佛之慈悲互念 故菩萨善根不朽坏 犹如于母之爱念 呵护于子 故于子不致腐坏而能生成 净土论著 谈鸾 以此欲显弥陀法王之助持 阿弥陀经一书 原兆 则以此欲显诸佛之护念 大智度论卷七十九 批四千八百四十三 于师恶鬼 只供养于族之师时会 于夫对平日之杀身 为日后生菩提之见福 或其免于航海中遭遇灾难 即受于族伤害作祟 故投石于海中以供养之 另外 川师恶鬼 系只为超见溺死 或止于水边 河中所行之师时恶鬼一世 P四千八百四十三 于妇儿 于佛陀时代成就阿罗汉果之薄居罗年幼时的故事 据父法葬姻缘船卷三载 薄居罗生于婆罗门家 其母早亡 父再取 薄居罗年幼 后母田份 将其植于河中 植于一大鱼 即被吞食 以浮缘之故 由父不死 有补于师 补得此鱼 至市场卖之 薄居罗附建 即随买 持之而归 以刀剖腹 而在于父出身 畅言 大武林 三零八中 怨父安详 勿令伤而 腹岁开启于父 报而出之 薄居罗年间长大 乃求佛出家 震得阿罗汉果 P四千八百四十三 虞兰观音 三十三观音之一 其形象 手持虞兰 或成其大鱼 系起源于我国唐代 民间之信仰 现今盛行于日本 或为虞兰观音 及马郎父观音 又有为虞兰观音之相 乃唐代人物 以旁运居士之女 灵照持兰之相 而传而来者 佛祖统计卷四十一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 宋学士全集补一卷三 P四千八百四十三 鸟 佛教经典中常提及鸟类 或为鸟及佛陀之化身 有宣示佛法之功用 故被视作神圣之物 佛教特有之鸟 佛教特有之鸟于印度神话中有 加楼罗 范格拉 石龙 守护佛法 奇语金色 故意称金赤鸟 加灵平加 范靠雷 Vikensis 相传其余极乐之境 巨赤罗 范可可拉 共命鸟 范爵 Vajfee 狙伦蛇 范克拉 Ce 加兰陀 范 范Kalandaka 加萍蛇罗 范Kalandaka 范Kalandaka 加詹灵陀 范Kalandaka 孔雀 范梅 Raa 沙羅 靈提 范Sray Zagra 喳扎 范Sitaka 鹰鸵 范Lukha 等 于孔雀冥王 佛母大孔雀冥王经中 可见及孔雀之名 令于经典中 亦载有孔雀咒法 孔雀修法等 鹰鸵则为佛陀之化身 其他有关动物之故事与辟域则三建于雜宝藏经 三宝感应陆卷上 金藏经 正法念经 森家罗沙经 鹰武剑王经 百玉经 本身经等 例如王 范Hasrga 之手足与曼王相 佛三十二相之一 及手足指尖之魔 相似 雇用于辟域佛陀 又如王眼 比喻未能识别诸法是非之眼 空鸟 以其身辨识真空妙理 譬如讲说空之道理者 鸟 譬如无实体者 两次 比喻禅定 智慧等 此外以鸟为题材之图 会议成为杰出之艺术品 于佛教美术中占有极重要之地位 P4843 鸟四身 据启士英本经卷五载 大海之北有一名位居扎蛇魔离之大树 此树之四面各有庄严之宫殿 精赤鸟王 即守护佛法之鸟 食龙 与龙即依此树之四面而住 二者皆为卵 胎 施 化四身 即 一 卵生之精赤鸟王居于树东 仅能取食卵生之龙 二 胎生之精赤鸟王居于树南 能取食卵 胎二生之龙 三 施生之精赤鸟王居于树西 能取食卵 胎 施三身之龙 四 化身之精赤鸟王居于树北 能取食卵 胎 施 化四身之龙 P4844 鸟居乃日本神社佛寺所建立之牌楼 幼座基七 神门 横门 不弃玉门 滑表 指缘 吉利二根 或树根 圆柱 上架二横目之牌坊 鸟居本始于日本诸神社 后佛寺一访而住之 关于鸟居之由来 有数种说法 或为我国丁令威学先 后化为赫 指于城门之华表柱上 故以华表名为鸟居 或为我国华表与日本鸟居之起源不相同 而为前之说法为物 参与吉卷二 空华潭丛卷二 P4844 鸟 又坐鸟鸡 至空中之鸟鸡 即以空中飞鸟 不见踪跡 比喻诸法之有名而无实体 北本涅槃金卷二 大一二 三七七中 辟如鸟鸡 空中献者 无有是处 为摩羯所问金卷中观众生品在 菩萨观众生如空中鸟鸡 如石女儿 如梦所见一物 P4844 鸟科道零 七百四十一 八百二十四 唐代牛头宗森 杭州富洋人 俗姓潘 亦说翁 又名香光 据景德传登陆卷四到零传载 师九岁出家 二十一岁至荆州 湖北 果院四寿俱族解 后于长安西明寺随从副理法师 严习华严经 大臣起信论 父理是以真望诵 彼修禅那 代宗照到清禅师入京 到临参业之 弃悟心耀 吉南归 见秦望山有长松盘区如盖 遂七指齐上 故识人称为鸟科禅师 其侧有雀构朝 故意称雀朝和尚 白居易出任杭州次使 与诗相交 常问 万序一三八二四下 如何是佛法大义 诗答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居易言 三岁孩儿也结嫩道 诗为 三岁孩儿虽道的 八十老人行不得 居易探服 乃助造竹阁 令居之 吕就问道 此竹阁及后来之广化寺 常庆寺年二月十日 世纪 世寿八十四 法腊六十三 世号 元修禅师 又宋高僧传卷十一所载略义 五灯会圆卷二 连灯会药卷二 佛祖历带通载卷十六 禅宗正脉卷二 佛祖刚目卷三十一 P4844 鸟道 蝉灵 蝉灵用语 原意小径 蝉灵中 隐身未蝉道至难 由鸟道之险峻 又比喻至道辽阔 如鸟飞空中绝其纵机 不堕有无迷雾之一切剑 即取无踪机 断消息 往来空即处之矣 洞山路 大四七 五二四下 诗云 洞山有何研俱仕途 森云 寻常教学人 三路学 加山云 合折三路 森云 旋路 鸟道 斩首 祖亭寺院卷寺 万序一一三 五灵下 鸟道由虚空也 P4845 鸟属森 亦比喻破戒之比丘 又座巫属森 鸟属为蝙蝠之别名 蝙蝠虽能飞行 然似鸟而飞鸟 故以知比喻为末法时代之堕落森旅 佛藏经卷上 大一五七八八下 譬如蝙蝠 欲捕鸟时则入血为蝠 欲捕蝠时则非空为鸟 而时无有鸟属之用 其身臭惠 但乐暗明 舍利福 破戒比丘亦父如是 既不入于不萨自自 亦父不入王者十亿 不明白衣 不明出家 二以蜀鸡鸡之身 与鸟空空之身 比喻无意味之言谈 据天台四交仪载 大四六七七九上 我等于被 才闻即空便废修行 不知即之所由 蜀鸡鸟空 广在经论寻之 批四千八百四十五 鸟兽座 鸟兽座 指佛 菩萨以勤兽为台座 一般在鸟兽座背上更设置 爬座 其狮子者有文殊菩萨 法界虚空葬 罗沙天 其象者有 普贤菩萨 金刚虚空葬 第四天 其马者有 宝光虚空葬 马鸣 其牛者有 威德鸣王 炎摩天 伊蛇纳天 其雅为火天 天 其孔雀者有 孔雀鸣王 莲花虚空葬 其金赤鸟 加楼罗 者为夜用虚空葬 水天则其归 皮沙门天 则其鬼 此外 天之邪鬼 为四天王所踏 将三世明王则踏大自在天与乌摩飞 参阅 座 4100 P4845 路 范羽MGA 又座舍摩 范Mbara 为哺乳类之首 盖佛于陆苑初转四地法轮 遂以陆为转法轮之三昧耶行 据皮奈耶杂士卷三十八载 佛于过去世曾为陆王 为救群陆而丧失生命 并于临命终时发誓愿 当来的尘无上阵等觉 将令诸陆的渡生死罗网 幼九色陆经 大智度论卷十六一载有世尊过去修菩萨行十位陆之本生故事 皮奈耶杂士卷一批4846 陆女夫人 巨杂宝藏经卷一载 习有国名波罗奈 国中有山明仙山 当时住有一位范志 常于时尚小便 留有精气 为此陆誓之 岁生日月满足 生意女子 端正书庙 围剿四路 吉长角到地处 揭出莲华 此则陆女夫人之因缘故事 与莲华夫人 大同小异 故或有已陆女夫人及莲华夫人者 P4846 陆子母 泛名MGRAMT 因亦密利加罗摩多 亦亦为陆母 陆母夫人 又称迷屈罗母 迷加罗长者母 本名为皮舍区 泛VIKH 故又做皮舍区母 皮舍区迷加罗母 陆子母皮舍区 八立本法巨经住宰 皮舍区乃央家国 范AGA 八童 长者之女 欲佛之由化而正欲流果 嫁弥加罗 八美高A 之子 后劝其翁弥加罗归依佛门 弥加罗甚未欢喜 遂呼皮舍区未母 后人由此而称其为弥加罗母 即指陆子母 后生医子 名为陆牛 八美高A 关于陆母称呼之来源 据舍论光纪卷八 五分绿卷五 大皮婆沙论卷一二四等所说不同 陆子母曾向佛陀发八大院 即 宫时外来之比丘 远行之比丘 病中之比丘 师药物与病中之比丘 宫时与看护病人者 师周与比丘 师与医 早育之医等 结婚时 又捐舍价值九亿钱之嫁衣 请求建造经舍 获得佛之允许 由墓间连监督公室 历时九月而成 上下二层 各有五百室 称为东元路子母讲堂 或称路母讲堂 中阿韩金卷五十八 四分绿卷十 大制度论卷八 P4846 陆子母堂 范名MGRA MT PRS 巴黎名MGRA MTA PSD 因义密立加罗摩多巴罗 梭搜陀 又座东元路子母讲堂 路母讲堂 位于中印度舍卫国 系路母皮舍驱驾驭迷迷加罗之子时 师舍驾驻九亿钱之驾衣 为佛所造之大讲堂 此堂由墓间连间工建造 经九个月完成 有上下二层 各有五百室 佛基于此位路子母演说中阿韩卷五十五十斋经 中阿韩经卷四十九 玄印英义卷十八 世世六铁卷二十一 参阅 路子母 4846 P4846 路母经 全义卷 西境主法护义 收于大阵藏第三册 本经为佛之本身谈 有广说略说二本 内容系佛陀述说其过去世为路母时生有二子 一日路母不慎落于网中 应对其子关爱心切 故而向列师请求允准其反所 将二子安顿妥当即还来救死 后路母如言赴曰 列者为路母之独守信义所感 遂释放陆母归去 并告请国王 令禁狩猎 王毅敢于路之仁义之行 中禁杀猎 历代三宝祭卷六 大唐内典路卷二 开元世教路卷二 P4847 路界 只学路之行动 吃路所食之物 以为升天之音 解脱之道者 称为路界 属五剑中之界 净取剑 泛LA FRETA PARMAE 右座受持路界 细印度外道以神通力观牛、狗、路等之词后升天 而执迷于修习非应非道之行 以为升天解脱之音者 佛教则视其为六剑而禁止之 大制度论卷二十二 巨舍论卷七 参阅 五剑 一千零九十九 P4847 路障泛至 路障 犯名MGALIKA 因义物利加难提 密利加罗 密利加罗 又座路障杀门 细杀佛弟子之外道 佛在世时 有比丘因听闻佛说不尽观而厌生生 故令路障杀己 路障泛至曾至河边忏悔 喜醉 然因听信魔神邪见之语 以为是杜比丘之大善行 如是富有众多比丘求路障杀己 佛因此而制定杀身解 四分绿卷二 十送绿卷二 善见绿卷十 摩赫止观卷九 P4847 路族王 路族 范名靠梅皮尔 因一家摩沙波陀 结摩沙波陀 又座班族 博族 具贤于金卷十一载 过去世中有一波罗奈国 其王名为波罗摩达 一日游山林 与狮子交而生一子 其行四人 为族友班 故名班族 集长 巨雄才猛志 继承父位 后乙是十小儿肉 为名所补 遂化作飞行罗沙 指柱山间 常欲取一千王之肉 当班族补的九百九十九王乙 最后补的虚陀素迷忘 犯Rutisoma 时 因受其感化而悔悟 遂不再食人 大制度论卷四 参阅 虚陀素迷忘 五千三百六十 P四千八百四十七 路车 范语MGA RETA 系法华金卷二P玉品 所说三车之一 羽羊车 牛车 合称三车 玉指声文 圆诀 菩萨三圣中之圆诀 以其常乐寂静 独居修道 如露之处山林 不敬人众 盖车有运在物品之作用 故以知比喻佛之教法 可度众生至于涅槃 若有众生随从佛 世尊 文法信寿 英勤精进 求自然之慧 独乐善绩而生之诸法 因缘者 称为原觉成或辟之佛成 此即如来为求拔祭众生 令离三界之苦 所施之方便智慧 参阅 三车四车 五百五十七 批四千八百四十七 陆全四至全义卷 明代许国成传高一福吉正 收于中国佛寺史智慧刊第一集 陆全四位于京江苏正江 魏京口五名山之一 留宋时 楚世代于隐居于寿枯山 其四因而称为 昭隐 梁昭明太子常读书于此 明万历 一千五百七十三 一千六百一十九 年间 郡守许国成改四名为 陆全 盖曲语 贺林 并智之矣 许国成并转四至 前述严格 肩负师傅 末为提计 后经由高一福吉正 P4848 陆野院 泛名M.Gadphi 为世尊臣到后出转法轮之地 及京之沙尔纳斯 SRNTH 及泛名SRAGNTHA 陆主之义 位于京北印度瓦拉纳西市 FARANASI 以北约六公里处 又一座仙人陆野院 陆野园 陆野 陆院 仙院 仙人园 关于地名之由来 诸说分译 初药经卷十四 以此的乃珠神仙及得道五通之学者 有指之所 非凡夫所居 故称之为 仙人住处 又为喜有婆罗奈国王尤列至此 网路牵头 金路王哀求以日送一路公王使用 王使放群路 故地名 陆野院 大皮婆沙论卷一八三博彩仲说 以佛过去是位最圣仙人 常于此的初转法轮 故称 仙人论处 以佛未出世或出世时 恒有诸神仙住此不觉 故称 仙人住处 以习有五百仙人飞行空中 至此处见王之彩女 发育心而失神通 堕坠于此 故称 仙人堕处 此外 大唐溪玉记卷七以陆王位 带有孕之母陆舍身就死 因而感动泛达多国王使王释放陆群 并不施树林 而称之为 施陆陆 陆也愿自阿玉王起 即备受景仰崇拜 八世纪初 玄藏西游时 此地曾宣仲格 连园周堵 园中有高二百尺之金舍 其西南有阿玉王所见高七十余尺之石柱 十寒玉润 建兆映彻 僧徒千余众 畏罪隆盛之时代 歹至十三世纪寝 先后遭回教徒与印度教徒之蹂令 禁城废墟 经仅存周壁陋客又炫万字之二层圆塔一座 即以铁栏维护之半截阿玉王石柱等 工人平调 现今路野院中 寺院林立 有中华佛寺 华裔李俊臣创建 缅甸佛寺 摩喝菩提协会 印度教古物保存所 其那教教堂 与佛教古物馆等 其中佛教古物馆藏有千年佛像及各类法器 十注 君系佛教珍贵之遗物 杂阿含经卷二十三 卷三十九 三卷本大班涅槃经卷中 咸鱼经卷五 四分律卷三十二 大制度论卷十六 阿玉王传卷二 高森法显传 惠灵音一卷一笔 梅章道 A Guide to SRNTH 一千九百三十七 P四千八百四十八 露菩萨 又作九色露菩萨 其脚白如雪 其毛贡九色 故又称九色露 乃世尊往习修菩萨行之本生故史 世尊习为九色露王时 有一人飘逆水中 鹿王将其救起 逆者返家后 却闻皇后盼的一只九色露 以财至鹿皮大求 使王玄重赏 以奖励捕获九色露者 而逆者竟不顾鹿救命之恩 是鹿之住处 王将杀鹿 鹿乃陈述者之忘恩负义 大三四五三下 大王 此人本溺在水中 随流来下 或出或霉 得着树木 仰头呼天 山神 树神 朱天 龙 神 何不抿伤我 我时不惜此命 自投水中 赴此人出 要是不相道 人无反覆 不如水中浮木也 王身受感动 遂令加以保护 P4849 陆圆寺 陆圆寺 以泛名MGA STH 因伊利加 阿吉他那 位于东印度波罗奈国路也愿 据求法高森船卷上载 纳烂陀寺 东约四十亿处 言秦家和而下 即可达此寺 二位于日本京都北区北山之陆圆寺 俗称金阁寺 属于日本林济宗 应永四年1397 开始建造15年足立一门末后 改其别抵制北山庭位禅寺 而请梦书时开山立名陆圆寺 盖取印度路也愿知名而来 参阅 金阁寺 3587 P4849 路头人 亦为虽为路行 然能伴道 有如人类 反之 虽为人生 已不能伴道 有如路类 则贬称为人头路 初药经卷十四 以此世纪为路也愿知过去因缘 出自大制度论卷十六 内容细数 释迦牟尼佛过去世为路亡时 曾其大悲心为旧代产之母路 自愿代其寿宰 虽行为禽寿 然其慈悲已无异于人 故有路头人之美誉 P4850 麦基山 位于甘肃天水县东南四十六公里处 久为人所望 民国四十一年 齐名史章 形状特殊 山高一百四十余公尺 封顶成圆锥形 垂直而下 宛如乡间堆积成种之麦基 故称麦基山 林泉雅治 为我国西北地区七尹盛境 历代为靖禅子 多来投席 如玄高 檀虹等 北朝朱棣 喜旧山摩檐 造像克经 其开窟年代不可靠 约始于十六国晚期 北魏 西魏 北周监军大规模建造 吉隋 唐 宋十亿不断经营 明 清两代亿不修之 其营造时间之长 仅次于敦煌石窟 由于历来之地震与风雨侵蚀 中间部分断裂 石窟分为东西二崖 现存最早之时刻提计为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 五百零一张博源之造像发愿文 此外 上存枯坎 磨牙雕刻 凡一九四处 分布于东西两崖上 山顶有五层之八角砖塔 山东路有瑞印寺 樱山石不宜雕刻 故造像多位泥塑 石窟群及磨牙象群崩坏者不少 为窟内人存塑像千尊 其制作年代自北魏契北宋 又东崖群中 以涅槃牙千佛狼 散花楼上七佛格 牛儿堂 中七佛格等最受主墓 其中千佛狼存十胎泥塑千佛座像二五八尊 亦有高达十五点六公尺之泥塑大佛像 西崖群中央有万佛堂 壁面有北魏以降各时代之贤 结千佛 眉上力供养者像及山水浮雕 其多被盗包 万佛堂西面有大摩崖三尊立像 其上小窟多北魏壁画 可与敦煌壁画相媲美 终有舍身似虎途 此山石窟与甘肃永靖县秉临四石窟均发现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P4850 麻三经禅宗公案明 全称洞山麻三经 又称达麻三经 麻三经化 洞山佛麻三经 即五代送出云门宗洞山首出禅师显示尽大地无异不是佛之当体之公案 必言录第十二则 大四八一五二下 僧问洞山如何是佛 山云麻三经 盖麻三经乃彼时洞山眼前之物 洞山以此作答 用以表示佛法之真实 亦为身旁无论何物均是佛法 禅宗无门观第十八则 连灯会要卷二十六五灯会圆卷十五P4851 马古寺位于韩国中清南道 浩泰化山韩国三十亿本山之一 新罗新德王八百二十六八百三十五时代所建 亦说为新罗普照所创 今有大雄殿 大光宝岩 临山殿 大香阁 五重石塔等及八安 其中之五重石塔 细长而立于二重之基坛上 塔于吊有风夺 顶上安置青铜至喇嘛士宝塔 为研究喇嘛塔之珍贵遗物 统峰 统峰之寺院记有九十九 其中甲寺位于基隆山 为新罗祠藏所开创 亦为著名之灵沙 朝鲜佛教通石上边 下边 朝鲜四沙三十亿本山写真帖 P4851 马谷正熙 禅宗公暗明 为唐代之马谷宝彻与张静怀孕 南泉浦院兼之基缘问答 又坐马谷驰夕 马谷两处正熙 马谷正熙绕床 碧岩路第三十亿则 大四八 二三六下 马谷驰夕到张静 绕蝉床三扎 正熙一下 卓然而立 静云 是 是 古佑道南泉 绕蝉床三扎 正熙一下 卓然而立 全云 不是 不是 古云 张静道是 和尚未圣道不是 全云 张静即是 是辱不是 此事锋利所转 终臣败坏 马谷 张静 南泉等三人 皆为马祖道一之弟子 此则公案乃 马谷尚未彻悟之前 希望获得法兄张静 南泉之应可 而产生之故事 于公案中 张静对马谷之正熙 卓然而立 卓然而立等之基用 虽于 以 是 之肯定 实则是张静立于更高之利益 而以 放行 之皆引激法给予同情之肯定 以及以放任自由 因应随顺之态度及手法来引导马谷开悟 然南泉对马谷同样的动作之反应 则以严格的 把住 及法否定之 以及以严峻的手法及态度来驱除马谷心中之望见 执着 马谷对张静之肯定回答认为已得到应可 对南泉之喝以 不适 遂生迷惑 若马谷基缘纯熟 于南泉之 不是不是 言下当的大悟 故南泉遂言 此事风力所转 忠诚败坏 盖未绕床正熙 浊然而立等仅是肉体之运动而已 而肉体亦无非地 水 火 风等四大所构成之色法 终有落泻败坏之日 而丝毫无关乎开悟解脱之红指 故欲以严厉守法提思马谷 其已超越是与不适而体会真正之禅止与积用 从容录第十六则 批4851 马谷宝彻 唐代森 集冠 集冠 俗姓 身族年军不祥 法号宝彻 出家后参业马族道一 并四其法 后居于蒲州 山西 马谷山 又称马玉山 举阳禅峰 有马谷正西 马谷守经 封信长柱等著名公案流传于禅林 祖堂集卷十五 景德船登陆卷七 批4852 马谷 禅用语 马 语 马 同意 及无感觉之意 迷未咪 及沙等义物进入眼中 以至无法见物 禅林中 长椅 马谷 一词形容模糊 看不清楚之状态 或扁只无眼目之人 东陵和尚云门安主颂古 万绪118 399上 雅子的梦 与谁说 起来相对眼马谷 古尊素语鹿卷四十七 批4852 梦位 亦指现实之差别事项 以佛教者理而言 万法可大别位诸法之本体与千差万别之现象 本体位 理 现象位 表 本体位 体 现象位 用 本体位正位 现象位梦位 然本体与现象圆异一体相互融设 故若立于现实中各个差别事项之立场 以把握各个之事项 则诸法毕竟是真实之解脱性相 若以此观点观察现实 则现实之中皆细真实 故为众生与佛 弥指与觉悟 其本质上乃无二无别 不能与无畏说 批4853 磅一 为正一 之对称 一宗立义 其主要一平之经论称为正一 其余经论则称邦一 全称为邦所一 例如于净土宗之立场而言 以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往生论等正明往生净土之经论为正一 而以华严经 法华经 大臣其性论 宝性论 石柱皮婆沙论 设大臣论等邦明往生净土之经论为邦一 然天台 华严等宗则以法华 华严等经为所一 而不分邦正 八宗刚要 十宗略记 参阅 正一 一千九百八十八 批4853 邦平一宗 英明用语 英明四宗之一 英明对论中 立者 立论者 立宗 命题 十 于其所欲立之处 不用直接而清晰之言语表达出来 而另立他事以含舍之 称为邦平一宗 例如欲立佛之三十二元满乡 却于言论中仅言佛是觉者 立者心中之主张并未表露出来 却惜既由佛是觉者 而自然成立 如是邦平之意 即令敌者 问难者 能于佛是觉者 知言得知佛具有三十二相 然以为常出诸言论 仅在意中含蓄 故不能成为完全正确之宗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上 大四四 一零零下 一平宗 非言所证 此父贺用 本正由言 望他解起 棒显别意 非为本成 故意不可立位正论 参阅 四宗 一千七百零六 批四千八百五十三 棒瞥语 嵌瞥语 蝉 于蝉铃中 施加皆化学人时 不以正面提示之方法 而由侧面用言语略加透露指药 以其非直指而细棒式 故称棒瞥语 五十三 赴大士陆 凡四卷 南朝良代善会复兮 四百九十七五百六十九 数 唐代楼边陆 又称善会大士语陆 善会大士陆 大士陆 收于万序藏第一二零册 本书系集陆善会大士复兮之语要 行业及其所作诗歌 并陆有往来问道者之传记 幼楼所集者 原为八卷 其文繁杂 用语俗也 宋代绍兴十三年 一千一百四十三 两者东路安府市楼照乃山其俄物 刊定为四卷 批四千八百五十三 赴大士奖金 禅宗公案明 祭述良五帝请赴大士 善会复兮 奖金之一段因缘 闭言录第六十七则 大四八一九七上 良五帝请赴大士奖金刚经 大士便于坐上灰暗一下便下坐 五帝恶然 至公问 陛下还会摩 地云 不会至公云 大士奖金进 良五帝身奉佛法 并供养僧尼 广作一金事业 且曾亲自开奖放光斑若金 彼虽之文献金卷 却不知其自身意味已不活金卷 父大士请奖金 而仅于坐上灰暗一下便下坐 其作为堪称亲切 亦在破除五帝陷于文字经 因居迷直 为五帝未能会解 故志公 不志 于此时登场 告义 大士奖金进 然五帝人未通解 志公此举时为父大士出气 否则大士恐议将因与五帝基缘不投气 而离开梁国 转往处 众倒达摩尼梁父未知 故学斗鱼必沿路第六十七则坐 我送以赞至公 大四八 一九七下 不向双灵祭此身 却于梁土惹哀臣 当时不得至公老 也是七七去国人 批四千八百五十四 负西 四百九十七 五百六十九 南朝梁代禅宗著名之尊俗 东阳乌商 浙江义乌 人 自玄丰 好善慧 又称善慧大士 余行大士 富大士 双灵大士 东阳大士 乌商居士 与宝志 共称为梁代二大士 常与礼人共补鱼 美德鱼则盛鱼竹龙 神入深水 并为 欲去者去 欲止者流 食人以之为鱼 年十六 取流氏女妙光 申蒲剑 蒲成二子 年二十四 鱼以水取鱼 适逢胡森松头驼 鸣达摩 遂弃余聚 入乌商县松山双桃树下结安 字号 双灵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 自称由兜律天宫来说法 日常营作 夜归行道 苦行七年 自卫的首轮严定 并能通如道典籍 学徒见籍 众皆虔诚精进 不惜生命 梁大通六年 五百三十四 浅帝子父望上书至五帝 献上中下三善之策 论十二月 帝兆入境阙 蒋经于仲云殿 帝清临听之 众见帝至皆起 为父兮独坐不动 群臣劫之 父兮言 法的若动 一切不安 禅铃传为佳化 大同元年 五百三十五 四月 海松山 五年 仲赴中山 于寿光殿与帝论真帝 坐祭送臣之 六年 一说五年 营造 松山双桃树间之佛殿 九重砖塔 并于该地 写金律千余卷 此即双灵寺 七年 自宣为贤结千佛之以佛 十年 舍屋与田地 设大师会 太清二年 五百四十九 欲焚生公养三宝 弟子兼流之 代师烧生者十九人 师乃止之 为酒乱起 良王 父兮家居图众甚多 讲说不错 美律图众粉 只然必以共佛 长银斋转法华经二十一变 屡赦无遮 并于会积住宝王相十尊 未便于读大藏经 见有轮藏 令众转之 可得大利益 故后世所作轮藏皆安置其父子三人之相 此外 施于天台之一心三观有其独道之领略 而以三观四蕴为其心药 倡导三观一心四蕴推简之说 臣太监元年四月 及弟子告戒毙 夫作入祭 誓寿七十三 弟子葬之于双陵山顶 好弥勒下身 撰有新王明 羽鹿四卷 还原诗等 善会大士羽鹿 旭高森传卷二十五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七 卷三十 神僧传卷四 批四千八百五十四 散盖行道 及密教行灌顶仪式时 以散盖遮附受者 受灌顶者 之头顶 以回绕曼陀罗诸尊或祖师徒 向周围之仪式 乃灌顶仪式终了 将登上法王之位时 所行之一项圣仪 急于灌顶仪式时 受者受必灌顶应名后 不出小坛所 立于大坛前 三里曼陀罗 绕坛三扎 并向传登祖师之徒 向回礼时 阿舌离自指散盖 遮附受灌顶者之头顶 称为散盖行道 幼若大阿舌离年老体弱 则可由教授师代行 徐夕经卷下 大一八七七零下 阿舌离自首执起伞 令彼弟子绕曼陀罗 绕三扎以 亦至西门前 集数礼拜 起伞随身来去盖头 其阿舌离起请诸尊 作如誓言 我某甲与某甲冠顶必以 经附属诸尊 令持冥葬 做事与弊 硬放其伞 令比其利 对曼陀罗前 又所用之伞盖 有白伞盖 与赤伞盖两种 多一派别不同而已 大日经书卷八 传法冠顶 初夜作法礼祭卷下 批4855 凯珠 凯珠 1385 1438 西藏名 Nkos Grab 亦亦作弦善成就 全名 Nkos Grab Dogs Lapspo PS PIO 或亦凯珠 哥鲁巴桑堡 开鲁克主节 又作Nkos Rab 善巧之意 西宗喀巴两大弟子之一 另一位加曹杰 亦为第一世班禅喇嘛 出生于田 为秘宙系统坤卡塔西 藏康 Dgacra Is 之长子 年幼及聪慧多志 立访加姆林 藏M RI 萨迦 藏SA Skaya 朱四 研习朱学 十七岁受杀迷戒 念三岁随萨迦 派僧人人达瓦 藏 REMDA BA 受聚足戒 并言学中观 量论 戒律 聚舍 班若等根本是义 及一切性向之教说 四不达特罗之要义等导论 及真言之学 令并尽 令并跟从达尔麻仁清 藏DAR MORING CHEN 持绿者 拉格巴 藏GREPS PARMGEO MTCHEN 詹卡尔巴 藏JAM DKARBA 詹姆安 哥姆朱欧 藏JAM DBS MGEO MTCHO 等人听闻 显密之法 明代永乐六年 1408 拜宗喀巴为师 每日听宗喀巴讲说巨舍 量论等性向之学 秘密集 十轮等之无上瑜伽 及达特罗 显密诸教之深圣事 究竟生起之要义等 前后凡十个月 四十七岁 继根敦诸巴 成为第二代甘丹作主 藏DGA LENCREE PAR 其后八年间 于此法座上 普诗法语 1438年世纪 释寿五十四 诗之学的声誉极高 由善辩论 屡次举行论证之会 致力扫除皇教内外异端 常将其师宗喀巴教说中之难解教义者成纲要书 另又建立诸多皇教僧院 其系统下之化身喇嘛至后代皆称为班禅喇嘛 师则被尊位第一是班禅喇嘛 其得法弟子有 会法护 霞庐善状 堪秦符圣 辨至圣光 聚法善献 拔缩法状 宝海慧 锦额慧状 沙阔瓦法称 义成祥 样容瓦法自在称 法护等 著作处显密之诸论外 上有传记 书简 听文录 愿文 理赞等 数量集火 何为六十余部 经流通者 于显教方面有 宗喀巴大师传 现观庄严论著书 适量论大书 显示圣升空真实议论 三律意见利论等 皆普遍为 京西藏佛教学者所重视 另于密教方面有关于能部金刚 圣月论 欢喜金刚 时轮等各种修法及经典著式 又有总贯诸部密教之 续部总建立论等 西藏传述佛典目录 传西藏教研究 P4855 歌呼 日本佛教用语 呼 原为我国古代臣子朝见天子时所执之首版 其上可记载欲起奏之事像 或天子之执事 细由象牙、竹、穆至尘 日本一循此封上 后又有将护众半分歌 作为弹奏歌曲打拍子之用 而称为护拍子、齿拍子、歌护 日本之恩愿于念佛修道时用之 此外 诵经作打拍子之音幕 或净土宗之戒齿 孔系歌护之转额 P4856 歌吕静、歌吕 只将布料歌位片吕、静 无罪之意 佛陀规定 比丘不得穿着以细软衣料制成之袈裟 然若有衣料质地即为细软 而无法染成青、黑、目蓝三坏色者 因其不适宜作为比丘三衣之用 故允许将其才歌位细长之片履 再皆逢才智位袈裟 如此即不违犯僧法 称为歌吕静 四分绿山繁补雀 形式超卷中三 P4856 创世主 只被视作 创造天地万物与人类之神灵 各宗教有不同之说法 犹太教以为其自空虚混沌之 德、雨、水、上造出世界 又用尘土造人 古代巴比伦宗教与埃及宗教 以为创世主用原有之物制造出世界 与人 基督教则以为世界系创世主自绝对之 无 中所造出 我国义有盘古开天辟地之说 为盘古将混凝在一起知天语的开辟出来 而后 其身屈腹自行化为世界之各个部分 佛教不讨论创世主即世界自何而来之问题 此因佛教虽承认有众多之神灵、诸天、而是之为、众生、之别形 并主张精神不灭 然否认宇宙有创造者、主宰者之存在 佛教基于、原生、起、信空、之立场 主张无神、创世者、无我、常驻不变之灵魂 认为宇宙乃众生共同之业力所感 众多之因缘所成、众生之本体为、业、所熏之、时、为、业、所染成之体、行业、细刹那增减者 本体之时亦随之变动不已 故既无异常驻不变之灵魂 亦无创造、主宰世界之神可言 P4857 创驾学会 日本佛教日联宗系新兴宗派之一 全称日联正宗创驾学会 1930年 墓口长三郎 1871、1944 与护田成圣 1900、1958 创立 当时称为创驾教育学会 主张生活之目的乃追求幸福 而幸福必须以获得力、善、美之价值而实现 教育之目的即在培养创造力、善、美之人才 为信仰日联宗乃创造与获得价值之方法与途径 1942年 1942年 因拒绝参拜天照大神与接受神福而被禁 1945年 护田被誓 后改建学会 并迅速发展 又陆续建立公民政治联盟 组织公民会 1964年 发展成公民党 六年后复宣布与公民党政教分离 其教义乃由日联正宗三大秘法及墓口 护田所者之生命哲学、价值论等组成 声称宇宙为一大生命体 其本质以佛法表示之即为 妙法莲华经 五字 日联以首写 南无妙法莲华经 之 大曼陀罗 将此原理显示出 只要信奉并畅念 南无妙法莲华经 即可改变宿命 获得幸福 目前信徒约八、九百万人 以一般民众为基本成员 创价学会所持政治理论系由佛法民主主义、人性社会主义、地球民族主义等所构成之第三文明论 本会近年来颇活跃于政治界 发行有大白莲华、圣教、圣教新闻等组织刊物 日本宗教社会的性格 小寇唯一、日本新兴宗教 高木洪夫 P4857 老吕 亦只为烦恼所困扰 恕复之人 老、陈老 为烦恼之义称 为摩杰所说经卷上帝子品 大14、540下 为与众摩共一手 作诸老吕 乳与众摩及诸臣劳等 五有义 二 指从事劳役工作之人们或指仆役之类 正把眼葬行持卷上 P4857 圣三世明王 圣三世 范明Triloka Phaidra 因意达利路加皮热耶 又作将三世明王 三世圣明王 圣三世明王 圣三世金刚 或称金刚 欧加罗 范Phaidra H Kara 为密教胎藏界 曼陀罗持明院之明王 密号最圣金刚 主摧灭或杖之果德 与将三世明王系统体一名 然胎藏界限图曼陀罗持明院分别会有 将三世 圣三世二尊 孔系英大日经及大日经书将 将三世 及 圣三世 二与词混用之故 而曼陀罗所会二臂之圣三世系一大日经 八臂之将三世则为依据其他经轨而来 此尊之形象 巨大日经巨原品载 有猛艳围绕其周身 头戴宝冠 手持金刚杵 限制及愤怒之象 限图曼陀罗所会此尊之形象 未深沉青黑色 头戴宝冠 火法逆立 有三目 限愤怒型 双牙向上突出 右手持负三骨杵之脊 手臂弯曲 左手持三骨杵 周身亦有火焰 坐于磐石上 此尊种子为HA或HA 其三昧夜行于大日经巨原品 及转字轮品各载为五骨杵 三骨杵 硬器为外五骨印 及大日经秘印品所称之金刚会印 巨大日经珍眼品宰 其珍眼味 奋归命 呵呵呵 HAHA 曾圣行 吉萨摩叶 菲斯妹 奇怪哉 萨富达哈皆多 一切如来 一切如来 皮蛇也 一切如来 一切如来 天之圣三世乃以愤怒警觉众生 令出境或障 大日经书卷五 批4858 圣上大臣 指真言密教 大臣 一词 原本通用于显密二教 然以密教之立场示之 则真言密教为诸大臣中无上最圣者 故称圣上大臣 据大日经书卷一所载 大臣一词含有七亿 法大 发心大 性解大 性大 依止大 识大 智大 以真言密教具有如是七因缘 故于诸大臣法门中 犹如醍醐 唯为第一 故又称最圣大臣 P4858 圣有 亦止道有 良有 善有 及精进于佛法修行 具有道心之有人 如是家如来称欲念佛者之功德 为观世音 大是至二菩萨皆为其圣有 观无量寿经 大一二三四六中 若念佛者 当知此人及世人中分驼利花 观世音菩萨 大是至菩萨为其圣有 二 泛名Viematra 因亦疲世沙密多罗 亦亦作书圣卿 圣卿 为识十大论师之一 六世纪末出生于印度 乃护 乃护法 范德玛 FLA 之弟子 著于中印度 那烂陀寺 以高谈文明 其生平世纪不详 又根本萨婆多布绿社之作者 一名甚友 然恐令有其人 成为十论术祭卷 以大唐西域祭卷九 指菊一土祭卷二十一 P4859 圣天王班若波罗蜜精 泛名PROVARA DAVA RGA PARAVCCH 凡七卷 成代岳婆首纳亦于天家六年 五百六十五 又称圣天王精 圣天王问班若精 圣天王班若精 圣天王班若精 收于大正藏第八册 系佛应婆罗天王之问 对大众说圣身班若及其休息之 全经共分十六品 与玄奘所义之大班若精卷五六六至五七三等之 第六会未同本意义 历代三宝祭卷九 大唐内典陆卷五 开元室教陆卷七 P4859 圣方及北方 大日经持宋法则平 大一八五三上 北面圣方柱连坐 淡博之心记载是 东面初方吉祥坐 悦乐之荣增益是 P4859 圣方便 为书圣方法之义 指称念弥陀佛佛号之法 大臣其信论为 专念阿弥陀佛为圣方便 此法乃为内心切弱 又缺乏清净诸佛菩萨之圣缘者而设 又以称念弥陀佛法门 具有入不退位之方便 故有圣方便之语 大臣其信论修行信心分 大三二五八三上 当之如来有圣方便设护信心 为以专意念佛因缘 随愿的身他方佛土 常见于佛 永离恶道 如修多罗说 若人专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所修善根回向 愿求生比世界 急得往生 常见佛故 终无有退 大臣其信论一记卷下 大臣其信论书比消记卷六 批4859 圣身言 为菩萨明 据大日经书卷一载 圣身 为先身之意 即先觉悟 清净法 者之意 此菩萨于过去世时 觉悟清净之法 而具有妙会神力无尽之庄严 故称为圣身言 大日经西的出现品 大一八一七下 此清净法义如是 三有无于清净身 习圣身言修辞故 得有一切如来行 批4859 圣因 一书圣之因缘 从荣录第三则东应请祖 大四八二二九上 东应土国王请二十七祖 班若多罗旗 王问曰 何不看经 祖云 平道入席不居英界 出席不设众援 长转如是经 百千万亿卷 上来讲赞 无限圣因 二书圣之善因 佛说五常经 大一七七四六上 圣因身善道 二叶堕尼里 P4860 圣者普遍大金刚持道次第 请参阅秘密道次第论 圣者普遍主大金刚持道次第 总开秘密之要义 请参阅真言大次第论 圣行 及殊圣之行为 据称为十论卷九载 菩萨之修行分为 佛圣行与智圣行两种 若将不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智慧等六波罗蜜加以分析 就全体而言 六波罗蜜皆属于佛圣行 或智圣行 分别而言 不施波罗蜜等五者均属佛圣行 而智慧 班若 波罗蜜鼠至圣行 或为前三者为佛圣行 精进与禅定通于佛至二圣行 班若则为至圣行 此外 华言宗位 修游戏自在之菩萨具有十圣行 为十宗位 修时的之菩萨具有安住 依止等之十圣行 十波罗蜜 修舍宗位 余生于范府天 须具有 供养如来陀兜 供养四方僧家 等之十圣行 旧华言精卷三十九 巨舍论卷十八 参月 十波罗蜜 四百四十九 十圣行 四百六十七 P4860 圣佛顶 泛名JOA 西藏名RUGIO BAI KSUK TOR 因异欲乌色尼撒 又称圣顶轮王 圣佛顶转轮 唯五佛顶之一 八佛顶之一 于密教胎藏陷图曼陀罗 释迦苑中 位列中尊释迦牧尼佛下段第二位 大日经具原品 秘密曼陀罗品 阿舌里所传曼陀罗 胎藏图像 胎藏旧图样等 皆以此尊位释迦之眷属 于大妙金刚经 尊圣佛顶轨 以字佛顶轮王经等诸种佛顶曼陀罗中皆列有此尊 以此尊已断除无明之根 灭尽五柱二死之源 故其所证悟之计 静涅盘位如来之大计 远教生文 远觉二圣所证得之计 静涅盘位书圣 此计乃无等无比 而为大计之鼎 故称圣佛鼎 此尊之密号为大尊金刚 无比金刚 关于其形象 诸金鬼所在不同 具胎藏现图及胎藏图像之描述 其身成黄色 现菩萨形 右手指含苞之莲花 左手握拳 手指莲花 连上数亿周围发光燕之箭 面向佑 结家夫坐于赤莲花上 此尊之种子位 欸 山 表涅盘寂静之德 三昧夜行有绘刀 连上剑 连上宝行等一说 其硬器 据大日经密应品所在 细作 虚心合掌 以两手之母指与实质相拧 即为刀印 又称大会刀印 然一字鼎伦王鬼 一字佛鼎精令有意说 其真言亦有诸说 据四部以鬼载位 南摩三曼多伯陀南 归命普遍诸佛 山 欸 种子 惹欲乌瑟尼撒 JOA 圣佛鼎 缩附赫 SVH 然一字鼎伦王鬼载位 纳莫三曼多伯陀南 阿罗迪赫多 A Pratihata 不坏 无间断 舍缩纳南 SNN 沙禄 安 欧附罗 Javala 光明 惹余瑟尼撒 JOA 圣佛鼎 缩附赫 SVH 不坑锁金卷九 一字佛鼎伦王金卷四 大日经书卷十 P4860 圣伟寺 日本真言宗寺 位于大阪府激面市 激面西谷以东 3号印鼎山菩提院 神归四年 727 善众 善众 善算二僧开创 天平神户元年 765 光人天皇之皇子 開成拜二僧为师 創建讲堂 号 弥勒寺 其后 清和天皇陵姓十 四 而改称圣伟寺 法然于结束其流放生涯之归途中层塑此寺 为西国三十三所观音第二十三番闸锁 日本明圣帝制卷一 P4861 圣训执金刚 为大日经说会曼陀罗之内卷属十九执金刚之一 于密教中主司素及神通之功德 此尊之名称 据大日经书卷一载 圣 大空之义 大空即是便一切处 故能起宿及知神通 以助此圣者出发心时即成正觉 不动生死而至涅槃 故称圣训 P4861 圣供养 为供养佛之最殊胜方法 乃菩萨十种供养之一 圣供养佑有三种方法 一、专设种种供养 二、以纯净信心供养 三、以回向心设供养 菩萨的持经卷七 菩萨的持方便处供养习近无量品 大乘一张卷十四 参月、供养 三千零六十五 P4861 圣供养佣 圣供养佛 庸Well Pate Pakural 圣供养余 慧月 Phenmatic Ondra 早 唐真观二十二年 六百四十八 玄葬义于弘福四番金院 游灵卷比寿 收于大正藏第五十四册 本书叙述印度六派哲学中圣论宗之教义 而以十句、十、德、业、同、义、和和、有能、无能、聚分、无说、涵盖一切法 全书分为前后二分 前分说明十句义之体性 后分系分别其义相及相互之关系 相传圣论宗之祖幽楼区 范欧Kansas曾作圣论经义书 成为该派之根本圣典 书中提出十、德、业、同、义、和和等六句义 并未从六句义真治而生圣法 此及该派之宗义 至五、六世纪请 派中之论师慧月著作本书 将六句义扩充成十句义 禅论圣论之要旨 日人与景博授于1927年将本书音译出版 即The Viika Philosophy According to the Apparatus 右本书之注释书有圣论十句义章 一卷、道士、或盔基座、圣论十句义科著、一卷、一观座、圣论十句义士、二卷、积辩座、等多种 成为十论术纪卷一末 据舍论光纪卷五 开源是教路卷八 P4861 圣果道 只去向圣果之道 即望圣上之果而欲去求之道 又称圣圣道 圣道 四果之中 除阿罗汉果外 其余三者皆有圣上之果可求 故得果以后必更去求之 称为圣果道 如依来相 布海相 阿罗汉相等之相道 即为去至义来果 布海果 阿罗汉果等圣果之道 以其圣于前之果位 且更去向后之果位 故称圣果道 大批婆沙论卷六十六 卷一七一 据舍论卷二十三 卷二十五 P4862 圣经色光明德女经 泛名 Majajar Vicreda Estra 凡二卷 纳连提耶舍 亦于随代开黄二至五年 582 585 又称大庄严法门经 文书师力神通力经 圣经花明德女经 收于大阵藏第十七册 本经续说文书师力菩萨显现神通力 以教化王舍臣之隐女 圣经色 是以烦恼及菩提之教法 及出家之真义 为出家非警惕法一事 既以陈旧自立可更进而立他 经中所是皆为大臣教理 历代三宝记卷十二 大唐内典陆卷五 开元世教陆卷七 P4862 圣旨 即使指 大教王经卷三 大一八 二二三上 从自新起金刚宝印 安于贯顶处 以圣旨自贯顶分手 缠头细蛮 P4862 圣君 泛名Jasina 英译蛇耶西那 西印度苏拉陀国人 属杀地利种 幼浩学 初一贤爱论师学英明 魏九 从戒贤学于家师的论 又于安晦处学生明 及大小成论 其他如四费陀 天文 地理 伊方 术术等外典诸学 皆揪明其根源 而为识人所尽 当时 摩阶陀国满昼王 戒日王军曾迎卫国师 玉丰二识 八识大义 皆为诗所辞 后居于藏林山 讲经说法 道俗宗归者于数百人 玄奘力由印度识 曾诗世二年 从学为识觉择论 意义里程论 诚无畏论 不涅盘 十二因缘论 庄严经论等学 而对于余家 阴影等有所质疑 的大启发 诗认为无者与其设 大乘论中所立有关 大乘佛说 知量 论事 有所过悟 故心力 两句 臣非 佛与不设 知量 以论证诸大乘 应皆为佛所说 是称之为 圣君比良 成为识论数记卷四本 成为识论了一灯卷四本 成为识论也密卷三本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中末 大词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 大唐基玉记卷九 P4862 圣君王经 请参阅如来 试教圣君王经 圣君不动 为密教不动 冥王变形之愤怒生 圣君 自在之意 据圣君不动 冥王四十八十者 秘密成就以鬼所言 此冥王系大日如来之心所生 为五冥王之分身 其全身成赤黄色 怒眉甜眼 弯身立于宝石之上 这赤衣 斜其腰 腰上缠一坤 子 左面一法垂至耳迹 左眼掠斜 左手持锁 右手直剑 剑手成连叶状 此名王位守护行者 遂显四十八十者之身 所谓四十八十者 系全是发心修行 知意的左使者二十四人 与显现 修果成佛 知意的右使者二十四人 有关此尊修法之道场观 略布自法 护身法等之做法 应名 乃至四十八十者之形象等 皆详载于圣君 不动明王四十八十者 秘密成就 仪轨中 P4863 圣君不动明王四十八十者 秘密成就 仪轨 全一卷 唐代辨制 不空编辑 又称圣君不动 秘密仪轨 圣君不动 仪轨 圣君仪轨 收于大正葬第二十一册 圣君不动明王系大日如来之心所生 为守护行者 遂显四十八十者之身 本仪轨内容包括 功德 功德 咒诅法 画像法 道场观 略不自法 供养法 不动尊赞 四十八十者之形象及本地 大自在苏习之咒法等 P4863 圣君王所问经 全一卷 宋代师护议 收于大正葬第十四册 本经叙说佛陀为交萨罗国国王圣君 及波斯逆王 宣说十二因缘法 为世间诸法之体性虚空 刹那坏灭 故宜求出世之法 又本经与举取今生意之剑王经 玄藏意之如来世交圣君王经 亦敬义之佛为圣光天子说王法经等 内容大同小异 皆细产论世间法之无常 而劝修正法 P4863 圣君脾沙门法 为密教修法之一 细于两军交兵之计 用以向脾沙门天王祈求战胜之法 习时唐代遭逢外寇 据传及修此法 遂降服敌军 国家得以平安 有官之以鬼有 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 以鬼一卷 北方毗沙门天王随军护法 真言一卷 其修法经已不传 P4863 圣英臣 圣英 泛名若瑞卡 巴黎明同 英义禄楼臣 劳撸家臣 和劳洛家臣 长布经典十九大典尊经 巴黎沙门天王 七王之义巴拉他旺 巴巴拉得 统治苏维拉国 巴埃苏维拉国 国都及圣英臣 于佛陀时代 此臣乃大家瞻言 梵马克提亚娜 与世罗 梵骚 比丘尼所教化之地 其臣之王先道 梵罗德亚娜 笃姓佛道 其后出家为比丘 其子顶记 梵西肯迪 继王位 驱逐利益 梵区瑞 与除幻 梵区瑞 二老臣 又听宁臣之言 是其父 并杀二阿罗汉 致令大风突发 沙尘翻卷 也没其国 玄奘于大唐西域 记卷十二曲 撒旦那国调祥数 有关此臣之仪式 巴利文本身经四二四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 耐耶 卷四十五 卷四十六 批四千八百六十三 圣庄 唐戴森 新罗人 身足年不祥 早年游学我国 曾著于大建福寺 崇义寺 严学为识 其后诗是原策 所者成为识论读书药 成为识论诀 成为识论药集 阿毕达摩杂集论书 阿毕达摩杂集论书记 瑜伽诗的论书 显阳圣教论略数章等 经皆已不传 现存者仅有 泛网金菩萨界本数记四卷 曾参与玄奘三藏 义静及菩提流之等之一场 担任正义之职 批四千八百六十四 圣静道 泛语六一一 MRGA 巴黎语 菲萨萨 MAGA 圣 书圣之意 静 深静之意 道 通道 过程之意 即止比前阶段更殊胜而进去完全解脱之修行过程 又称圣道 为四道之一 急于解脱道 后 为更静一步断除于品之烦恼而进修方便 或安住于前十之加行 方便 无间 解脱等阶段 圣静道有二种 其一系为更断于品烦恼而进去 急于四道中之解脱道 或于断一品之烦恼后 更于无间道为断除于品之烦恼而修方便 于此 对前品而言 称为圣静道 望后之所断 则称方便道 或无间道 解脱道 其二乃不求圣静而生之足等相 或对于以断之烦恼为作观察而已 即于解脱道之后 于无间道不修方便 仅于前品身之足之想 不求圣静 或助于放异而不进修 或于以断之法 以观察至而更观察 亦称圣静道 其中 前亦乃望后之所断而修方便 此为圣静之原意 如是则加行 无间 解脱等三道即等于圣静道 三道之外 别无圣静之体 亦无别利圣静之必要 若以后义而言 则于其余三道外 别有圣静道 即安住于前品 或观察思维而更不进去后品 于家师的论卷六十九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九 大皮婆沙论卷六十六 顺正理论卷七十一 批四千八百六十四 圣主大金刚持道次第 开显一切密要论 请参阅密宗道次第论 圣义声明 指摩西守罗天 范玛黑芭拉之秘咒 摩西守罗天 为大自在天之一名 元系印度教所重奉创造宇宙之最高主神 佛教士之为色界顶色就近天之主 明 密宗 陀罗尼之意 摩西守罗天之陀罗尼能如其圣庙之意 而生出种种利益之事 故称圣义声明 大日经卷三 大一八 一八上 摩西守罗天 有圣义声明 能做三千大千世界众生利益 化一切受用便受用 唐代一行作书解释其意 大日经书卷十一 大三九 六九三下 摩西守罗天 网友一名 名圣义声明 以此真言立故 能于一时作大变化 便此三千大千世界 现为一一众生 现所爱悦诸立一世 随彼受用 皆实不虚 故知此真言之利用无比圣妙 能立一三千大千世界之一切众生 然此真言之内容 于大日经及大日经书皆无记载 P4864 圣义 泛与Paramita 巴利与Paramatha 又作第一义 真实 只剩于世间世俗义之最盛真实道理 即无相之所行 不可言说 觉诸表示 习诸正论 超越一切寻死之镜像 据显扬圣教论卷十九 辩中编论卷中等所说 如圣道 涅槃 真如等 均为超越世间习俗之真理 故称圣义地 泛Paramita Satyah 巴Paramatha Satyah 反之 世间通俗之道理 则称世俗地 此外 取其真实有之义 相对于世俗之施舍安利 而取圣义之名者 如圣义善与世俗善 圣义根与福成根 圣义法与法相法 其中 无畏之善法属于圣义善 有畏之善法则属世俗善 或称有漏善 凡依有漏心而行皆属世俗 故有漏心即是世俗心 以世俗为对象之有漏志 是世俗志 以世俗志断除烦恼 即是世俗道 此外 佛教一般禅论法门之义里 称为法相法 真实不虚 不便不义之责灭涅槃 称为圣义法 据称为十论卷八载 圣义 世俗各分为三种 故立三圣义 三世俗 分别如下 一 义圣义 只称为殊胜智慧之对象 即真如 二 得圣义 只证得之涅槃 三 行圣义 又作正行圣义 只去向圣进行之无漏志 以上相当于四圣义 第中之第四 第三 第二 又配属于便记所之性 依他起性 原成实性等为十三性 而立三世俗如下 一 假世俗 只无有自性之实体 以而为有假名者 配属便记所之性 二 行世俗 指一切千流无常之有谓法 配属依他起性 三 显了世俗 只真如之原成实性 真如乃断除烦恼之依他起性 亦不含便记所执行者 以上相当于四世俗 第中之第一 第二与第三 第四 于同书卷九 又将三世俗 尽设入依他起性 而为圣义 为原成实性 此外 显阳圣教 六列举七种 真如 畏畏圣异地 同书 卷六中 另立三世俗 即 一 世间俗 只无有实体 唯一假名而立之物 立言 加等 二 道理俗 指一于 处 见之体而立者 三 正的俗 指一于四沙门果等去往菩提之道而立者 上相于四世俗 第中之前 三者 解身秘精卷一圣义地 相品 大制度论卷三十一 巨舍论卷一 卷十三 卷二十二 大臣阿皮达摩杂级论卷四 参阅 二地 两百四十四 第一 一地 四千七百六十 批四千八百六十五 圣义空经 全义卷 宋代师护义 收于大阵藏第十五册 本经系佛陀对于 圣义空 所作之简二说明 为眼耳鼻舌身义等一切诸法 其身之时 法时磨所从来 其灭之时 法义磨所离散 复说十二因缘法 为无名缘行 行缘时 乃至身缘老死 如是生起一大苦运 故无名灭则行灭 行灭则实灭 乃至身灭则老死灭 如是则一大苦运灭 此即圣义空之要指 P4865 圣义根 又称正根 小乘有不等将眼耳鼻舌身五根 分为浮沉根与圣义根 浮沉根及指眼球 耳穴 鼻柱等可见部分 圣义根则以浮沉根为所依处 以地水火风四大种 所造之镜色位体 具有发食取镜之作用 故知浮沉根乃圣义根之所依处 具有浮沉注尘之功能 如上纪所说之眼球等 皆为色相位处似尘所成之肉团 其体粗显 本身无感觉认识作用 圣义根则以浮沉根位所依处 取外界之镜 而于内界发起时 其体清净为妙 非肉眼所能见 乃似大种所造极为之极合 细五根所具已产生感觉 认识作用之实体 相当于现代所称之五官之神经 于大众不择令有一说 胃眼等五根 其体极为色相位处四成 以肉团胃性 别无尽色之体 亦不能取境 故知大众不直接以浮沉根为五根 而不另立圣义根 此外 为实实大论师中之护法论师根据 为实大臣之教义 主张浮沉根位根之一处 圣义根位四大种所造之现形 清静色 此一说法与小臣有不大致相同 维护法并未如小圣所认为 根之即为乃具有实体之心外色法 又同位为实实大论师之 一知南陀论师则主张掩等五根 为有种子 而别无现形之静色 据舍论卷移成为实论数计卷二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三 参阅 浮沉根 2947 批4866 圣义善 指无畏之善法 即一真解脱 圣义地门 知涅槃 又作真实善 细四种善之一 七种善之一 以涅槃安稳 于一切法之中 其体最尊 故独标位圣义善 一及据舍宗所称之 则灭无畏 法乡宗所称之 六无畏 大批婆沙论卷五十 巨舍论卷十三 参阅 圣义 4865 善 4873 批4866 圣义减 英明用语 减 指减别语 乃英明对论中 立者 立论者 未必免论法上之过物 特别关于宗 命题 或因 理由 欲 辟欲 知自献语 此自献语系依照圣义 或依照真理而作主张 故称圣义简 依此圣义简可免除 自教相为 知过失 自教 即指力者自己所重奉之教义 盖英明法则原本规定 凡所立论 不可违逆自宗 自教之主张学说 如圣论学派 即主张 身位无常 则圣论师与他人 对论时即不可立 身位常 之宗 为英明之法 未避免各学说之故 不自封 亦允许立者令创新说 以代替错误之旧说 然在立论时 若遇有为旧说之时 应先观上此一特殊简别语 以表明其说非依照自派旧说 而系依照圣义 或真理 之主张 即之免除 自教相为 之过失 英明入正理论书卷中 参阅 自教相为过 2529 简别 6587 简言 6587 P4866 圣解 范语 Athimachate 巴利语 Athimachate 又作性解 心所知名 为据舍七十五法中 十大地法之一 为十百法中 五别境之一 殊胜之了解之一 即与所愿之敬 其应可知精神作用 即作出确定之判断 然有观圣解义语 各家之解释互义 说一切有不与 巨舍宗为圣解为十大地法之一 能与一切心所相应 即与一切心品便起 巨舍论卷四 大二九 一九上 圣解 未能于尽应可 即不论是与非 邪与正 皆能审觉 为此心所知作用 如心对尽时 其为花 为月 心即应可其为花 月 故一切心品必定有此心所 然为十宗则 以其为五别境之一 不能便于一切心所 成为十论卷五 大三一 二八中 云和圣解 于决定静应持未信 不可引转未业 未邪正等教理正立于所取静 神觉应持 由此一元 不能引转 故由欲静圣解全无 非神觉心亦无圣解 由思圣解非便行舍 有说心等取自静时无拘爱 故皆有圣解 彼说非理 此为圣解于决定之境审觉时 使能称其为圣解 若于犹豫之境 心存疑问 无法审觉 则无圣解 故非便行 又上座不主张圣解即 决定 而与 至相 无别 说一切有不择 以 应可 为圣解之别作用 为 应可 乃经由圣解 以衍生之另一作用 故意于圣解或至相等 而 至相 之外 别有其体 大皮婆沙论卷一灵一位 则灭乃无位解脱之自信 圣解未有位解脱之自信 品类足论卷一大皮婆沙论卷十六 卷二十八 批四千八百六十七 圣解作义 为巨舍论所说三种作义之一 意味于家师的论所说七种作义之一 作义 细止心有所警觉之精神作用 据巨舍论卷七载 凡于不禁观 似无量 有色之解脱 圣处 便处等之观法相应之作义 均称为圣解作义 于密教观法中 相对于 真实作义 盖以尊相等实物为对象 而作观想 称为真实作义 反之 若离实体 仅依至解作义观想 则称圣解作义 例如观想净土之庄严 即属圣解作义 参阅 真实作义 4225 批4867 圣权 唐代新罗森 曾从我国华盐宗三组法藏 研学华盐 彻达选址 法藏之同学 一厢一新罗人 与法藏共施事致言 施于校昭王元年 六百九十二 归国之计 超路法藏所传述之 华盐经探玄纪二十卷 教分纪三卷 玄一章等杂役一卷 华盐范语一卷 启信书二卷 十二门书一卷 法界无差别论书一卷等诸书 携回新罗 宋臣一厢 一厢大喜 探究述询 并以知教授门下 诗后于上周开宁俊创仪寺 坐时独楼代替听众 讲说华言 独楼见机 达八十余句 此四集后世所称之格向寺 其纪年 世寿军不祥 三国仪式卷寺 批4867 圣状碧应陀金尼经 泛名佛赫格 皮尔 权一卷 唐代玄藏 六百零二 六百六十四 一 又称圣状碧应经 圣状应经 收于大正藏 第二十一册 旨在禅论 拔苦与乐 得道之法 内容叙述习时 世尊于基罗 犯开了 山顶之天仙神宫 为大梵王及观世 因菩萨宣说 圣状碧应陀罗尼 为受持独送此陀罗尼 能脱离诸恶去之苦难 而得殊胜之力了 本经之义 一本有时插南陀一之妙 碧应状 陀罗尼经一卷 师护一之圣 圣翻应洛陀罗尼经一卷 P4868 圣翻 表示胜利之惊奇 若与敌人征战而获胜 则利圣翻 古代印度籍有词封上 故道场将魔艺树立圣翻 表示胜利 为魔节所说经佛道品 大一四五四九下 降伏四种魔 圣翻建道场 又用以表示圣战之状旗 称为圣状 P4868 圣翻应洛陀罗尼经 全一卷 宋代师护一 收于大阵藏第二十一册 旨在阐明除账法 内容叙述 习时世尊于喜乐山顶之天宫 为大梵王及观世 因菩萨宣说 圣翻应洛陀罗尼 为受持读诵 此陀罗尼 能灭尽五逆重罪 获得大富贵 本经之义 一本有玄奘 一之圣状 必应陀罗尼经一卷等 P4868 圣论经 泛名Phaeika Astra 凡时篇370颂 因义费是史加萨多罗 费是施加经 为印度六派哲学圣论 泛Phaeika 学派之圣典 相传系幽楼区 泛O Kansas 一名杰纳陀 所者 约成立于西元前三世纪至西元一 二世纪间 亦说为幽楼区之言说传于圣论派 后被编撰成书 本经以实体 实巨义 属性 德巨义 运动 夜巨义 普遍 同巨义 特殊 义巨义 内属 和何巨义 等六巨义 泛A Padreter 六范畴 为主题 论述内容有 六巨义研究之必要 十巨义知系论 个人我 与体内器官 身体 德巨义中 法 与 非法 知识论 杂论 因中无果论 有与无知关系 等 笔量 有苦乐之说明 论述因果律之问题 等 本书之著是书有帕拉莎斯塔帕达 范Pra Estabar 之巨义法纲要 范Pedrata Parmesagraha 商杰罗弥瑟罗 范A Karomi Ra 之著 范Yupask Ra 惠月 范Matic Ondra 之圣宗什巨义论 西瓦迪特亚 范Sidaitia 之七巨义论 范Saptopadrata 等 范宗什巨义论 玄藏义 印度哲学研究卷一 卷三 与景博寿 P4868 范论学派 范论 范明PhaEIKA 巴黎明PhaSik 因义作费士色家 费士使家 皮士师 魏士师 魏申习 丙宰家 又作罪 范学派 义圣论学派 圣宗 印度六派哲学之一 外道四职之一 外道十六宗之一 二十种外道之一 创始者为 创始者为 幽楼区 范Ou 及其学说 据此推之 则此学派应于佛陀入灭后始兴起 又定代学者根据原点批判研究之结果 约成立 于西元前三世纪至西元一 二世纪间 幽楼区以后之传承不明 然其学说 而圣论学派之论师 尊之者称其为圣论师 圣者 赤之者 则称其为圣论外道 其学说 倾向于实在论 否认万事万物仅为概念之存在 以为一切事物皆有其实体 且世界所有之现象皆可吸入六大范畴 即以幽楼区所立之时 德、叶、铜、义、和和等六巨义 范A.Padre 统设一切诸法之实体 属性及其生成坏灭之原理 西元五、六世纪请 慧悦论师父根据六巨义 增加有能、无能、聚分、无说等四巨义 者圣宗时巨义论 提倡时巨义之说 本派主张由真知、语、瑜伽 以获得真实之解脱 真知系由六巨义者学之研究而来 且为、义、乃善恶之根源 故应管制无人之义 即修行瑜伽 由六巨义等宗观本派之宗说 未多元论 其中数集者 包括集为说 使我论 三世使有论 因中无果说等 又本派对于 申论 主张 申无常 大庄严经论卷移英明入正理论 外道小陈涅槃论 百论书卷上 成为十论数记卷移印度六派哲学 参阅 十巨义 409 P4869 圣应生 又作尊特生 列应生 之对称 天台宗将佛置印身份为圣 列二种 其圣者称为圣应生 此系对于出的以上之菩萨而印献之尊特舍那生 此身为藏 通 别 原四交中通教之力根者 以彻见 不但空 之理者 所见之佛身 以及于藏六佛身上所现周辩法界的相好之身 磨合指观卷一之二阐释 见相发心 知理时 为四交之人 依根基之不同 见佛之不同相好而发菩提心 依此则藏教之人 观列应之相好 通教之人 观圣应之相好 别教之人 观报佛之相好 原教之人 观法佛之相好 此系就三生中之应生而分圣列 乃对于藏六之佛身而配观想之浅身于四交者 盖四交中藏教之人所见之佛身即列应生 列应生亦显现藏六之相 于四土之中 居于凡圣同居土 而通教之人所见之圣应生 虽亦同位藏六身相之佛身 然能变现神通 随亦自在是现实里乃至百亿里之相 于四土之中 居于方便有余土 相形之下 与前者具有明显的圣列之别 此外 圣应生又止报身中之 他受用身 天台宗自佛身上分叛法 报应三身 其中报身又分为自受用身 他受用身 他受用身系诸如来由平等至视线 为妙境功德身 转正法轮之身 自受用身系诸如来修习无量福慧 恒自受用广大法乐之身 故他受用对自受用而称应生 又对于第三应生之列 而称其为圣 盖圣应生为他受用之报身 法华文句记卷九下 大三四 三三零中 故他受用意的明报 意的明印 若圣若列 具名印故 法华文句卷九之一 金光明文句卷一 卷二 金光明文句记卷一 四交移籍住半字弹卷五 吃空 参月 三身 五百五十五 列应生 两千两百零一 应生 六千四百三十二 批四千八百六十九 圣愿 书圣之誓愿 又坐圣心 即密教修金刚戒法时 欲成就世间与出世间一切之息的而发起广大书圣之愿心 发此愿时 于胸前结金刚和掌印 送真言碧 即于顶上散印 所诵之真言碧 安 欧 归命 萨达塔涅多 Sarva Tosketa 一切如来 商思多 Aceta 所称赞 萨萨达南 Sarva Cedvam 一切诸众生 萨西陀药 Sarva Cedaya 一切成就 三波眼丹 三培地云 等愿 达塔涅多 Tosketa 如来 师者弟弟色丹 Aketa 为其加持 略出经卷意解释其意义 即 一切如来所共称赞一切众生 一切西的愿皆成就 又圣愿与四无量心为总 别之意 四无量为四至四佛之内政 故为别 圣愿乃四至之总得 为法界至大日如来之内政 故为总 即于前时已发四无量心之愿 以满四佛之愿 后更助于大日如来之三昧 发总得之广大书圣愿 以二者尽为总别之意 故可依行者之意乐 而省略其中之意 于诸仪轨中亦有二者并举 或仅举其一者 金刚顶莲华步新念诵仪轨 如未超卷三 P4870 圣蛮大方便方广京 请参阅圣蛮经 圣蛮夫人 范名RML 因亦施利摩罗 施利摩罗 为中印度舍卫国波斯密王之女 其母及莫利夫人 聪明通明 极长 为阿瑜舍国 范埃埃克 有称王之妃 因受父母之勋陶而归依佛道 敬礼赞叹如来 得荡来作佛之授祭 位于二万阿森指节之后 当得作佛 好普光如来 曾成佛力之加倍 宣说圣蛮狮子后 亦成大方便方广京 后又对有称王说大臣之法 与王共同教化国中人民 然经律中多以圣蛮 为波斯密王夫人莫利之以名 圣蛮宝窟窟卷上 圣蛮经数记卷上 参阅莫利夫人 一千九百四十 批四千八百七十一 圣蛮狮子后一臣大方便方广京 请参阅圣蛮经 圣蛮狮子后经 请参阅圣蛮经 圣蛮经 圣蛮经 泛名RMLSIHA MBA 全一卷 南朝流宋求纳巴陀罗 泛固阿帕拉 394 468 以 全称圣蛮狮子后一臣大方便方广京 又称狮子后经 圣蛮狮子后经 圣蛮狮子后方广京 圣蛮大方便方广京 收于大正藏第十二册 本经为大臣如来藏系经典中代表作之一 内容叙述圣蛮蛮夫人对世尊历十大事院三大院并自说大臣一臣法门产世圣地法身如来藏等 经中认为三圣之教归于大臣之一臣的一臣及的如来法身 众生虽被烦恼所缠 然其本性清净无垢 与如来同等 故皆具有如来之性 佛性 如来藏 且以如来藏为基础 即使在生死轮回之世界 亦有获得涅槃之可能 本经之一臣思想 即是成绩法华经者 而成为大臣佛教之重点所在 又本经之特色乃在已在家妇人说法 故与为魔居士所说之 为魔经 并为大臣佛教在家佛教之代表作 于天台宗所立藏 通 别 元四交中 本经被设于别 元二教 而于华严宗所立小臣 史 忠 顿 元等五教之中 本经被设于宗教中 全书共分十五章 包括如来真实功德 石寿 三愿 摄寿 一臣 无边圣地 如来藏 法身 空意影父真实 一地 意义 颠倒真实 自信清净 真子 圣满等 本经之义一本有北梁谈无称所义之圣满经义卷 即菩提流至改义之大宝基经 第四十八会圣满夫人会 然人以求纳拔陀罗一本最为流通 注释书甚多 现存有静隐会远之圣满经义记 缺下卷 即藏之圣满宝窟 窥基之圣满经书记 以及日本圣德太子之圣满经义书 其他令有敦煌出土之著书三部等 本经梵文原点以散意 可提供片段之梵文者 为于 宝性论 大臣及菩萨学论 中可见一二 大臣密严经卷上 出三藏记及卷二 开源式教路卷五 卷十 P4871 圣满宝窟 樊六卷 又作圣满经宝窟 随代吉藏 549 623 传 约成书于开皇十八年 598 前后 收于大阵藏第三十七册 细圣满经著书中最详尽之作 首先名是五玄义 即解释经题 叙述缘起 辨别宗旨 阐明教之不同 论释经之分歧等 其次以探如来真实义功德 寿时大寿 无边圣地 自信清静 圣满师子吼等十五章 阐论圣满经之要旨 文中引载法华经 维摩经 大制度论等四十余不经论 及藏外经典如像法诀 遗经 蛇王忏悔经等 又引载各家之圣满经 著书要义 如两五别事 古著 古书 著为魔 及谈灵 僧照 竹道生 谈隐 菩提流之 江南诸成 十论师之教说 家祥大师及藏乃我国三论宗之 其余本书卷末依经文中之 如来藏 所作之著 戏产名 真如元启说 古来即为三论宗所主张之元启说 又为靖南北朝时代所者有观圣满经之著书 多姨善意 现今为有有本书略亏一耳 三论宗章书 P4872 圣观佛 过去佛之一 为世尊所供养前世无量诸佛之中 于第三阿森只结十最后受供养之佛 据舍论卷十八 正法眼葬供养诸佛 P4872 博山大乙和尚广路 请参阅吴议员来禅师广路 博多瓦 1031-1105 西藏名Po2BA 本名人青赛 西藏喇嘛教干丹派 藏BKA Dems Padson 曾创该派教典派之戏 为甘丹派奠基者洛姆东 藏Brom Stone 又做种敦巴 三大弟子之一 从伦界菩提 藏Glatio Baya 出家 慎重视因果 曾管理杂爵寺 藏Bragitib 一年 智慧广大 通解重经 原玉预影往西康寻觅进处专修 28岁时智惹真寺 藏RWA SKR 拜见洛姆东 申申性敬 旧四学法达三十年之久 与普琼瓦 藏夫 Chu Po 井奥瓦 藏SPN SA BA 并称三大弟子 并出任该寺森院长职务 57岁 亦说51岁 以后始至各地弘法 注重经典戒律 随者长及千人 所讲以菩提道登论为主 兼讲大臣庄严经论 菩萨地 大臣及菩萨学论 菩提行论 菩萨本身蛮论 法及要诵论等 通称甘丹六论 甘丹名声从此大震 晚年创建伯朵四 藏Po 2 讲经兽图 西元1105年世纪 世寿75岁 亦说79岁 弟子 以甲语瓦 藏Baya Yau BA Doba 藏Dou Po 朗日唐 Po 藏Guan Ri Thempa 1054-1123 霞热瓦 藏S.A.R.A.B.A. 1070-1141 为最著名 派史 宇田野博游 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5 S.E.C.O.S.C.O.S.C.O.S.P.S.E.S.C.N. 一切人一律平等 而非特别对某人之爱 词中若无 悲 犯卡 即不能治 词与悲必须相符相成 使有作用之可能 悲 本位身影之意 亦只对人间苦痛之身影 或对自己感受痛苦之情 若能深刻省察自己之痛苦 从而对他人之痛苦产生感痛 深受之悲情 自然就衍生出友情 乃至扩展至慈爱一切众生之博爱世界 参阅慈悲 5805 P4873 善 范与Kuala 巴利与Kuusala 旨其性安稳 能于现在世 未来世中 给予自他利益之白净法 与不善 无计 非善亦非不善 何称三性 其中 善为白法 清净之意 不善为黑法 污浊之意 广义言之 善 只与善心相应之一切思想行为 凡气和佛教教理者均属之 狭义则指法 相忠心所法之一 包括性 残 贵 无贪 无甜 无吃 精进 清安 不放逸 行舍 不害 据经论之记载 善有多种 以下如举述说 一二善 一 只有漏善与无漏善 前者为白法 后者为净法 一句舍论卷四 成为十论数计卷十 大成玄论卷二等载 有漏善为为断烦恼之世间善 包括五戒 十善等 依此能招未来乐之果报 有漏善与法性无相之理相亦 为取自他之差别相所修之有相善 故意称相善 无漏善则为断除烦恼之初世间善 依此并不招感未来之果报 此无漏善意味得涅槃菩提之善 二 指止善 行善 据智以法界次第出门卷上之意 指习恶行 称为止善 属消极之善 反之 积极修行 圣德 称为行善 前者如不杀身 不偷盗 后者如放身 不失等 三 指定善 善善 据官无量寿经书卷本 善导之官经书玄义分等载 心智集中而止住妄念 依此定心所修之善根 称为定善 反之 以散乱之平常心 费恶所修之善根 称为善善 善导以日官等十三官为定善 而以三福 九品之行为善善 二三善 一 指示福 戒福 行福等三福 右座是善 世俗善 戒善 行善 一善导观经书续分一载 是福指中性孝涕之道 戒福指戒法 行福指大臣自行化他之行 二 指出善 中善 后善 有各种解释 大方广宝窃经卷中列举身文之三善 以身 口 意三善行为出善 戒 定 慧等三学行为中善 空 无相 无愿等三三昧解脱法门为后善 令如法华经之叙分 正宗分 流通分等三分 三段 意为三善 三四种善 据据舍论卷十三载 四种善即 一 圣意善 直涅盘 二 自信善 为本质之自体善 即止无贪 无甜 无痴之三善 根即惭 愧 三 相应善 只与自信善相应之善心 心所 四 等其善 只与自信善相应所引起而成为生 与二业之善 即四相 得 而无心定 与四种善相反者 则为四种不善 即圣意不善 自信不善 相应不善 等其不善 四七种善 一 据据舍论光纪卷二载 七种善即 一 深的善 指先天之善 二 闻善 指由闻法所得之善 三 思善 指由思维所得之善 四 修善 指由禅定所得之善 以上之善 均属加行的善 五 学善 指有学位所起之善 六 无学善 指无学位所起之善 七 圣意善 即指涅槃 此中 前四者乃见到 出身无漏制之位 前凡夫所起之善 即有漏善 后三者未见到以后之善者所起之善 即无漏善 二 法华文句 绘本 卷七举出顿教之七种善 即 一 十善 又作十节善 指顿教之序分 正宗分 流通分之善 二 义善 指顿教了义之理 具有义义深远之善 三 与善 指顿教之说法 具有言语巧妙之善 四 独一善 指顿教为唇一无杂而不共二胜之教 五 圆满善 指顿教总含戒内 戒外之法 未完全圆满之教 六 调柔善 指顿教不极端而偏颇于一方之善 七 无缘辞善 指顿教具有清净 无缘之慈悲相 五 十一善 为大臣为十宗所立十一种善之心所 即兴 残 愧 无贪 无甜 无吃 情 清安 不放逸 行舍 不害 六 十三善 据大臣阿皮达摩杂集论卷三所具 十三善集 一 自信善 指前数性 残 溃 等十一善 二 相属善 只与自信善相应之其他心所法 三 随逐善 指善法之习气 四 发起善 指身与二叶之善 五 第一意善 指真如 六 身的善 指由思维加行而起之善 七 方便善 指闻正法而身如理作义之善 八 现前供养善 指供养如来之善 九 饶益善 指以四设法饶益友情之善 十 影射善 指以师界等服业来影射身天之一手 获得涅槃之音之善 十一 对质善 指厌坏对质 断对质 持对质 远分对质等各种对质 十二 寂静善 指断尽一切烦恼 等涅槃寂静之无漏善 十三 等流善 指由寂静之增上力 而发起神通等之功德法 此外 凡夫所修得之善根 杂有贪 甜 吃等烦恼之毒 故称为杂毒善 又净土宗对于他历念佛以外 凡自立之善根 均称之为杂善 杂阿含经卷二十九 法华经卷一续品 大皮婆沙论卷五十一 卷一四四 成为石论卷五 卷十 品类族论卷六 大制度论卷三十七 阿皮弹甘露味论卷上 杂阿皮弹心论卷三 聚舍论卷十五 顺正理论卷三十六 良意设大臣论是卷十三 菩萨戒一书卷上 大臣一章卷七 批四千八百七十三 善人禅 为九种大臣禅之地五种 能含射一切善法 为大善根众生所修之禅定 分为五种 一 不畏者 为此禅定不乐者于禅定之味 二 慈心惧 为爱念众生之心与禅定同时产生 三 悲心惧 为悲悯众生之心与禅定同时产生 四 喜心惧 为欢喜众生离苦得乐之心与禅定同时产生 五 舍心惧 为无增无爱之品等心与禅定同时产生 法华玄一卷四上 法界四地出门卷下 参阅 九种大禅 一百五十二 批四千八百七十五 善女人传 凡二卷 清代彭济清传 收于万绪藏第一五灵册 吉禄古来妇女归一三宝 而已有家御者之世纪 卷上收羊韶华 济世等八十人 卷下收人孝徐新皇后 夏云英等五十八人 批四千八百七十五 善化寺 位于山西大同南渝 俗称南寺 创建于唐开元年间 七百一十三 七百四十一 原称开元寺 五代进出改称大普恩寺 后遇辽宝大之乱 寺中建筑大半毁于冰火 至今大定年间 一千一百六十一 一千一百八十九 圆满和尚重修 共修复三大殿 东西两殿 罗汉堂 文书阁 普贤殿 钱殿 山门等八十余间 明镇统十年 一千四百四十五 代用和尚奏请藏经 又加整修 改名善化寺 本寺镇殿大雄宝殿 为辽带遗物 由殿内中央五间 佛坛上之五方佛 及二十四诸天塑像 守法官之 可推定一位辽 经时代遗物 山门为经代天会 黄统年间 一千一百二十三 一千一百四十八 所见 山门左右各宿二天王像 门内东北侧有经大定十六年 重修大普恩寺之碑祭 P4875 善有七世 指菩萨是现于世间 为利乐一切众生所为之七世 善有 正直而有得行之有 四分律卷四十亿级列举词等 善有之七法 特称谓 轻有利益辞明 能言经书卷十七有详细之禅论 即 一 遭苦不舍 指菩萨运大悲心 怜悯六道众生受诸苦恼 故随类现行以开示之 助众生脱离苦恼 并于替代众生受苦时 其心亦无弃舍 二 凭见不清 指菩萨运平等心 见众生虽无功德 法才以自庄严 然知其本有之法身 实无得不备 故心常爱念而不生轻满 三 密室相告 指菩萨见众生本性原名 然被一切课程烦恼所引附而不彰显 故委婉相告 令其觉知本性 四 地相复藏 指菩萨见众生善根未真成熟 不能生性时道 故事以权宜之法 待其善根成熟时 则以真如实理事之 五 难做能做 指菩萨为诱导众生 于人所难为者 皆能为之 故虽生者必依 守之奋气而不以为贫贱 六 难与能与 指菩萨以所体悟之真理 方便教化一切众生 而心无令习 七 难忍能忍 指菩萨见众生应作不善业而堕于恶道 及其哀悯之心 方便度脱之 虽经多节之长时间而心无退转 批4875 善心 善心 至于残 窥二法及无贪无甜 无痴等三善根相应而起之一戒心 心锁 纳仿 那先比丘 金卷上 大三二六九七上 以善心念正法 以 大方便佛报恩 金卷六 批48116 善月 亦指一年中正月 五月 九月等三常斋月 于此三月 经持常斋 行善事 故称善月 据赤修百账 清规卷上 助理章善月条载 禅愿于善月之前一日 为那应令唐司行者 赴报助持 库司 挂善月 排于殿门前 并置被金丹 轮叉森不等 每日明大中 登殿看金助赞 敬月而彼 参月 三斋 六百八十七 神通月 四千两百五十二 二 一千一百四十九 一千两百四十一 南宋天台宗森 四明定海 浙江正海 人 俗姓芳 自光远 号柏廷 善月 为其法明 参月 柏廷 三千八百四十六 批四千八百七十六 善事院 明初 统领佛教 教之机构 据太祖 十路卷二十五 载 鸿武 元年 一千三百六十八 真月 设立善事院 以灵 济宗大会 派僧 会 谈 绝 原 统领 世教之事 并立玄教院 以道士 经善月 统领 道教之事 盖善事院设于南京龙和大龙祥及庆寺内 该寺于同时改称大天界寺 通称天界寺 有太祖所书 天下地义禅灵 知四俄 会谈寿从二品语 眼泛善事立国崇教大禅师之号 任天界寺住持 福子一 统领诸山寺教之事 洪武四年 天界寺改称天界善事禅院 洪武五年改称善事法门 至洪武十四年十二月改革善事院 于十五年并入新成立之僧路司 同年四名义改称善事院 寺内设至僧路司 以界资任左善事 宗乐任右善事 洪武二十一年天界寺遭大火 僧路司乃一致天喜寺 天界寺之寺旨意一致陈南 人称天界善事禅院 精灵犯沙至卷十六 卷三十九 事件基古略续集卷二 明高僧传 古经图书及成博物会 编神一点地六十四 事教部会考六 明代僧观 龙池清 知纳佛教史学四之三 批4876 善事禅师 为明代僧观之名称 太祖洪武元年 1368 于南京天界寺设立善事院 以管理佛教事务 会谈为第一代之善事禅师 洪武十四年六月 设有正六品观佐 又善事二元 以都建寺院僧众之为法犯过者 又于洪武二十二年 下诏赋予善事禅师刚至天下诸山之职权 盖以左王刚而礼道 为其最大目的 事件基古略续集卷二 批4877 善巧 善良巧妙之意 指佛菩萨教化众生之方法 巧妙 又做善权 为善巧方便 范阿批亚 因一座语和聚舍罗 之略称 佛菩萨为顺应众生之能力素质 而运用种种方便 化他之说法方法 巧妙设取教化众生 称为善巧设化 为适应众生 而巧妙运用种种方法 以救度之 此种方法 则称善巧方便 大宝基金卷五十一 法华义书卷四上 参阅 方便 一千四百三十五 批四千八百七十七 善巧安心 天台宗时圣观法之第三种 为善巧安心指观之略称 为巧妙运用指观 使心安住于法性之中 此一观法 除上根者外 为中下二根必修观法之一 磨合指观卷五上 参阅 十圣观法 四百六十三 批四千八百七十七 善本得本 善本与得本之并称 一般只功得善根之本 此二者之意义 有同与不同 有同与不同 二说 又本 自解位 原因 知一时 得胜果之善根 功德 称为善本 得本 解位 根本 知一时 以一切善法 功德之根本 称为善本 得本 常阿含经卷九 法华经卷八等 皆以善根功德之基 及为善本 得本 法华经卷一及阿佛国经卷下 则以实相真如或称念佛名为善本 得本 亦为众善万德之根本 即分别表示此二亦概天台宗系以般若能证之志 照明 实相真如 所证之理 为善本 得本 而在日本净土真宗 则以阿弥陀佛之名号为一切善法之本 故称善本 又至得成满 重或皆转 故意称得本 即关于阿弥陀佛之名号 虽有圣道门 净土门等自立 他立之差别 然于诸善万德之根本则并无二致 日本净土真宗即根据无量寿经所说之 善本得本 而以之为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中 第二十系念定身愿之真门修行者所修之名号 专赖此一善本得本之功能 以达其往生之愿 法华文句 绘本 卷十二 卷三十 险净土方便化生土文类 P4877 善生 华文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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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 film 所奉之本尊系清明天皇十三年, 五百五十二, 从印度、中国、百计等三国辗转传来之阿弥陀佛像, 为日本最古之佛像。 推古天皇十四年, 六百零六, 姓农国伊奈俊宇昭村麻基里人本田善光, 自南波迁阿弥陀佛像归乡里, 安置于家中, 皇籍天皇元年, 六百四十二, 移至水内郡玉景香, 经常也献止, 是未见四肢滥伤。 经之堂舍乃以德川是为其外户所建, 有经堂、山门、仁王门、 经藏、钟楼、钟灵殿、 大劝敬、大本院等殿语。 其中,大劝敬位于山门之西, 为僧院、蜀天台宗、 内佛殿安置经同前吏之本尊, 大本院位于仁王门西侧, 为尼院、属净土宗, 本世殿安置阿弥陀如来。 中世以后, 本世以阿弥陀佛之信仰超越其他宗派之上, 经由大劝敬与大本院共同管理。 十戒超卷下, 圆平圣衰迹卷九, 四剑卷上, 善光寺草创考, 喜田征集, 历史地理第34-6, 第35-2, 批4878。 善因寺, 位于查哈尔多伦诺尔城西北端, 林静慧宗寺, 又称西庙, 清寺。 据大清一统治卷四零九之二载, 此寺系清室宗于雍正五年, 1727, 追怀圣祖驻碧前击而见。 第十五是张家乎图克图罗赖毕多尔吉, 桑罗, 帕IRDORJ, 首任该寺住持, 曾与登基前之高宗清交, 编辑大藏全咒等。 第十六, 17, 19是监管善因, 会宗两寺。 四支建制盖同于会宗寺, 有大雄宝殿, 天王殿, 钟楼, 鼓楼等。 大雄宝殿奉至本尊世家相, 宗喀八相集结摩曼图罗斯坦, 殿前八角堂并收有雍正地狱至碑。 附属于该四支佛仓, 忽图克图之住屋, 既有纳穆喀忽图克图仓, 动尔忽图克图仓, 额目西乎必勒喊仓等三仓, 官仓, 司长四支财政, 法药等则有大吉瓦仓, 图木图仓, 灵仓, 农仁仓, 桑对仓等五仓。 内蒙皇教调查记, 天纯, 蒙藏佛教史, 妙周, 满蒙喇玛教美术解说, 意见眉容, 众也伴四郎, 蒙古喇玛教, 桥本光宝, 蒙古学问四, 常伟雅人, 参阅, 慧宗四, 五千四百四十三, 批四千八百七十八。 善戒经, 请参阅菩萨善戒经。 善助, 以范语, 苏普提一套, 安定, 安助之意。 如常念, 广大保楼格善助秘密陀罗尼, 者, 由于此陀罗尼具有大威神力之故, 能成就殊胜功德, 并使闻此陀罗尼之众生, 常或安乐, 远离诸恶趣。 广大保楼格善助秘密陀罗尼经卷上, 二, 元代森, 自无柱, 别好云屋。 曾居于无都知报恩寺, 闭关念佛, 修尽土行。 这又安养传。 又功于诗, 美于仇远, 白挺, 于吉, 宋记诸人往返仇畅, 有骨响及行事。 四库提要卷一六六, 批四千八百七十九。 善助天子, 为刀利天诸天子之一。 据佛顶尊圣陀罗尼经载, 善助天子与诸大天人, 天女于圆观游乐, 事业, 空中有身, 为善助天子七日后必死, 将其反言福提寿身为畜身, 复寿地狱重苦。 天子闻之, 大感经部, 请示于帝试天。 帝试天以重重花蛮, 天一等广大公养, 致指缘经舍求救于佛, 佛乃为其说佛顶尊圣陀罗尼, 令善助天子诵之, 以言受转难。 批四千八百七十九。 善男善女, 为善男子, 泛kula, putra, 善女人, 泛kula, dhita, kula, dht, 之简称。 极致良家之男子, 女子。 经典中称呼在家众常用词称, 善, 系对信佛文法而行善业者之美称。 圣蛮经中强调善男子, 善人之见谓舍离我之我义, 至心归命于佛, 窥姬之弥陀, 精通赞位, 善男子, 善女人乃伴语之幽婆赛, 幽婆仪, 即持五戒之在家男女。 另有一说, 如杂寒经卷三十中极对比邱义称善男子。 幼大臣经典中, 对菩萨称善男子, 对比丘则称其名, 其力甚多, 但有时异议, 善男子, 呼比丘。 明爱诸佛于阿弥陀经书中, 幼、善, 自举出二意, 亦为素身之善因, 亦为精身之善类, 男女, 通指资素利盾及六道中一切有情之众生。 此因一切男女, 经得听着, 必因素是中基修善根, 故称善男, 善女。 后知著世家多依此二说, 又善男善女通常亦称, 善男性女, 经为一般信徒之通称。 杂阿含经卷三十一, 十法经, 圣蛮狮子后一臣大方便方广经真子章, 无量寿经卷下, 梵文法华经寿学无学人祭品, P4879。 善见天, 善见, 泛名苏达安娜, 巴利名苏达桑娜, 因一座修提舍纳, 虚托诗尼, 虚达里舍纳, 虚托诗。 未色界十八天之一, 五境居天之第四。 又座大善见天, 善好见天, 善观天, 快见天, 妙见天。 纸色界第四禅中第二位之天。 此天以定力殊胜而所见清澈, 故称善见。 又指地是所居善见臣之宫殿。 据历世阿皮谈论卷七载, 由最上品四禅相应之夜, 恭敬勤修, 杂绝分之所熏修, 因此夜而生善献天, 十倍于此, 则生于善见天。 杂阿皮谈心论卷二, 张所知论卷上等, 为此天寿量达八千节, 生长八千由循。 诸经论中令有寿长四千节, 四十节, 千五百大节等说。 长阿寒经卷二十刀立天平, 大楼探经卷一, 卷四, 启士经卷一, 卷七, 历世阿皮谈论卷六, 顺正理论卷二十一, 吉义门族论卷十四, 参阅, 五进居天, 一千一百五十, 色界, 两千五百四十五, 批四千八百八十。 善见绿皮梭沙, 八立名, Cementic Estic, 凡十八卷, 南齐森加巴陀罗裔, 又称善见论, 皮婆沙律,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四册, 本书为小城绿部武论之一, 注释西兰上座部所传之绿藏。 卷一至卷四叙述第一, 二、三次经典之杰吉, 吉律藏之传池与阿玉王之子摩审陀至西兰部教之事。 卷四以下主要注释四分律, 分比丘界, 比丘尼界, 千驼加, 大德设立符问幽玻璃律乌出品等四篇。 本书与南传八立本一切善见律, Cementic Estic, 即八立律藏之著誓书, 细西元五世纪初, 佛音论诗于西兰传书而成, 比照之下, 不一致之处颇多, 故不宜直接以八立本一切善见律式为本书之原本, 但可确定本书系基于八立本一切善见律而来, 盖为八立本之超译本。 又有本书所记之波译提法有九十条, 在众学法中又附计有关佛塔之条文, 显见细受四分律之影响而增加者, 或为本书即为注释四分律者。 但因本书注释之语句长语四分律不相吻合, 故学者兼亦有持反对意见者。 据历代三宝纪卷十一载, 三藏法师, 或系指佛因, 曾携绿藏至广州, 赋予弟子森加拔陀罗, 永明六年, 四百八十八, 森加拔陀罗与沙门森一共亦于竹林寺。 是即本书传译之时末。 该书并为森加拔陀罗以香花供养绿藏, 而典下一典, 表一年, 共得九七五典, 即所谓, 众圣典计, 之说。 此外, 巴力本一切善建律于日本大镇十三年, 一千九百二十四, 以后, 由高南顺次郎, 长景真情和立教定出版。 其著书有巴力本至 S-Rathad-Pony, K。 初三藏纪集卷二, 卷十一, 法经路卷五, 开元式教路卷六, 大藏圣教法保标目卷八, 致元法保堪痛总路卷八, 律宗纲要卷下, 根本佛典研究, 长景真情, P-4880。 善建成, 为于须弥山顶刀立天之中央, 为帝是天所驻之功臣。 右座喜剑臣, 天地是臣。 据大皮婆沙论卷一三三, 据舍论卷十一载, 善建成四面纵广各二千五百游巡, 高一游巡版。 其地平坦, 乃真经所成, 以各种杂宝言式, 地面柔软如兜罗绵, 为风吹去尾花, 散布新花。 城有千门, 有五百清衣要插神防守。 城中有大书圣殿, 以种种妙宝庄严。 城之四语有四台观, 由金银等四宝所成。 城外有种车, 粗恶, 杂林, 喜林寺院, 周桓各千游巡, 为诸天游戏之处。 城外西南并有善法堂, 诸天重于三斋日齐吉此堂, 便名人, 天之善恶, 并制服阿修罗。 长阿涵经卷二十, 启示经卷六, 正法念处经卷二十六, 幽婆赛借经卷一余加诗的论卷四, P4881。 善来, 一范语Svgheta, 巴利语Sgheta, 因一座沙解脱, 沙皆多, 娑婆皆多。 为印度比丘欢迎来客所用之客套语, 即, 其来正好, 之意。 南海济规内法船卷三客旧相遇调剂在印度四众之礼法, 凡弟子门人等应先对来客说, 沙皆多, 客及达, 苏沙皆多, 范Svgheta, 一座即善来。 佛陀对比丘称, 善来比丘, 时, 该比丘及的巨族界, 此位, 善来的, 为实众的界缘之一, 细献于世尊义人特寿之作法, 即有比人之愿力与佛陀之威神力, 佛像欲出家之人称, 善来比丘, 比人即为沙门, 具备替法语者加沙之乡, 的巨族界。 善来比丘, 依语使用于娇晨如等五比丘归一世尊时。 具善见绿皮婆沙卷七载, 佛世时依此法而得戒者, 凡一千三百四十亿人。 四分绿载有名字比丘, 相似比丘, 自称比丘, 善来比丘, 祈求比丘, 者歌戒一比丘, 破戒使比丘, 受大戒百四戒魔如法成就的处索比丘等八种比丘, 此列第四, 为巨族界作法制定前出家形态之一。 增益阿含经卷十五, 大二, 六二一下, 诸佛常法, 若称善来比丘, 便成沙门。 世时世尊告嘉业曰, 善来比丘, 此法为妙, 善修犯行。 世时嘉业及五百弟子所者衣上净便作夹杀, 头发自落, 如四剃法, 已经七日。 中阿含卷九首长者经, 佛本行及经卷三十四, 皮尼姆经卷一四分绿卷三十二, 五分绿卷十五, 摩赫森指绿卷二十三, 十颂绿卷五十六, 萨婆多皮尼皮婆沙卷二, 巨舍论卷十四, 二范名SVGATA, 八利名SGATA, 右座娑婆皆多, 沙加陀, 修加陀, 佛世之比丘明, 为威娇闪皮国, 八扣森, 施收摩罗山, 犯SUSAMRAJARA, 浮屠长者, 犯BOTHA, 之子, 以资性薄浮, 荡尽家产, 赖行其为生, 人称俄来, 犯DURGATA, 后遇世尊, 世尊教其以清莲花公僧, 乃亦前身曾修清处官, 其后又闻世尊演说妙法, 正得出果, 遂替法出家, 发永猛心, 中正阿罗汉果, 世尊命其智师收摩罗山调服毒龙, 师至龙处, 入火光定, 以神通力调服之, 后至世罗伐臣, 受义婆罗们供养, 不知饮江中颤酒, 饮之罪卧于的, 世尊未说饮酒之过, 此即至饮酒戒之起因, 增益阿含经卷三, 无量寿经卷上, 阿罗汉巨德经, 沙河比丘功德经, 有不皮奈耶卷四十二饮酒学处, 四分绿卷十六, 批四千八百八十一, 善业经, 权益卷, 唐带义敬义, 收于大正藏第二十一册, 此经细因三十三天中之沾谈天子为利益众生, 岁教比丘至佛处请说, 始闻者贤断烦恼, 宿正菩提, 善业, 知名, 为此经之功德能令恶梦, 显难等不祥远离, 批四千八百八十二, 善定, 指一般修行者自我修行, 四地修学佛道, 而正得色界之禅定与无色界之禅定, 色界天与无色界天皆各有四种禅定境界, 合称为四禅八定, 解脱道论卷二, 参阅, 四禅, 一千八百四十三, 四禅八定, 一千八百四十五, 批四千八百八十二, 善性, 亦为三性之一, 又作善, 指一切诸法性质之分类中, 其性质为善者, 据称为时论卷五载, 凡能顺义此事及他事者, 称为善, 智如人, 天之乐果虽能顺义此事, 但不能顺义他事, 故不称为善, 于六转时, 眼, 耳, 鼻, 蛇, 身, 亦六十, 中, 凡语性, 残, 溃, 无贪, 无甜, 无痴, 精进, 清安, 不放逸, 行舍, 不害等相应者, 均属善性, 据舍论卷十三意举出善性有四类, 其中, 圣义善指责灭涅盘, 自性善指残, 溃及无贪, 无甜, 无痴等三善根, 相应善指与自性善相应而其乃成善性之心王, 心所, 等其善指由自性善及相应善所引起之善性, 大皮婆沙论卷五十一, 成为十论卷三, 顺正理论卷四, 巨舍论光继卷十三, 参阅, 三性, 五百六十三, 善, 四千八百七十三, 二凡夫二种性质之一, 为, 恶性, 之对称, 即止性质善良, 堪入于世间, 出世间之道者, 大智度论卷八十八位, 善恶恶性之果报大别, 恶性堕于地狱, 恶鬼, 畜生等三恶道, 善性责的人, 天, 阿修罗, 涅槃道之果报, 善导于观念法门一书中举出善性人分为五种, 即舍恶行善, 舍邪行政, 舍虚行识, 舍非行识, 舍违行真, 并为此五种人设若归依佛法, 则能自立立他, P4882, 善法, 泛与Qualdarn, 只合乎于善, 之一切道理, 即止五戒, 十善, 三学, 六度, 为, 恶法, 之对称, 五戒, 十善为世间之善法, 三学, 六度, 为出世间之善法, 二者虽有深浅之差异, 而皆为顺理意识之法, 故称为善法,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奈耶杂事卷三十五, 大二四, 三八二下, 国界人民, 日渐增长, 善法无损, 往生要集卷中, P4883, 善法派, 巴黎明嫂的曼尼克尔, 为缅甸上座布佛教派别, 前身为全禅派, 得名于孟云王, 波多佩尔, 1782, 1819在位, 召开知善法法师会议, 闽东王, 明登, 1853, 1878在位, 时期, 称为永派, 阿云派, 大众派, 干派, 后于师博王, Fibber, 1878, 1885在位, 时期, 与瑞秦派分裂而正式成立, 契经人为缅甸最大之佛教派别, 其教义特重基德行善及夜报, 戒律教宽, 可安私求获费岁不拼臣之僧依, 亦可接受信徒不失之钱财, 最高机构为善法法师会议, P4883, 善法堂, 位于须弥山顶善建城外之南角, 位刀天诛天众之集会所, 每逢三摘日, 天众集于此堂, 详论人, 天之善恶, 并制服阿修罗, 依其是经卷六所在, 此堂纵广各百游巡, 有七众兰神, 七众灵网, 皆为七宝所成, 四方诸门皆楼鲁台关, 亦为七宝所成, 其地位清流离宝, 柔软细滑, 处之儒家沾灵提依, 堂中央有一宝柱, 高二十游巡, 驻下设地试天之座, 高一游巡, 方半游巡, 左右各有十六小天王之座, 右大唐西玉记卷四载, 如来往昔曾居于此堂, 为其母说法, 长阿含经卷二十,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十二, 巨舍论卷十一, 碧言录第八十九则, 批四千八百八十三, 善法御, 泛语Kuallodharma, Kanda, 指缘无漏法而起之贪欲, 巨舍论卷十九, 大二九, 一零二中, 若缘无漏, 便非过失, 如善法御, 不应舍离, 忠略, 驻下地, 心求上帝, 是善法御, 非未随眠, 然窥基之臣为十论数计卷六末, 大四三, 四四四上, 萨婆多诗原无漏滩, 是善法御, 经大臣说, 爱佛, 贪灭, 皆染污收, 即以善法御为小臣之善, 大臣则认为皆细染污, 瑜伽诗的论卷二十一, 批四千八百八十四, 善法骂, 假疾善事来毁辱人或讽刺人, 称为善法骂, 如说, 你是大善人, 反之, 以恶法骂人者, 称为恶法骂, 如说, 你是畜生, 四分率山凡捕鹊形式超卷中三之一, 批四千八百八十四, 善知识, 范与凯利安玛塔, 巴利与凯利安玛塔, 因一座家罗密, 加里耶囊密达罗, 指正直而有德行, 能教导正道之人, 又做知识, 善有, 亲有, 慎有, 善亲有, 反之, 教导邪道之人, 称为恶知识, 巨大品般若经卷二十七长体品载, 能说空, 无相, 无作, 无身, 无灭之法及一切种智, 而使人欢喜幸乐者, 称为善知识, 华言经入法界品技术善才同子于求道过程中, 共参访五十五位善知识, 一般做五十三位善知识, 即上至佛, 菩萨, 下智人, 天, 不论以何种姿态出现, 凡能引导众生舍恶修善, 入于佛道者, 均可称为善知识, 又是是要揽卷上隐于家师的论, 举出善知识具有调福, 寂静, 祸除, 得增, 有勇, 经负, 绝真, 善说, 悲生, 离退等十种功德, 另据四分律卷四十亿载, 善清有须具备难语能语, 难做能做, 难忍能忍, 密室相告, 地相附葬, 遭苦不舍, 贫贱不清等七个条件, 即所谓, 善有七事。 经论中如举善知识之各种类别, 据至已知磨合指观卷四下载, 善知识有如下三种, 一, 外护, 只从外护欲, 使能安稳修道, 二, 同行, 只行动与共, 相互策利, 三, 教授, 只善巧说法, 据原辉之据舍论诵书卷二十九载, 与法者位上亲有, 与才, 法者位中亲有, 仅与才者位下亲有, 以上称为三有。 华言经探玄记卷十八亿举出人, 法, 人法和辩等三种善知识。 就华言经卷三十六离世兼品则说十种善知识, 即, 能令安住菩提心善知识, 能令修习善根善知识, 能令就近诸波罗密善知识, 能令分别解说一切法善知识, 能令安住成熟一切众生善知识, 能令具足便才随问能达善知识, 能令不着一切生死善知识, 能令于一切皆行菩萨行心无厌倦善知识, 能令安住菩萨行善知识, 能令深入一切佛至善知识。 杂阿含经卷二十七, 卷三十六, 卷四十五, 中阿含卷十集为比丘说经, 长阿含卷五蛇尼沙经, 增益阿含经卷十一善知识品, 施加罗月六方礼经, 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三, 法华经卷七妙庄严王本十评, 大制度论卷七十一, 卷九十六, 参阅, 知识, 三千四百六十六, 批四千八百八十四。 善知识魔, 为识魔之一, 为于自己所得之法, 起执着千令之念, 而不能开导于忍者。 旧华言经卷四十二离世兼品, 大九六六三上, 善知识魔, 于比身者心故。 参阅, 十魔, 五百零四, 批四千八百八十五。 善信尼, 为日本第一位比丘尼。 大河安部村主司马达等之女, 俗名道。 闽达天皇十三年, 五百八十四, 师十一岁, 从高丽僧会变得度。 大臣苏我马子曾营造佛殿, 迎新罗传来之弥勒菩萨一尊, 功于四中, 聘其主之。 后遇悟不守屋, 忠臣圣海等废佛, 师利夺三一, 曾受禁锢吃打。 其后长治百计学习戒律。 反日后, 居于阴景寺, 度化尼众。 纪念不详。 日本书记第二十, 第二十一元亨氏书卷十八, 批四千八百八十五。 善哉, 泛语, S-D-H-U, 八粒语童。 因义作杀度, 缩度, 撒。 为气和我义之称探语。 又作好, 善, 善成, 胜, 完, 正。 悬应应义卷十七以, 撒, 为, 缩度, 之而略。 古印度于开会议诀之计, 表示赞成时皆用此语, 又是尊或其他诸佛于赞同其弟子之意见时, 亦发此语, 如无量寿经卷上, 大一二, 二六六下, 佛言, 善哉。 阿难, 所问甚快。 此外, 持戒做法十亿用之, 根本说一切有不百一截魔卷一, 大二四, 四五六上, 缩度, 意味善, 凡是做法了时, 即随时白是皆如是做, 若不说者, 得月法罪。 法华经卷七妙音品, 大品般若经卷二, 三甲品, 根本说一切有不百一截魔卷八, 大制度论卷五十三, 南海济规内法传卷移玄音音卷二十, 翻译名义集卷五, 批4885。 善律仪, 善之律仪, 又称律仪, 犯S.A.F.R.A., 善戒, 为, 恶律仪, 之对称, 律仪, 指律法仪式, 戒律, 善律仪, 即止受戒者所得之五表色, 有防非止恶之功能。 比丘戒, 比丘尼戒, 六法, 沙弥戒, 沙弥尼戒, 幽婆塞戒, 幽婆仪戒, 八斋戒等别戒脱律仪, 能遮止各种不律仪, 定供戒及到供戒二者, 能断欲禅之恶戒及能起恶戒之烦恼, 此三者总称谓善律仪。 据大皮婆沙论卷九十六载, 善律仪仅存于欲, 色二戒, 不存于无色戒。 此因三戒之中, 仅在欲戒, 色戒具有各种恶戒之法, 无色戒则应相对于欲戒之恶戒而言, 具有所依远, 所怨远, 行相远, 对质远等, 四远, 作用, 故无恶戒之法, 既无恶戒, 亦无所谓, 对质, 知识, 随之亦无善戒可言。 大皮婆沙论卷一一七, 巨舍论卷十四, 卷十五, 杂阿皮弹心论卷三, 顺正理论卷三十六, 卷三十九, 四分律山反捕却形式超卷中一, 大乘一张卷十二, 批4885。 善思童子经, 凡二卷, 随代蛇那绝多亿, 收于大阵藏第十四册, 本经记载佛陀入皮耶利尘起时, 至皮摩罗杰利车家, 有善思童子, 以其素根所勋, 献花礼佛, 是成菩提, 佛陀乃为其说法, 祭达网还, 童子遂正无身人。 此外, 西境主法护所义之大放等顶王经, 及梁戴月婆首那义之大臣顶王经, 皆为本经之同本义义。 批4886。 善昭, 947, 1024, 宋代灵纪宗森, 太原, 山西, 人, 俗姓于, 少有大智, 于一切文字常能自然通晓, 十四岁时父母相继去世, 岁替法寿巨族界, 游历诸方, 参访七十一位朔德尊宿, 致辱周守山参审念禅师而大悟, 四岂法。 后游恒乡, 乡免之间, 俊守利妖, 请祝诸明差, 师皆不允。 及守山审念入祭, 方应兮和道俗之请, 祝焚阳太子院, 广说宗耀, 以三句四句, 三诀, 十八唱等级用作, 皆化学人, 明正义时。 师族不出户达三十年之久, 道俗义众, 不敢直呼其名, 而以, 焚阳, 称之。 宋仁宗天圣二年世纪, 世寿七十八。 世号, 吴德禅师。 有焚阳吴德禅师语录, 焚阳禅师语录, 焚阳禅师语录等传世。 景德船登陆卷十三, 天圣广登陆卷十六, 建中靖国序登陆卷一, 禅林森宝船卷三, 连灯会药卷十一, 武灯会员卷十一, 佛祖历带通载卷十八, 批4886。 善心, 泛名苏纳Kedra, 巴黎名苏纳Kedra, 因一座虚纳赫多, 虚纳沙多罗, 又座善诉, 细世尊为太子时所生之子。 出家后, 断玉戒之烦恼, 发的第四禅定。 后因清净恶友, 退世所得之解脱, 认为无涅槃之法, 其否定因果之邪见, 且对佛陀起恶心, 以身身堕于无间地狱, 故称为产提, 即不成佛之意, 比丘, 又称似禅比丘。 法华玄暂卷一末, 大三四, 六七一下, 又经云, 佛有三子, 一善心, 二, 幽婆摩耶, 三, 罗, 故涅槃云, 善心比丘, 菩萨在家之子。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三十三, 批四千八百八十六。 善修, 一千五百四十三, 一千六百一十五, 朝显禅僧。 代方, 杨树, 全罗北道南原, 人, 俗姓经。 豪福修, 俱白骨处能知红绝灯皆悲鸣并序, 收于朝显佛教通史上边, 宰之右随, 随头流山, 至一山, 知信法师, 之乌家, 参业福荣林官而得证。 其人身长腹大, 修眉风夹, 然仅存左手。 得法后, 便揽向国鲁守圣之藏书。 佑善书道, 墨迹强劲俊秀, 与松鱼为正吉明, 实人称为, 二南。 丰臣秀吉入清之时, 隐于德玉山, 乱平后赴家山海映寺, 惠明将礼宗臣。 曾为国王光海军讲说法要, 王赐以紫兰方袍, 碧林长枕, 缘起重如, 金刚念珠等, 并于凤印寺设斋位阵。 斋碧归山, 僧俗真相问道者达七百余人。 光海军七年, 1614, 明神宗万历四十二年, 从曹西之松广寺千居七佛寺, 一年世纪, 世寿七十三。 门人涂皮之, 并于海印、松广、七佛、 百丈等四处建塔, 安置灵谷。 必言决信寿师父法, 未知编辑师文集, 及福修堂集五卷。 礼朝中其以后之朝显禅宗系统仅限于西山, 福修两师之法系。 近年来, 福修之法系传承于智义山等处。 松广寺寺院世纪碑, 收于朝显经时总览下, 朝显禅教使, 呼华谷快天, 礼朝佛教, 高乔亨, P4886。 善书, 及宣说伦理道德而劝人为善之书。 其内容以佛, 如, 道三教之因果报应, 劝善成恶等思想为主, 历来普遍流行于我国民间。 其性质及具数明性, 故比佛, 如, 道之正规经典更亦为民众接受, 并依之确立其伦理目标及生活规范。 善书之修文, 编撰, 注解, 印刷出版等之工作者, 多位知识阶级或地方士生, 故通常被称为善人。 于善书中, 有署名者, 亦有假托由神仙降灵之机笔所成而不署名者。 其中以太上感应篇, 文昌帝君英志文, 观圣帝君爵士真经等三书流通最广, 号称民间宗教之三圣经。 三书之中, 又以太上感应篇最具代表性。 此三书于明清之后, 建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与宗教信仰之重要支柱, 而将三圣经中所说之德目实践化者, 即为, 功过格, 一类之善书。 功过格类之善书中, 以太为先君功过格, 最具传统权威性。 此外, 原了凡, 1535、 1608, 知音智禄, 又称了凡四训, 则为实践功过格之实际记录, 对于明清以来之民间宗教信仰, 具有极深远之影响。 一部和刊出版之善书, 若具足上举之三圣经, 太为先君功过格, 即因智禄, 则堪称为具有代表性之善书。 历代以来所流传之善书, 多达千万种, 乾隆五十四年, 1789, 善人刘山英编辑发行, 信心应验录, 其内会及各种重要之善书, 共分九卷, 所收善书约一五零种, 此种会编而成之善书, 从书籍受民间欢迎。 又明代以后所堪行之善书, 大多集取当时盛行于民间之, 辩文, 而广为留步。 P4887 善根, 范语Kuola, MLA, 巴黎语Kuizala, MLA, 又作善本, 得本, 即产生诸善法之根本。 据中阿含卷七大居指罗金载, 比丘之善, 知善根, 是未成就见, 得正见, 于法的不坏境, 入于正法中。 无贪, 无甜, 无吃三者为善根之体, 何称为三善根? 不善根, 范Okuola, MLA, 则为善根之相反, 贪, 甜, 吃等, 即称三不善根, 或称三毒。 又善法未得善果之根本, 故意可称为善根。 大品般若经卷一续品, 无量寿经卷上, 佛本行经卷五将相品, 悲华经卷八, 旧华严经卷四如舌纳佛品, 大宝基经卷七十八具善根品, 入阿皮达摩论卷上, 良意设大成论是卷七, 参阅, 三善根, 六百二十二, 批四千八百八十八。 善根魔, 为食魔之一, 即贪着自己所修之善法而不再精进之矣, 此魔能障碍正道, 使修行者丧失智慧眼, 故旧华严经卷四十二离世间品位, 大九六六三上, 失善根魔, 心不悔顾。 参阅, 食魔, 五百零四, 批四千八百八十八。 善才童子, 泛名 萨特亨娜, 利亥, 迪罗克, 为华严经入法界品中之求道菩萨, 曾南行参访五十五位善之士, 欲普贤菩萨而成就佛道。 大臣佛教用以作为及身臣佛之力证, 祈求法过程, 则表示华严入法界之各阶段。 据旧华严经卷四十五入法界品载, 善才童子为浮成长者之子, 于入胎及出生时, 种种珍宝自然涌现, 故称之为善才。 其后授文书师利菩萨之教会, 便由南方诸国。 先至可乐国参访功德云比丘, 授念佛三妹们。 祭之, 利访菩萨, 比丘, 比丘尼, 幽婆赛, 幽婆怡, 童子, 童女, 叶天, 天女, 婆罗门, 长者, 医师, 传师, 国王, 仙人, 佛母, 王妃, 帝神, 树神等, 听授种种法门, 中至普贤菩萨道场, 正入无身法界。 据华严经探玄记卷十八载, 善才童子参访善知识具有八亿, 即善知识为鬼犯, 为圣行之源, 破剑蔓, 离细魔, 即成形, 即显位, 显身广, 显缘起, 又为其行正通于见闻, 前身, 解形, 此身, 正入, 来身, 等三身, 而以善才童子之此身为解形身, 即表示善才于此一身之中, 据修实性, 实柱, 实行, 实回向, 实的等五位之行法, 此即, 三身成佛, 之义, 乃曰阁身果报而说三身, 但华言宗令有, 一身成佛, 之说, 为, 三身, 为表示法门分位之语, 实则一身一念中亦有三身, 故主张建文, 解形, 正入三身可各自其一身而成佛, 准此, 善才童子之之成佛岁有三身成佛, 一身成佛而说, 此外, 其参访诸善之世系表示因果见证之先后顺序, 其中, 初遇文书以后至第四十亿人, 表示既位修行之相, 及既十性行及三贤, 十胜之位, 其后十一人表示会员入十之相, 即总会前数阶位差别之源, 而同入于十相之礼, 指清正妙诀, 其次遇第五十三位之弥勒菩萨, 表示设得成因之相, 即设此会员入十之德, 而为一身补处之正因, 其次在遇文书菩萨, 表示制造无二之相, 即出遇文书菩萨为性质之表真, 第五十四次之参访又在遇文书, 为正质之表真, 至此, 即表示善才便求法门之结果 以与本质相应, 明何而无二, 以离能, 所得分别之相, 得以照体而独立。 最后欲普贤菩萨, 表示显应广大之相, 即即以达至正无二, 故言王律觉, 处物皆道, 法法全真, 依正混容, 重重无尽, 举一法即是原因, 一切诸法莫不如此, 是即普贤广大之境界。 有关善才同子求道立成之记赞与图会极多, 如北宋阳节之大方广华言入法界品赞, 中师之五香之试诵, 为白之文书指南图赞等皆是, 异常备用为佛教文学上之体财。 又禅宗寺院常于观世音菩萨左侧, 设置善才同子像, 及取才自其立访明师之过程中, 参业观世音而受教化仪式。 华言经书卷五十五,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三, 卷八十五, 华言五教章卷二, 禅灵象气间第五类灵象门, 参月, 五十三参, 一千零四十八, 五十五善之事, 一千零五十三, 批四千八百八十八。 善鬼神, 指天地之善神, 能护持佛法, 拥护国土。 包括梵天, 帝氏, 帝子, 龙王, 十六善神等。 为, 恶鬼神, 之对称。 据金光明金鬼神品载, 金刚密鬼神之诸王, 善之大将, 禅那英鬼, 锦纳罗, 阿诺达龙王, 沙捷罗龙王, 阿修罗王, 迦楼罗王, 大变天神, 功德天等皆为善鬼神。 此善鬼神皆能自在变化, 力大而勇猛, 长守护世间, 昼夜不离。 无量寿金卷下, 金光明金文句, 绘本, 卷七, 批四千八百八十九。 善间 一千四百九十三, 明代灵纪宗森。 云南昆明人, 俗姓丁。 自古庭。 十一岁于武华寺出家, 法名善贤。 初至金陵参业无计名物, 得是, 万法归一之语, 一日月圆绝经, 豁然有物。 十九岁时参李博言, 岁改经名。 宣德十年, 一千四百三十五, 至贵州雍罗山, 并入四川。 正统年间, 一千四百三十六, 一千四百四十九, 复至龙恩四参无计, 得其心印。 立筑河北大荣山, 金陵天界寺等珠明叉, 后归四川, 创建归化寺。 红至六年世纪, 是寿八十余, 是称瞻谈尊者。 这有云水时级, 古庭祖师与陆吉略四卷传世。 增定佛祖道隐卷二, 虚云, P4889。 善绩佛, 为过去佛之名。 佛藏经卷下, 大一五, 七九七下, 于第七百阿森指节中, 得直六十二佛, 皆豪善绩, P4890。 善献天, 善献, 范名萨得, 八立名苏达萨, 因一座修提舍, 虚无。 右座善观天, 善好见天, 妙见天, 快见天, 无比天, 甲使天。 魏色戒十八天之一, 五禁居天之第三。 极色戒第四禅中第三位之天。 此天天众以得上品之杂修禁律, 果得一章, 故称善献。 历世阿皮坛论卷七, 大三二, 二零四中, 游罪上品四禅相应业, 恭敬勤修, 无备常修行, 杂绝分之所熏修, 因此夜故, 深善献天, 聚杂阿皮坛心论卷二, 张所知论卷上载, 其天众寿量为四千节, 申量为四千尤寻。 另有三千节, 二千大节等说。 长阿含经卷二十刀立天品, 大楼探经卷一启示英本经卷一, 卷七, 历世阿皮坛论卷六, 顺政理论卷二十一, 吉义门族论卷十四, 大皮婆沙论卷一三六, 参阅五静居天, 一千一百五十, 色界两千五百四十五, 批四千八百九十。 善献比丘, 范明斯, DARNA, 为善才童子所参五十五善之事之一, 又坐善见比丘, 驻于旧度国, 华盐经探旋计卷十九, 批四千八百九十。 善献药王, 产于喜马拉雅山之药名, 能治一切病。 旧华盐经卷三十七离世间品载, 雪山善献药王, 以眼见之者, 眼的清净, 以耳闻之者, 耳的清净, 以鼻闻香者, 鼻的清净, 以蛇肠胃者, 蛇的清净, 以身处之者, 身的清净, 若取其地之土, 则能除至百病, 安稳快乐。 往生药集卷上墨, 批四千八百九十。 善事, 范与苏高特, 八粒与同。 为佛十号之一。 因一座修加陀, 苏皆多, 修加多。 又作善去, 善解, 善说无患, 好说, 好去。 以及进入种种神身三摩体与无量妙智慧中。 好说, 之意, 为佛陀如诸法之识相而说, 不着于法碍而说, 并能观察弟子之智慧力, 或说不失, 或说涅槃, 乃至说五蕴, 十二因缘, 四地等诸法, 而导引入于佛道。 十号之中, 第一为如来, 第五位善事。 如来, 即成如实之道, 而善来此娑婆世界之义, 善事, 即如实去往彼岸, 不再退眉于生死海之义。 此二明用以显示诸佛来往自在之德。 杂阿含经卷十八, 坐禅三昧经卷上, 菩萨的持经卷一大制度论卷二, 瑜伽师的论卷八十三, 清静道论卷七, 大乘一张卷二十, 批4890。 善恶, 止善于恶。 若再加上无计, 则何称为三性? 一般而言, 善止顺理, 恶止为理。 然于经论中有多种不同说法, 一成为实论卷五之义, 能顺义此事, 它是之有漏与无漏行法为善, 反之, 于此事, 它是有违损之有漏行法为恶。 其善恶之分计, 在顺义与违损之差别。 且善恶恶者皆需贯串此事与他事, 否则极为无济。 如人, 天之乐果, 于此事虽未顺益, 于他事则不为顺益, 故非为善, 而未无济性。 又如恶趣之苦果, 于此事虽未为损, 于他事则不为为损, 故亦非恶, 而未无济性。 静隐四会远于大臣一章卷十二中, 救人, 天, 二圣, 菩萨, 佛等五圣, 以产世善恶之名, 即, 一, 顺义为恶, 为损为恶, 即以五圣所修之善法为善, 能招感三图果报之音, 即人, 天中苦果之别报业等, 称为恶。 二, 顺理为善, 为理为恶。 理, 止无空性。 佛, 菩萨及二圣所修之善法为善, 人, 天所修之善法是为有相行, 故为恶。 三, 体顺为善, 体为为恶。 体, 为己之自体, 即止法界之真性。 依此义, 五圣所愿修之一切善行皆为恶。 天台宗所立之善恶有六种, 即, 一, 人, 天之善。 至五界, 十善等之是善。 但因于人, 天之果报尽时, 人将堕于三图, 地狱, 恶鬼, 畜生, 等恶道之中, 故意为恶。 二, 二圣之善。 二圣人能远离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知苦, 故为善, 但二圣人虽能自度, 而不能度他, 故意为恶。 三, 小乘菩萨之善。 小乘菩萨慈悲兼记, 故为善, 但因于自身之中, 未断任何烦恼, 故意为恶。 四, 通教三圣之善。 三圣同断见忍之烦恼, 故为善, 但因未见别教忠道之理, 未断一分之无名, 故意为恶。 五, 别教菩萨之善。 别教菩萨能见忠道之理, 故为善, 但因所见之忠道, 未格力之忠道, 格力而不融通之忠道, 而非原教之源融忠道, 故其所行带有方便, 不合于理, 是意为恶。 六, 原教菩萨之善。 原教菩萨所见之源妙之理, 本未至极之善, 但由, 顺, 悖, 及, 达, 者, 等二义而言, 则亦为恶。 顺, 悖, 未顺十相之原理为善, 悖之则为恶, 达, 者, 未达此原理为善, 而于原理生起执着, 则为恶。 其中之第二义, 系以达, 者二者判别善恶, 为天台宗独特之说。 菩萨因落本夜经卷下, 大乘一章卷七, 法界四地出门卷上, 摩喝止观卷二之三, 参阅, 善, 四千八百七十三, 恶, 四千九百四十四, 批四千八百九十一。 善恶不恶, 未善, 恶, 同于, 不善, 二者, 皆由因缘而生, 其中并无实体, 而系空性平等, 魔所差别, 亦及不恶, 亦如之意。 为魔节所说经卷中入不恶法门凭, 大一四, 五五零下, 善, 不善为二, 若不起善, 不善, 入无相继而通达者, 是未入不恶法门, 一般虽将善恶分别为二, 为善未顺理, 恶未备理, 或为善能顺意现在与未来, 恶则能为损, 而招致苦果。 然以般若, 智慧, 知立场观之, 一切诸法皆无实体, 乃因缘所生。 可知善, 恶皆为空性, 并非对立, 而为平等亦如。 若自觉悟境地之不二立场观之, 在相对之世界中, 善, 不善之对立, 并无任何实质可言, 仅为虚妄分别, 故以智慧灭除善与不善相对分别之执着, 则通达一切法无相平等, 乃至于善, 不善不二之境地, 即称, 入不二法门。 所谓善恶不二, 即是般若通达觉悟之境界。 P4892 善恶四位, 即由过去之善恶作用, 于经文法有四位之别。 此四位位, 一, 恶用偏增, 此位不得文法。 如法华经卷七所说, 增上慢之人, 于二百亿节中, 常不文法。 二, 善用偏增, 此位常文法。 如十柱以上之大菩萨等。 三, 善恶交际, 为舍凡入圣时, 此位中有一类人文法甚难, 偶尔文之极物, 如常提菩萨, 须达长者家之老弊等, 虽或为魔所障, 或为自或所障而隔文件, 但不久极物。 四, 善恶荣誉, 此位之善恶, 同为生死流转之法, 故多难闻法, 但因恶用不增, 故义非从不闻法, 又非善恶交际, 故虽能闻法, 而不能获得大义。 六, 地狱, 恶鬼, 畜生, 阿修罗, 仁, 天, 四身, 胎身, 卵身, 师身, 化身, 及是此类。 由此可知, 上根之人中, 有难闻佛法者, 凡于之中, 亦有能闻佛法者。 往生药集卷下末, 批4892。 善恶业暴论, 请参阅诸金要集。 善慧大师赐子陈寻记, 请参阅参天台舞台山记。 善敬经, 请参阅正宫敬经。 善智, 六百零七, 随戴森, 西河戒修, 山西, 仁, 俗姓诵。 曾与兄本纪同入三阶教祖姓行门下, 静得其学, 并制定三阶教仪归, 这有顿教一成二十卷。 扬帝大业三年世纪, 帝子藏之余姓行目右侧。 批4892。 善无畏, 六百三十七, 七百三十五, 泛名阿帕克拉, SIHA。 因义做树婆杰罗森赫, 舒波加罗。 义义做静狮子。 又称无畏三藏。 为密教祖师之一, 与金刚志, 不空, 并称开源三大士。 为东印度乌图国人, 属杀地利种姓, 世尊继父甘露泛王之后裔。 十三岁四位, 因内乱而让位出家, 至南方海滨, 御书胜昭提, 得物法华三昧。 复制中印度纳烂陀寺, 投达摩居多, 泛达玛格托, 坐下, 学瑜伽三秘之法, 竟得其传, 受贯顶位天人师。 唐代开源四年, 七百一十六, 奉师命, 经中亚至长安, 玄宗礼为国师, 赵铸新福寺南塔院, 后宜西明寺。 一年, 奉赵一经于菩提寺, 一出虚空葬菩萨能满诸院, 最圣星陀罗尼求闻持法一卷, 沙门西达丹任一语, 无者罪闻比寿。 此后即致立一经。 师位将密教传至中国之先河, 与金刚制共同奠定密教之基础。 密教之根本盛典大日经, 大疲鲁遮纳成佛神便加持经, 即由善无畏口述, 一行记录而成。 后由一行编转, 并加以注释, 称大日经书, 凡二十卷。 此外, 上译有苏婆乎童子经三卷, 苏西的杰罗经三卷, 等密教重要经典, 并介绍灌顶之修行方法。 右大日经内之密咒, 皆写出泛字, 逐字以汉音对译。 此戏因密教重视文字, 为求念诵, 观想精确, 故创此例。 由此可知诗当时传授密教, 以同时教授梵文拼法, 开始讲求, 西谈, 知学, 此为我国佛教史上值得重视知识。 诗意擅长功巧艺术, 相传其自制模型, 铸造金铜灵塔, 背极庄严, 其所画曼陀罗犹未精妙。 诗于开元二十年表情归国, 未得准许。 二十三年十一月七日世纪于禅室, 世寿九十九, 法腊八十。 玄宗圣表哀道, 追赠红卢青, 藏于龙门西山之广祭寺。 父法弟子有宝司, 义行, 玄超, 义灵, 智严, 喜无畏, 不可思议, 新罗森, 道辞, 日森, 等。 大日经公养次帝法书卷上, 大唐东都大圣善四顾中天竹国善无畏三藏和尚悲明并续, 续古经义经图记, 开元世教路卷十二, 真元新定世教目路卷十四, 佛祖统记卷二十九, 卷四十, 宋高僧传卷二, 批四千八百九十二。 善会, 八百零五, 八百八十一, 唐代禅僧, 广州县亭人, 俗姓廖, 九岁于潭州, 湖南长沙, 龙崖山剔度, 二十岁受聚足解, 为九网江陵, 专研经论, 又至禅会处参学, 初驻润州, 江苏镇江, 京口之鹤零四, 十直到吴从乡州官难来, 与之相互问答, 大有所得。 后一道吴之劝, 赴浙中, 江苏, 华亭县, 参业传子得臣, 师资道弃, 岁四其法。 唐义宗贤通十一年, 八百七十, 居湖南里州之家山, 大阳禅风。 西宗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世纪, 世寿七十七, 法腊五十七。 赤士, 传明大师。 景德传灯陆卷十五, 连灯会要卷二十一, 佛祖历带通载卷十七, 卷二十四, 五灯会员卷五, 世事鸡骨略卷三, 五灯岩筒卷五, 批四千八百九十三。 善业, 止善之作业。 为, 恶业, 不善业, 之对称。 即能招感善果之身, 口, 意业。 据于佳师的论卷九十载, 善业之见利, 细依如理作义, 如实了之所愿之境, 并明其结果。 反之, 恶业即依邪执着之心, 与所愿之境不能如实了之所致。 一般有五戒, 食善等不同种类。 大皮婆沙论卷二十四, 卷二十九, 聚舍论卷十五, 卷十六, 杂阿皮弹心论卷三, 瑜伽师的论卷八十九,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八, 聚舍论光绩卷十五, 参阅, 十善十二, 四百六十八, 善, 四千八百七十三, 批四千八百九十四。 善纲, 日本佛教用语, 即可引导至善处之神所。 如举行开葬, 常念佛, 万日供养等法会时, 自佛向手上牵引五色丝, 一端引至堂外, 有时与堂前之脚塔婆相连, 令处者结束缘, 称为善纲。 亦未能得善根之神所, 或未善人才得清净之神所。 据传, 五色丝系源自印度以来之风席, 即自阿弥陀佛像之手上垂系五彩帆, 令临终者执之, 表示皆隐愿往生净土者到达西方净土之意。 此外, 在葬礼中, 细于棺木上之神所, 亦称善纲, 多用红白色。 P4894 善说一切教派原流及教义精进史, 西藏名Grabmza Tomskad Kyiqsdodach Huston Paul Xpdljyi Milo, 又做一切综艺纲要阵说水精进, 一切综艺明进, 宗教流派进史, 土观宗派原流。 细藏文佛教史集, 由清代土观雀及尼玛, 藏Thursday Yukfan Bob Satchas Kyiima, 1737-1802, 意义座善会法日, 于仁宗嘉庆六年, 1801, 转成, 内分十二章, 简介各派宗教, 即, 一, 印度外道, 佛教诸派, 二, 西藏前红旗佛教, 后红旗佛教, 密咒谷派, 藏GSA SA GSRI Maud, 三, 嘉当派, 藏BKA Gdemspa, 四, 嘉尔居派, 藏BKA Brogjodpa, 五, 西解派, 藏Shibitpa, 六, 撒加派, 赛加派, 藏SASKyapa, 七, 绝南派, 藏Johana Pai, 八, 俄尔德派, 藏Dodzluxpa, 九, 邦教, 藏Bompeo, 十, 中国之儒教, 道教, 十一, 中国佛教诸派, 十二, 蒙古, 和田以及传说中仙巴拉, 圣哈拉, 等地之佛教诸派, 其中, 西藏佛教部分, 除计数各派之起源, 历史发展, 教义纲要等外, 并以作者所信仰之俄尔德派观点, 对诸派做批判与比较, 见或论及其他诸派之历史发展, 教义等于俄尔德派之关系, 尼玛建与甲阳歇巴多吉, 藏Jambiaskshadpa Irdorje, 1648, 1721, 所传之综艺讲说, 藏Gropathornambiat, 十五世章加罗巴多吉, 藏LCakiropa Irdorje, 1717, 1786, 传之综艺讲说, 藏Gropathornambiat, 二书内容皆限于印度佛教系统, 论述范围教侠, 又忧虑当时俄尔德派在政治上之绝对优势将导致此教派建区僵化, 失去宗教自觉之能力, 故作本书, 经有藏文目课本拉萨版, 德格版等传释, 西藏佛教综艺研究, 立川五藏, P4894, 善德寺, 位于台湾台南沿水镇, 创建于清道光三年, 1823, 光绪五年, 1879, 第一次重建, 民国四十年, 兼九九五百五十五, 再次重建, 四语焕然一新, 六十二年增建辽舍, 创办崇德幼稚园, 托儿所, 四中建筑物有大殿, 庙连宝塔等, P4895, 善德禅院, 位于台湾彰化社投乡, 妙修法师创建于民国二十四年, 1935, 历年旭有增建, 妙修入季后, 由弟子达景法师接任入持, 四十六年聘请圣应法师位导师, 经常讲金红法, 信众日增, 五十九年重建后殿, 六十一年落成, P4895, 善慧, 1881, 1945, 台湾基隆人, 俗姓江, 自长觉, 别号漏堂, 又指甲武战乱之际, 应敢世事无常, 十六岁及随母归一龙华教, 光绪三十年, 1904, 内渡大陆, 依景峰和尚出家, 受聚足戒, 并继承曹洞宗法脉, 半年后, 返回台湾, 四年, 与善志着手创建灵全寺于基隆月眉山, 四后, 任该寺住持, 致力于创办佛教中学林, 太北中学之前身, 并招选青年僧家赴日留学, 其后, 曾赴日本, 印度, 南洋等地传戒弘法, 抗日期间, 一度任上海佛教会会长, 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世纪, 世寿六十五, 森辣四十二, 有心经直解一书传世, 批4895, 善会大事与录, 请参阅赴大事录, 善会大事录, 请参阅赴大事录, 善会的, 范语Estomate, B.H.Me, 魏菩萨十地中之第九地, 此的以德法无爱解, 义无爱解, 慈无爱解, 乐说无爱解等似无爱解, 能辨十方, 以义因演说一切善法, 使闻者生欢喜心, 又于利波罗密行中, 断除利他们中之不欲行账, 正的至自在所依真如, 新义人王金卷下, 成为十论卷九, 参阅, 十的, 四百一十九, 批4895, 善去, 范语Svarga, Gauti, 为由善之夜因而去网之所在, 即止天界等, 又称善处, 善道, 相对于恶趣, 范德, Gauti, 恶处, 恶道, 中阿汗卷十二, 大一, 五零三上, 二十, 世尊告诸比丘, 我已尽天演出过于人, 见此众生死时好色, 恶色, 或妙, 不妙, 往来善处及不善处, 随此众生之所作业, 见其如真, 若此众生成就生恶行, 口义恶行, 诽谤圣人, 邪见成就邪见业, 彼因缘此, 生坏命中, 必至恶处, 生地狱中, 若此众生成就生妙行, 口义妙行, 不诽谤圣人, 正见成就正见业, 彼因缘此, 生坏命中, 必生善处, 乃生天上, 故知生于善去或恶去, 皆以善, 恶之行业未基准, 关于善恶去之范围, 大制度论卷三十位, 六道中, 地狱, 畜生, 恶鬼等, 属于恶去, 天, 人, 阿修罗等, 属于善去, 此为通说, 据社论卷十八则以人, 天恶者未善去, 杂阿含经卷四十二, 大宝基经卷三十八菩萨葬会, 菩萨行方变境界神通变化经卷中, 法华经卷三药草玉品, 不退转法轮经卷一续品, 大皮婆沙论卷一七六, P4896, 善灵国宝记, 樊三卷, 日本灵纪宗森瑞西周凤传, 搜集中, 韩, 日三国交通之史, 已契日本后小松天皇明德三年, 一千三百九十二, 知记事及往来之文书而成, 卷中之部分记载, 戏后人家已追捕者, 续篇有续善灵国宝记一卷, 续善灵国宝外记一卷, 善灵国宝别记一卷等, 本书与续善灵国宝记, 续善灵国宝外记二书, 接收于改定史及及缆第二十一册, 续群书类从第三十集上, 窝板书籍考第四, 群书背考第十七, 本朝高森传卷四十二, 批四千八百九十六, 善道,六百一十三, 六百八十一, 唐代森, 山东林姿, 一说安徽须疑, 人,俗姓诸, 好中南大师, 为净土宗第三祖, 一级净土宗谈鸾, 道错派之级大臣者, 幼年头密周明圣法师出家, 宋法华, 为摩等经, 后的官无量寿经, 悲喜交集, 乃修习十六官, 唐太宗真官十五年, 六百四十一, 复兮和弦中四, 叶剑道错, 修学方等颤法, 又听讲官无量寿经, 此后专侍念佛, 赌情经苦, 遂得念佛三昧, 于定中清见净土之庄严, 其后入长安光明寺, 传净土法门, 诗行持经言, 日常和掌胡作, 一心念佛, 致力节方修, 三十余年中, 不别定寝处, 不举目是女子, 亦不受沙弥礼拜, 并远必名利, 不受供养, 好依美食皆诵大厨供养大众, 自食皆粗恶, 以所授之师书写阿弥陀经十万卷, 即净土便向三百佛, 见塔妙加兰损坏者, 必修复之, 道化经华诸州, 众皆仰慕其德, 或有诵弥陀经十万至三十万变者, 或有日课称明一万乃至十万变者, 或有得念佛三昧而往生净土者, 或有投身高灵, 命迹身权, 舍命焚身者, 遂被称为, 弥陀化身。 此外, 师曾与金刚法师论说念佛之圣列。 高宗时, 于洛阳龙门造立大卢舍那佛像, 师担任简孝之职。 永龙二年三月十四日, 义说二十七日, 世纪, 世寿六十九。 义说细于光明四前之柳树上自意舍身, 藏于长安城南之神何元。 门人有怀感, 怀孕, 敬业等。 这有观无量寿佛经书四卷, 净土法式赞二卷, 及观念法门, 往生理赞记, 班周赞, 五种增上元义等各一卷, 甚受净土宗重视, 故经其产阳而确立之净土宗, 特称善导流, 为唐代佛教特色之一, 对净土宗影响致举。 西元一九零九年, 日本学者菊瑞超等, 于东土耳其斯坦土玉沟, 托尔克, 为高昌固止, 附近, 发现往生理赞记及阿弥陀经之断片, 后者且附有诗之发愿文, 或及诗所书写之阿弥陀经十万卷之一。 又观无量寿佛经书亦称观经四帖书, 于八世纪时传入日本, 流传圣广, 日僧法然, 原空, 及依该书创立日本净土宗, 并尊师魏高祖。 旭高僧传卷二十七, 往生净土瑞应山传, 念佛境, 佛祖统计卷二十六, 卷二十七, 净土往生传卷中, 龙书增广净土文卷五, 乐邦文类卷二, 神僧传卷五, 往生击卷上, 世事鸡鼓掠卷三, 净土圣贤路卷二, 类聚净土五祖传, 经十翠编第七十三, 第八十六, 批4896。 善导寺, 位于台湾台北市, 创于民国十四年, 一千九百二十五, 由全省佛教信徒捐鉴而成。 台湾光复后, 达超法师任助持, 然全四大部分辽舍为台北市政府所征用。 三十七年始由李子宽, 孙张清阳鼎立护持, 乃得逐渐成为属于佛教文化活动中心之寺语, 中国佛教会议设于此。 寺内有大雄宝殿, 弥陀殿, 观兆堂, 太虚图书馆等建筑。 初有李子宽掌管寺务, 曾先后聘请大姓, 张家, 应顺, 南亭等人任导师。 历任助持有应顺, 眼培, 莫如, 道安, 物依, 云霞等法师。 现任助持为了中法师, 批4897。 善导流, 净土教三流之一。 纸唐代善导, 613、 681, 所立之净土教派。 细游坛鸾, 476、 542, 道挫, 562、 645, 相乘而来, 一出祖坛鸾之住处, 又称燕门流。 痰鸾从菩提流之寿观无量寿经, 并注视其所义之净土论而成往生论诸二卷, 其中间及观经所说之实念往生, 愿能显发坛鸾之教义。 然因观经之宗旨与其时心心之宗义颇为相近, 故帝论宗之慧远, 天台宗之志义, 三论宗之吉藏等诸师, 皆基于自宗之见解, 而叛认观经系以观佛三昧为其宗旨, 加之臣代真帝一出无者, 是清之设大臣论及论事, 开设论宗, 畅导别时亦去, 而破斥观经时念往生为为愿无形之方辩教。 至此, 净土教遂告顿措, 观经所备之根基位上根之行人, 生土为硬化身与硬土等说, 仅由痰鸾而赞漏光而已。 其后, 道措偶至玄宗寺, 观谈鸾至悲文, 而入念佛法门, 依观经传安乐及一书, 平破诸说谬见, 其弟子善因诸, 是未解经义, 是观经系以观念为主, 以回向人生为, 而非直接教是凡夫往生, 顾按住观经四帖书, 凯定古经, 净土教因此复兴, 故此一流派虽照断于坛乱, 而弘扬时为善导, 故称为善导流。 善导之其他著作, 如观念法门, 往生理赞, 法士赞, 班周赞等, 其内容均在产翻经书, 之一遇, 其主张为观经出药门, 以导引净土为熟之根基, 其后则废除药门, 而显示宏愿, 即判定观经药门方便, 宏愿真实之指, 皆产观经虽以观佛, 念佛为主, 其本意则在于念佛, 并未称明之行为正定业, 乃五种正行之一, 其余读诵, 观察, 礼拜, 赞叹公养似者, 则未读业, 虽赴随于称明, 但并非往生之正应, 观经书散善意, 批4898, 善计, 袁代森, 岳, 浙江, 诸济人, 俗姓楼, 浩幻灭, 身疾能言, 见其母称颂佛号, 折合掌合之, 袁大德年间, 1297, 1306, 出家, 从天竺大山徽法师学习天台教法, 后往南天竺里夜站堂姓陈, 深受器重, 晚年专修敬夜, 一心念佛, 昼夜不错, 世纪涂皮后, 骑舌根不坏, 相传师为宋出永明言寿之后身, 而明代汉林宋学师则为师之后身, 师曾赐血善血大放广佛华严经, 经人完整保存于苏州半堂寿圣寺, 宋学士之母出孟一森, 手写试经, 为母曰, 无乃永明言寿, 以甲一世以终此卷, 梦醒而生学士, 即学士年长, 偶见词经, 乃顿物前世, 遂燃香发花, 以生供养, 相云结为宝王, 便赴于经上, 学士感词凌锐, 作赞词赴于经后已至之, 增定佛祖道引卷寺, 虚云, P4898, 善觉王, 善觉, 泛名Super Buddha, 巴利名Super Buddha, 因一座苏罗梅陀, 虚波佛, 虚波福, 又作善物王, 诸经关于善觉王之记载各异, 据众许摩赫帝金卷二等所在, 善觉王为印度加皮罗为国附近之天壁臣主, 其飞龙米米, 范郎奔, 身有二女, 长女摩耶, 范Muai, 四女摩赫摩耶, 范Muai, 其后二女共是加皮罗为陈敬范王, 摩耶夫人申西达多太子, 另据大使, 巴Mah, VASA, 二, 等男传资料所在, 善觉王位居立足, 巴KoIYA, 天壁臣王安舌男, 巴Ajana, 之子, 摩耶鱼波蛇波提, 巴Pipati, 二女之兄, 执杖, 巴TheAPI, 王子之地, 取狮子甲王之女甘露, 巴Amitah, 魏菲, 其后甘露身耶稣陀罗, 巴巴Dakosian, 与提婆达多, 巴巴Vadada, 耶稣陀罗及西达多太子之妃, 佛本行及经卷五, 修行本起经卷上是一品, 众许摩赫地经卷三, 卷六, 释迦普卷二, 批4899, 喜, 范宇斯, 莫乃斯, 即心中是月之相, 为五兽之一, 称为喜寿, 又为二十二根之一, 称为喜根, 依据舌论卷三载, 初净律, 第二净律及欲戒等, 其心月之行相粗动, 具有喜滩, 称之为喜, 第三净律之心月, 其行相安静, 以离喜滩, 则称为乐, 成为十论卷五则为, 初净律与第二净律之净分及欲戒, 其心月称为喜, 而在初净律, 第二净律之根本之心月, 既可称为喜, 亦可称为乐, 经典中所谓, 踊跃欢喜, 等于, 即表示听闻佛陀说法时之状态, 大臣菩萨实地中之第一的, 即是欢喜地, 据是清识的经论卷二载, 欢喜分为三种, 有心喜, 体喜, 根喜, 四句九种, 一, 敬欢喜, 只供敬三宝之喜, 二, 爱欢喜, 只乐观真如法之喜, 三, 庆欢喜, 只自觉所悟殊胜之喜, 四, 调柔欢喜, 只便一身心之喜, 五, 踊跃欢喜, 只便一身心, 满足之喜, 六, 堪受欢喜, 只见己接近觉悟之喜, 七, 不坏欢喜, 只调福, 解说, 论一时, 心不动摇之喜, 八, 不恼欢喜, 只教化设取众生, 慈悲调柔之喜, 九, 不甜欢喜, 只众生微一不正义, 能不怒之喜, 大皮婆沙论卷一三九, 卷一四二,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七, 聚舍论光计卷三, 成为十论数计卷五本, 百把问达超卷一为十论同学超卷五之四, 参阅欢喜, 六千八百九十八, 批四千八百九十九, 喜多愿, 日本天台宗寺院, 位于川月市小仙波亭, 山号星野山无量寿寺, 别称北愿, 为日本天台宗八个弹灵之一, 相传戏纯和天皇天长七年, 八百三十, 词诀大师原人所创, 永仁四年, 一千两百九十六, 得尊海之中心, 成为关东地区天台宗中心帝, 后曾一度荒废, 至庆长六年, 一千六百零一, 时值比瑞山南光房天海驻寺, 蒙受德川家康之保护, 整修唐塔, 后扬成天皇并赐以, 东瑞山, 之俄, 门峰大阵, 其后又增建东赵宫, 南陵, 祭祀德川家康。 宽永元年, 一千六百二十四, 德川家光于江户迎建宽永寺, 喜多愿遂以山号让之, 恢复, 新野山, 之九号。 其客殿, 书院, 库里, 慈眼堂, 钟楼门, 山门等, 均为江户出其建筑。 此外, 院中藏有职人敬会屏风, 寿也即信比, 高立本一切经, 天海版一切经。 伦王四公年谱, 此眼大师缘起卷移东赵公寓十纪赋录陆第二十五, 批四千九百。 喜寿, 饭与宗玛雅西亚, 飞灯, 八粒与宗玛雅萨, 飞灯, 为五寿之一。 急于顺境, 其心事悦之感受, 未受心所, 领纳对境之心所, 各种作用之一。 在玉界, 出禅及第二禅中, 凡与一世相应所起之心悦, 称为喜寿。 大吉法门经卷下, 巨舍论卷三, 顺正理论卷九, 参阅, 五寿, 一千一百零三, 喜, 四千八百九十九, 批四千九百。 喜金刚本序, 请参阅大悲空至金刚大教王以鬼经。 喜金刚本序望, 请参阅大悲空至金刚大教王以鬼经。 喜孝天, 泛名K.R. Proudoic, 巴黎名K.Padsic, 应亦做几坨波图, 又做喜喜孝谢代天, 喜孝谢代天, 为天界之一种。 死天之天众由于丹者于西系, 而自天界死眉。 长不经一泛网经, 巴默默默默, Sata, 二十四玻璃经, 巴Pika, Sata and Ta, 等, 皆有关于此天之记载, 为此天长时间担着于西校系世之喜乐法, 因而意念消失, 乃自天界中死眉。 长阿含大慧经, 阿仪经, 梵洞经, 大三摩惹经, 梵网六十二建经, 初药经, P4900。 喜舍, 一范语, Five Saga, Rata, 又称敬舍, 敬师, 为欢喜施舍财宝, 主要只为供养三宝而施给金钱, 物品等。 大臣本身身心地观经卷四, 二指四无量心, 慈, 悲, 喜, 舍, 终之第三喜无量心, 第四舍无量心, 思为无量之众生离苦得乐, 而入于喜等至, 等至, 为, 定, 之一名, 称为喜无量心, 思为自己对于无量之众生, 无爱意无增, 而入于舍等至, 称为舍无量心。 大致度论卷二十, 参阅, 四无量, 一千七百七十七, P四千九百。 喜无量心, 喜无量, 泛于Muditprame, 巴利于Muditapame, 四无量心之一, 即见无量众生离苦得乐而生喜悦之心。 细为对治四藏中之不欣慰而设者。 大致度论卷二十, 参阅, 四无量, 一千七百七十七, P四千九百零一。 喜解派, 为西藏佛教家当派之分之。 喜解, 又做西解, 西解, 意义能祭灭。 创组为原初南印度大阿蛇尼巴敦巴桑杰, 藏发, DOM, Pasens, Rugius, 比长经加施弥罗至阿里尔五游藏土, 广世教化, 后以西藏影视马共, 藏Ramay, Scon, 等为其法统之祭成人。 本派学系出于超严四, 立说要点在以秘城解脱人生之苦恼, 说教眼力, 浅显通俗, 故流传圣广。 其所重奉之秘典分未出, 中, 后三类, 有除灭三灯, 夜魔地成就法等。 三传至妈指惹端尼师, 行脚一身, 开化更甚。 参阅, 西藏佛教, 两千五百九十三, 加当派, 三千九百六十七, P四千九百零一。 喜觉知, 梵语Prti Sambodhajia, 巴黎语Prti Sambodhajia, 即得正法而欢喜。 系三十七菩提分法中七觉知之一, 右座喜等觉知, 喜觉意, 爱喜觉意。 即心得善法, 以喜为体而生之心悦欢喜。 杂阿含经卷二十六, 正法眼藏菩提分法, 参阅, 七觉知, 一百二十五, P四千九百零一。 喜瑶嘉穆措, 1883, 1968, 西藏佛教学者, 青海巡化人, 幼年于巡化古雷寺出家, 游学于甘肃拉布伦寺, 青海塔尔寺。 后入藏学经, 或拉然巴格西学位, 担任达赖十三世之经典式奖, 主持拉萨版藏文大藏经编转工作, 任总校编。 此外, 曾任国立五所大学西藏文化讲座讲师, 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民国五十七年世纪, 释寿八十六。 P4901 桑服, 指丧一货守桑其间所穿者之衣服, 即指孝服。 出家人之桑服, 在涅槃经及诸律中, 均未见其至。 但据世事要揽卷下送中符至条所, 在大五四三零七下白虎通曰, 弟子于师有君臣父子朋友之道, 故身则尊敬而轻之, 死则哀痛之恩生意重, 故未降服事事丧宜云若授业和尚同于父母训遇恩生, 立皆三年福若依止师资参法训赐于和尚随丧福可知, 弟子对授业之和尚应服桑三年。 又出家人之桑服与法服相同, 但不值稍粗, 且染成黄褐色。 令据赤修百丈轻规卷二住持张签化校服条载, 住持签化时, 侍者, 小师之校服用麻不多, 两婿用住不多, 主丧者及法卷尊长用申卷多, 请旧, 办事, 法卷中之同乡及诸山前来道问者皆用申卷腰脖, 师主用申卷经腰脖, 方丈行者用麻布经多, 一般行者用柱布经, 方丈之仁仆, 座头用麻布经山, 甲干, 庄客与诸仆等用麻布经。 禅灵象器肩服张门, 参阅, 校服, 2859, 批4901。 丧葬仪归, 指对死者施以宗教性处理之仪式, 包括安葬, 病宜, 举哀等。 安葬仪体乃人类独有之行为, 据今二, 三万年之墓葬及名正, 此于人类独具之宗教义事。 如远古墓学初之陪葬, 葬饰品, 显示当时已有灵魂及死后生活之观念。 根据考古核对残存原始事会之考察及点击考证, 可推之, 无论空葬, 火葬, 水葬, 甚至至智晨木乃伊, 大多与宗教观念有关, 或其望送亡灵升天, 或未遣其的, 或未助其转身, 或未待其复活, 故于安葬过程及其后, 常举行一定之宗教病遗, 其后社会进化至僧侣, 教室制度及体系化之教义, 神学等产生后, 由僧侣, 教室主理之并以乃月区繁复, 除去上述墓地外, 更有安抚鬼魂使物扰害阳士, 或引导亡灵至安乐净土等之义, 我国景坡族之宋魂与仪族之宋开禄经及属此理。 部分宗教于丧葬仪归中, 上有固定之举哀仪式与习俗, 并有一定之校服, 校其制度与特定之丧仪颜色, 如黑、白、黄、蓝等。 类此种种具体之理智, 各宗教皆有定制, 且一般均有与之相应之教义性解释。 在佛教, 丧葬之法主要采用土皮、 火葬, 但因火葬并未在我国广泛流行, 故立代高僧一场踩全身入塔, 土葬, 之法。 在古代禅灵中, 对于丧仪中所应备伴之器物, 仪式次帝, 参与者之服饰, 念诵之法, 仪勘, 盖官, 诵王, 下火等各种有关丧葬之仪归, 皆有定法。 又禅灵一般之丧仪法分为三种, 其中适用于住持者, 称为尊素丧仪法, 适用于僧仪者, 称为王僧丧仪法, 适用于在家信徒者, 称为在家葬仪法。 试试要揽卷下, 赤修百账清规卷三注持张千画条, 禅灵象气间丧剑门, 参阅, 藏, 5593, 批4902。 丧, 范语德卡, 俗称也不失, 及不失物。 送丧于野外, 发给僧众之不失物, 称为丧。 赤修百账清规卷三注持张出丧挂针殿茶汤条, 大四八, 一一二八下, 都四压丧, 丧斯为那, 之客, 圣僧侍者, 表形丧, 批4902。 喀比尔, 喀比尔, 一千四百四十, 一千五百一十八, 印度宗教改革家, 诗人, 为印度教前臣派领袖。 生于波罗奈, 初位之物工人, 后受宗教之启示, 立志改革宗教, 创立喀比尔派。 喀比尔虽为罗摩南陀, 范阿恩南达, 之弟子, 继承皮施奴派之罗摩, 范阿摩, 崇拜, 但其学说之特色则在综合皮施奴派与伊斯兰教苏菲派之一神论, 采取二元论之立场, 认为一切各我现象皆发言自同一根本原因, 主张通过虔诚信仰而获得神思, 否定人种差别与种姓阶级, 反对歧视妇女, 号召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团结一致, 以普遍之爱消除种姓压迫, 又排斥犯我一如知冥想的传统生活态度, 而立唱肯定现实, 认为一切偶像崇拜, 牺牲, 巡礼, 沐浴, 苦行等皆无意义, 更进一步主张各宗教并无差别, 人神二者之关系为不一不一之说, 其根本思想为谦虚自省于绝对归一于唯一之神, 并赖以的救, 故极力排斥宗教之一理, 虚视, 制约等, 而强调人若能全然并弃我之, 即可显出一神。 其以新地语, Hindi, 所写之宗教诗文, 其惊人普遍流传于民间。 这有罗摩尼, 大圣典, 范KHS Grands, 二十亿卷等。 Jules Blachle Mystiques D.L.I.N.D.I.V.O., Kabir, 一千九百三十一, 诗宗教, 中式考察试论, 大类纯, P4902。 卡维尔, Cowell, Edward Biles, 一千八百二十六, 一千九百零三, 英国印度学学者。 初位印度加尔各达大学教授, 一千八百五十六, 一千八百六十四, 后任牛津大学第一任范文教授, 一千八百六十七, 一千九百零三, 堪行许多范语原典, 奥义书, 古典文学, 佛教圣典等, 巴力文原典, 终身致力于翻译工作。 又搜集佛典古写本, 古文书等资料, 对于印度学之发展, 贡献极大。 主要著作为 Kautaki Upaniyat, 一千八百六十一, Majraya Upaniyat, 一千八百七十, Vikramorvaya, 梵文戏曲, 天女之恋, 一千八百五十一, Divivadna, 佛教英元坛, 一千八百八十六, Buddha Kharita, 梵文叙事师, 佛陀的生涯, 一千八百九十三, Sarvedar Anasagraha, 印度哲学集成, 一千八百九十四, 集本身集六卷, P4903, 吃茶养生剂, 凡二卷, 日森荣西, 一千一百四十一, 一千两百一十五, 录。 本书系一中, 印饮茶之风, 援饮尊圣陀罗尼破地狱法之密钞, 尔雅, 茶经等书, 说明肝, 肺, 心, 皮, 圣五脏与酸, 心, 肝, 苦, 咸等五味之关系, 以及吃茶之功能, 茶树之栽培等, 并说服桑等之养生法。 传本有出稿本集在智本。 出稿本藏于连苍世善古寿福寺, 为日本南北朝时期之写本。 P4903, 辣吉, 西藏佛教格鲁派寺院中, 搓庆, 全寺僧众大会, 之常设机构。 由搓庆赤八, 大法台, 搓庆邪额, 主管僧众纪律, 搓庆翁泽, 主管学经, 搓庆吉索, 主管财务, 及各扎仓之刊部, 刊苏, 卸任刊部, 组成, 负责管理权四重大事物。 P4903, 喇嘛, 西藏语, 西藏语, 巴, 马或 之称号, 而易于对一般僧人, 扎巴, 藏, Gru'ah, 帕, 之称, 后来对一般僧侣, 称喇嘛。 最著名者为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 即是居西藏之教主及副教主之地位。 以此为教主之佛教, 即以西藏为中心, 副传于蒙古, 清海, 华北, 东北, 称为喇嘛教。 达赖, 达雷, 为蒙古语, 大洋, 之义, 班禅, 帕, 圈, 为梵语, 帕, 以他, 西藏语圈, P5合并之简称, 乃, 大学者, 之义。 一般相信达赖喇嘛为观世音菩萨, 班禅喇嘛为阿弥陀佛之化身。 据传, 西藏最早之喇嘛为帕尔班恩斯, 藏帕尔班斯, 其后则为妻喇嘛, 乃莲华生大师之弟子。 又西藏人称喇嘛教徒为南巴, 藏NAPA, 一级道内之人, 而称义教徒为其巴, 藏SHIPA, 一级道外之人。 此外, 汉字中之喇嘛二字, 汉字清初开始流行者。 又喇嘛一称, 并不限用于男众出家人, 无论男女僧人均可被称为喇嘛。 佛教教理一向以佛, 法, 僧位, 三宝, 然在西藏佛教, 一般对喇嘛之尊重更在三宝之上, 是位, 喇嘛宝, 于社会上享有最尊, 最尚之地位。 于西藏, 蒙古, 喇嘛之人数极多, 据传男子有五分之一皆为喇嘛。 喇嘛之日常生活多在四尿中进行祈祷, 诵读, 礼拜等日课, 此外, 学问知识之言习, 乃至于教化民众, 推展社会事业等, 皆为喇嘛之要职。 于寺庙中, 喇嘛一方面持守严格之戒律生活, 一方面修学显密两教典籍及天文, 医学等事学, 故高度而严谨之喇嘛修习生活, 可谓西藏文化教高层次之典型代表。 然在皇教教祖宗喀巴以前, 喇嘛既被视为特种阶级, 于各方面享有特殊地位, 财富及权力, 遂因而日久生弊, 趋于堕落腐化, 于是乃有宗喀巴之宗教改革。 一 Shlagent White Buddhism in Tibet, 1863, LA Wadal, The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ism, 1895, O from Kader Lamaismas, 1925, 世界佛教通识西藏的佛教, 圣言, 蒙古学问4, 常委亚人, 参阅, 上师, 718, 喇嘛教, 4905, P4903, 喇嘛教, 西藏名Bla, Mai Pstun, Pa, 意味无上教, 指以西藏为中心而盛行之佛教教派, 主要传播于我国藏族, 蒙古族等地区, 吉布丹, 西京, 尼泊尔等地, 教主为达赖喇嘛, 班禅喇嘛, 喇嘛, 为西藏语Bla, Mai之音译, 西Bla, 上, 与Mai, 人, 之父和词, 直译上人, 上人, 本位佛弟子中有大德行者之尊称, 即是上德之人, 内有德志, 外有盛行, 在人之上, 故称为上人, 此语范语Guru, 因译咕噜, 译词相当, 然, 至后期, 喇嘛, 成为西藏男女僧人之通称, 又应在西藏特别尊崇喇嘛, 外人遂以, 喇嘛教了Mai圣, 呼之, 实则西藏僧人既非人人地位喇嘛, 亦不自称喇嘛教, 西藏人称之为撒盖耶基雀斯, 范SAS, Muchias, Kuihs, 亦为佛陀之启示, 或之宗, 又自称为南雀斯, 藏NA, Chas, 亦为正统之宗教或内道之宗教, 以别于外道之邦教, 佛教自印度传入西藏后, 因西藏特殊之地理环境, 即原始邦教结合, 最形成风格特殊之喇嘛教, 与中途所传之佛教大一起去。 唐太宗真观十五年六百四十一, 藏王双赞斯甘普王, 藏SRO, SEN, SKAN, PO, 及契宗弄赞, 迎唐士文成公主位后, 并由中途印度紧来佛典, 开西藏佛教之滥伤, 至元八世纪中叶, 吃双提赞王, 藏KRI, SEN, LG, SEN, 时, 纪乎, 范安泰, Rakita, 与喇嘛教之开祖被印度森连华身上师入西藏, 催浮外道, 创建四语, 至宗教条, 翻译和汉经典, 编成嘛教, 导致经藏, 即甘诸尔, 藏KH, Jayur, 其后百年, 至朗达魔王, 藏God, DAR, Mod, 时, 以其为棒教徒, 对佛教大肆破坏, 故教士大衰, 西元1038年, 当印度森阿提沙, 犯ATIA, 入西藏, 翻译经典, 复兴戒律, 一新喇嘛教, 陈吉斯汉建立蒙古帝国, 西藏籍成为其领土之一部, 元代中统元年, 1260, 是祖尊巴斯八位国师, 赤丰, 大元帝师大宝法王, 之尊号, 喇嘛教遂为元代之国教, 西元十五世纪初夜, 西藏佛教改革者宗喀巴格新喇嘛教, 依阿提沙之教旨, 复戒律, 格新风气, 是位新教, 位别于旧教, 新教将衣帽染为黄色, 故称黄衣派, 黄派, 又称格鲁派, 德行派, 旧教用红色衣帽, 恩红衣派, 红派, 两派对立, 松喀之两大弟子根珠巴, 达赖, 与凯珠, 班禅, 世事转身位镇, 副教主, 称为, 忽必乐汉, 又有子数, 十人, 转世位法王, 分掌教职, 住于各地之寺院, 称为, 忽图克图, 可特洞, 第一是达喇嘛时, 红教为国教, 其后皇教大行, 红教士衰, 现已皇教为喇嘛教正宗, 掌西藏正教大权, 喇嘛教有外蒙古库伦派, 萨斯加派, 布丹达古派, 撒姆顶尼斯派等四派, 又皇教有布拉拉之达赖喇嘛系, 扎石伦布之班禅喇嘛系, 内蒙古多伦诺尔征加乎图克图系, 外蒙古哲布尊丹巴乎图克图系等四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是祖尊巴斯巴卫师后, 巴斯巴曾制定蒙古兴字, 并转入至雅宝卡图总, 武宗时, 藏森法光藏承, K-Y-I-O-D, 增定巴斯巴所制定之蒙古兴字, 并与内地及回谷等学者共议西藏藏经卫蒙古兴字。 其后, 毅经宗、宗、明宗、宗、 奔地高, 丘于喇嘛教保护仆, 故教士即为新审。 元王之后, 随蒙古族之退驻塞北, 喇嘛教义告终作, 经百余年后, 使再度胜于蒙古。 知青代, 对蒙古取怀政策, 意欲喇嘛, 使有封赏, 并未建立寺庙。 如康熙为第五世达赖喇嘛之弟子张家乎图克图建多伦诺尔会宗寺, 雍正义张家乎图克图之法寺乎俄罕, 战因, 并北京和共喇嘛四等。 现今内外蒙古共有七十余位活佛。 内蒙古乌兰查布蒙, 查哈尔蒙, 西林郭勒蒙地方, 多流行喇嘛教, 外蒙古, 西部蒙古及东部蒙古则因寺庙多毁于冰火, 又遭回教徒之入侵, 故教士衰为。 常初, 闻成公主积舞者菩萨之瑜伽师的入藏, 端美三菩提由印度协回大臣密教, 其识多传般若中观等显教之法。 至莲华身上诗入藏, 使传密教, 并融合原始棒教, 开创马教, 而呈现显密并行之局面, 至后则演变为密教之盛行。 黄派开祖宗喀巴及融合于加密成语中观论之教义, 依观论弘扬扬八部中道, 利息十种无我说, 据家师的论产是十二因缘, 六道轮回说, 并说空甲中三地与世俗, 圣义二地, 而以涅槃之唯一圣夜未诵观音神咒之自大名咒, 诸夜得未不断转动其导轮, 其愿罪障消灭, 生极乐净土。 此外, 西藏佛教各派所重奉之本尊, 佛、 菩萨、 鬼神等, 其名称与形象各异, 而诸佛之师为 本出佛 And the Buddha, 本出佛又生五佛, 称禅定佛, 犯Dheni, Buddha。 即中央为毗卢浙那佛, 东方阿佛, 南方宝身佛, 西方阿弥陀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 与这言宗五至如来相当。 五佛各化身现世, 毗鲁哲那佛化现居楼秦佛, 普贤菩萨, 宝身佛化现居那含穆尼佛, 金刚手菩萨, 阿弥陀佛化现世家穆尼佛, 观音菩萨, 不空成就佛化现乐佛。 在禅定佛所现无数菩萨之中, 文书, 金刚手, 观世音等, 称为三教主, 喇嘛图特众之。 礼拜慈等诸佛, 口诵六次大明咒, 并用各种咒法。 盖喇嘛教在教义上为大小尘兼容并蓄, 而以大尘为主, 大尘中显密具备, 由众密宗, 并以无上瑜伽密为最高修行次第, 形成藏密。 此外, 喇嘛教义吸收西藏原有教之神指与仪式。 西藏即为以佛教信仰为民族生命之地域, 故一切传说与历史均以佛教为中心, 各部落求族之所以团结, 乃因有相同之信仰, 国家观念及民族意识则叫淡薄, 除佛教高僧与佛菩萨教义之外, 既无圣贤可敬, 亦无伦理可循, 因而造成绝对之喇嘛崇拜。 故西藏佛教中有所谓之规一四宝, 即于三宝之上更致意喇嘛, 深信喇嘛之前不闻有佛, 虽千切之佛亦依马而存在, 故若无喇嘛引导, 则不知有佛, 更无从入佛, 成佛, 过去诸佛皆有喇嘛之教授而得性, 解、情、正, 有喇嘛是有三宝。 由是, 喇嘛因而为万善万得之总体, 试用喇嘛即为供奉三宝, 喇嘛崇拜岁成为西藏佛教特色之一。 父因藏人笃性人身虚幻, 五蕴之身无足可贵, 重要的乃是借此色身修正解脱, 故丧藏观念淡薄, 行天藏, 即非鸟之力而使此身复归于四大。 正因其不重视物质之色身, 主张利用此肉体之苦修以达精神之解脱, 故真山苦行之僧人甚多, 祈求自在无爱之无我解脱, 而成为有大成就之大喇嘛。 西藏即为佛国, 故其寺院之树木极多, 亦有严密之寺院组织与学经制度, 即亦为藏文之完整的三藏教典。 但民国四十八年, 一千九百五十九, 以后, 中共肆意迫害喇嘛教, 没收四产, 寺院及森众瑞减。 至民国五十七年左右, 据管理西藏宗教事物之大众, 亦然发誓口述, 西藏全境有四庙一千七百余所, 喇嘛人数约五十万。 喇嘛教之寺庙及塔之构造极为特殊, 塔多附属于寺庙, 有时亦单独造立, 构造颇类硬度之, 其积坛位方形, 积累数层, 塔身座球形, 底部缩小, 其上有七至十三箱轮轮盘, 并观以宝盖, 再上更致一小塔形, 多以尼,或石铸造, 现存于内地者如五台山之大塔院寺, 吉乐寺, 北平永安寺, 西郊三河桥, 沈阳城外之寺寺等, 皆此致室, 其中大塔院寺之塔全高约八十九公尺, 未现存喇嘛塔中最大者。 其寺庙及宫殿并用木材, 多住于小丘之上, 居高临下, 景色宜人, 面向东, 寺前多有一潭湖水, 外观如同城塞, 屋顶皆扁平。 以拉萨达赖喇嘛及扎石轮布班禅喇嘛之殿堂规模最大。 其他著名寺庙有桑耶寺, 大昭寺, 小昭寺, 甘丹寺, 别邦寺, 瑟拉寺等。 若依其使用性质, 则可分为崇寺庙与学问庙两种, 前者专是崇寺, 后者则为喇嘛研究喇嘛教学之寺院, 又有显教学部, 密教学部, 天文学部, 医学部之分。 喇嘛教之法会极多, 其重要者有, 一、传招大法会, 以每年正月十五日为中心, 乃全藏全区性之大法会, 自正月初三, 初四起, 集合拉萨三大四僧众, 择日诵经, 诵戒布萨, 举行格西考选辩论会, 至正月二十日左右结束。 二、小招四集会, 于二月举行, 其仪式, 人数, 程序皆类四大招四支法会, 为所考取之格西学位, 赐于大招集会, 而属第二等级。 三、 玉佛法会, 于每年四月八日隆重举行。 四、 宝贝佛涅槃大法会, 宝贝佛为藏人对宗喀巴大师之尊称, 其世纪纪念日为十月二十五日, 各四所举行之法会盛况更甚于玉佛节, 经巧匠精心设计之乃游灯, 气象万千, 家家户户一玄典之, 故又称灯节。 五、 摘月, 以真月, 二月为大摘月, 或称大祭月。 元旦为跳舞祭, 二日为飞神祭, 三日为番楚祭, 六至二十一日为大师祭, 十五日为登祭, 十八日为驱昧祭, 二十日为官兵祭, 二十五日为敬马祭, 三十日为驱魔祭, 二月十七日为舞蹈祭。 当此斋祭之日, 无论男女老幼皆口送六字大明咒, 身配护佛, 设立, 金卷, 念珠, 护福等物, 手持摩尼伦, 藏摩尼, HKHR, 严请僧吕大作佛式。 张索之论卷上,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 蒙古游牧祭, 圣武祭, 蒙古的制卷下, 原始本祭, 明始本祭, 大清义统治, 吉林通治, 热和治, 近代蒙古史研究, Postniv Mongolia and Mongolia, WW. Rock Hill, Journey of Friar William of Rudrock, How Earth History of Mongols, 参阅, 西藏佛教, 2593, P4905. 喇嘛庙, 指喇嘛教之寺院, 寺院之西藏语, 与一般用Pgong, Po, 咸记处, 相当于泛语Ariya, Gli, 相当于泛语Dhepo, 圆译周, 转译作四, 二字, 其他一个寺庙之性质, 而使用JTUG, Lag, Ka, 学堂, 相当于泛语Vihra, Chase, Sde, 法布, Aha, Ka, 神殿, 佛殿, 等字, 自其机能而分, 大别位崇寺庙与学问庙二种。 崇寺庙为活佛, 即乎图客图, 之住所, 乃专是崇寺之寺庙, 由个人或团体供养为持, 有力之活佛长一人间设数各寺庙。 喇嘛庙并无教团大规模之组织, 唯一其活佛之间设数寺, 故有本寺, 末寺之关系。 寺庙以活佛之宫殿为中心, 并有树舱, 藏TSA或SPI, SA, FOG, 为各种事物准备工作之事物所。 崇寺庙中, 拉萨之布达拉宫, 藏POTALA, 为活佛达赖喇玛之宫殿, 乃西藏镇教中心。 内蒙古之多伦, 系以张家活佛舱, 活佛之宫殿及事物所之总称, 为中心之大寺庙, 附设13个活佛舱。 另如北京雍河宫及陈德之诸庙, 义军属虫寺庙。 小规模之虫寺庙无仓, 多在西藏高原及蒙古草原, 为信仰之中心与交通据点。 学问庙为喇玛研究喇玛教学之寺院。 相对于虫寺庙之礼拜情形, 从事劳役工作, 学问庙集于严格戒律之下, 钻研喇玛教义与修行, 故喇玛教之本来面貌时保存于学问庙中。 学问庙亦有活佛, 其中之喇玛大都终身为学森, 从事教学研究, 意间为礼拜、法事等。 其寺庙常可容纳数百乃至数千喇玛。 学问庙一般有显教学部, 密教学部, 时轮学部, 天文学部, 药学部, 医学部, 等四学部, 每医学部共分十三学籍。 例如甘丹, 藏DGA, LBEN, 瑟拉, 藏SERA, 别邦, 藏BRAS, SPRAS, 扎实轮部, 藏KRAIS, LHUN, PO, 金瓦, 藏SKU, 邦, 拉布伦, 藏BLA, BRAD, 等四, 以及内蒙古武当兆, 被子庙君为学问庙之代表。 L.A. WATAL THE BUDDHISM OF TİBET OR LAMASAN, 1895, Chapter BEL RELIGION OF TİBET, 1931, 蒙古学问四, 常委亚人, 西教研究, 常委亚人, 参阅, 喇玛教, 四间905, P4908 喝, 禅能用语, 以幼座, 止赤之声音, 唐代以后, 禅师常以把喝破除学人之谬见邪, 或, 或发于言语思律所不及之计, 据古尊宿与陆菌一载, 百丈曾受马祖大祭禅师一喝, 或即为用, 喝, 之起源, 其后百丈唱之, 黄寿其用而行棒, 灵济则棒, 喝并用, 据记录堪辩载, 灵济之喝有四种作用, 有时亦喝如金刚王宝剑, 截破名相言句之执着句, 有时亦喝如聚的金毛狮子, 破小鸡小剑, 有时亦喝如炭干引草, 验定学人或堪辩诗家, 有时亦喝则不作亦喝用, 只收归一切, 具有各种作用而为作用之向上亦喝, 此即所谓, 灵济四喝。 但若不知其用而喝, 则称为, 胡喝乱喝。 此种应积皆物之法, 其后成为灵济宗风, 盛行于中国及日本, 并于粘香, 引导时亦用之。 宗门统药续集卷九灵济条, 人天眼目卷三, 参月, 得山棒, 六千零七, 灵济四喝, 六千五百零五, 二集, 唱, 之以, 禅灵中用之。 喝餐, 即告知自己已来到, 喝散, 即宣告解散大众, 喝火, 只救请前点减各疗, 以防火灾。 P4909 喝火, 禅灵用语, 喝乎景火之意。 止禅灵中, 于夜请前点减各疗, 呼喝小心火烛。 开福道宁禅师与路之祭送, 万序一二零, 二三酒上, 夜深闻喝火深, 顾经约, 及时观其应生而得解脱。 又聚迎山青龟仔, 每晚二更二点后, 震动火灵, 绕四, 呼, 照顾火烛, 游三, 山, 门至方丈, 海至库下, 打二更三点。 禅灵被用青龟卷时日用青龟条, 禅灵向器尖植物门, 批四千九百一时。 喝食, 禅灵用语。 喝, 未唱之意。 一禅灵中, 于僧堂行食事时, 游行者向大众唱报斋食之类别及禁食之方法。 如唱, 敬粥, 及分配粥, 唱, 香汤敬水, 及分配汤, 又如鱼食壁, 清洗食气后, 则唱, 折水。 二喝食行者之略称, 及司长喝食之之称, 禅院青龟卷一副粥犯条记载喝食之法, 及喝食行者进入僧堂后, 向圣僧, 助持, 手作依次问训, 待手作施食完毕, 即行喝食, 喝食虚言语分明, 明目若有差物, 则未完成受食之法, 必须再唱。 此外, 喝食行者之职物亦不仅止于畅报食物, 如赤修百账清规卷下两序章大作餐条载, 大四八, 一一四三下, 喝食行者中立问训, 长生喝云, 放餐, 明堂前中三下, 大众下地, 普通河南。 此职物本与年龄无关, 然日本竟是多以十岁左右而为得度之童子充任。 又对于以替法之沙弥, 而生者喝食之福者, 称之为沙喝, 亦用以为沙弥, 喝食二者之略称。 赤修百账清规卷上住持张迅童形条, 永平清规卷上富州犯法, 迎山和尚清规, 类具名物考卷一二四, 禅林向器间职位门, 器物门, 批4910。 喝餐, 禅林用语。 禅林中, 职位身份较低者, 出于尊长之前时, 报道次后在此。 赤修百账清规卷上住持张迅童形条, 大四八, 一一二二上, 餐头进前插香, 退身归位, 缓身喝云, 餐, 重低身同云, 不审, 其里三百。 景德传灯路卷十兆周从沈章, 卷二十六温周瑞路四本仙禅师章, 禅林向器间从鬼门, 批4910。 丹, 禅林用语, 即记录文书之纸片或书闸, 有名单, 单位, 林单, 棉单, 草单, 刹单, 单杖, 日单, 寻单, 月单等种类。 一, 名单, 略称单, 如在纸上书写各字之名字, 而贴至于森堂内个人之座位, 床位。 丛林两序须之西序之客须之条载, 心道之森旅恳求静堂者, 应先引致拜见方杖, 发给单票之后, 使可送入, 即为其里。 一般多用红色纸片书写之。 二, 单位, 略称单, 右座挂搭单。 指森堂内个人之座位, 或个单前长六尺, 宽三尺之空间, 亦及个人座卧, 饮食之座席。 床前所置宽八寸之板, 称座单板。 一般称森堂内个人之席位位, 三条船下七尺单前, 即阴床位之横面, 宽度, 有三尺, 其上有三条木船, 床位之长度, 深度, 有六尺, 再加上床前一尺之单板, 合为七尺。 此外, 在自己左右两龄之单位, 称为灵丹。 又辞别寺院而他去, 称为起丹, 或称抽丹。 一般言之, 安居中了后, 若受施加指导而无效果, 则应起丹, 或对成绩不良者, 由施加命起起丹。 僧众请甲赞时外出, 而超过十五日以上者, 亦需起丹, 故起丹又称赞侠, 赞甲。 开创僧堂, 即称开丹。 若犯戒被并弃出四, 称为迁丹。 三, 免丹。 即睡觉时所用之请聚。 免被又称被丹。 四, 凡记录各种名称之部录或账簿, 称作丹。 如修法药之计, 为告知大众读诵之经典名称, 以皇纸书记者, 称作经丹。 列写名字而成目录者, 称作布丹。 皆是分配职务之名丹, 称作差丹, 又作差账, 差定, 即依据轮差僧部而次第差定其职务之名丹。 安居所用之介蜡部, 僧吉部, 称作草丹, 即受戒以后, 依年次之多少, 以显示森席之介蜡牌草稿。 金钱之出纳部, 称作丹帐。 每日记录出纳之纸片, 称作日丹, 每十日记录出纳一次之纸片, 称作寻丹, 每一月之出纳记录, 则称为月丹。 此外, 每月发与注重之灵用款项, 称为丹银, 丹臣。 赤修百账清规卷上注持张请丧丝执事条, 卷上注持张唱一条, 卷下大众张邮方餐请条, 卷下大众张日用鬼饭条, 卷下节辣张下前出草丹条, 卷下两序张负四条, 禅院清规卷一、卷二, 祖庭市院卷八杂志, 森堂清规卷三节制草丹法, 参阅, 丹杖, 4914, 请假, 6162, 批4910。 丹刀直入, 禅灵用语。 提丹刀而直入敌阵之意。 指禅灵师家指导学人, 不用智谋策略, 舍出一切缓冲之言语, 而直接论及问题之核心, 以开其心眼。 人天眼目卷二, 大四八, 三一一下, 带用天炫, 赤手杀人, 单刀直入, 人尽聚夺夺, 照用并行, 即为其理。 异味不用任何方法而截断妄想之根源, 不用辟喻因缘而说破事理。 禅宗宋古莲珠通极卷二十一, 虚唐至于禅师与陆卷六, 批四千九百一十一。 单三副三具足一, 即将经典所立之经题盖分为三种单项, 三种副项, 一种三项皆具足者, 共为七种, 以区别各经确立经题之指去。 故又称七种立题。 此系天台大师智乙所说, 智乙认为归纳一切佛经之经题, 不外乎人, 法, 辟三大象, 其中, 又由丹, 仅有一象, 父, 具有两象, 具足, 三象皆具足, 之不同而可系别为七种, 即, 一, 单人立题, 例如佛说阿弥陀经, 其中之, 佛, 即释迦佛, 与阿弥陀佛, 均为人, 而以释迦佛为能说之人, 阿弥陀佛为所说之人。 二, 单法立题, 例如涅槃经, 此经旨在产说, 涅槃, 之法, 是未以法立名之经题。 三, 单辟立题, 例如梵网经, 梵网, 指梵天之宝网, 其网目上有千重彩落, 重重交撤, 无量无尽而不相障合, 而梵网经中之内容即在讲说时众四十八卿之大臣戒法, 其一以教法无量无尽, 犹如梵天之网, 故取以为辟。 四, 人法立题, 例如文书问班若经, 其中之文书为人, 班若为法。 五, 法辟立题, 例如妙法莲华经, 其中之妙法为法莲华为辟语。 六, 人辟立题, 例如如来狮子后经, 其中之如来为人, 狮子后为辟语。 七, 具足立题, 例如大放广佛华言经, 其中之, 大放广, 为法, 佛, 为人, 华言, 为辟语。 上纪七种之中, 前三项单人, 单法, 单辟, 并称为单三, 亦指三种仅具有单一项目者, 其次之三项人法, 法辟, 人辟, 并称为负三, 亦指三种具有两项者, 最后一项称为具足一, 亦指一种三项皆具足者。 总括全部七种, 则称为单三负三具足一。 此类以特殊异力来判别经题指去之作法, 除智以外, 三论宗集大臣者集藏, 东径净土教高森慧远, 华言宗三祖臣官等诸师亦各有见解, 例如吉藏与法华游义中, 共举出但仁、但法、但处、但识、但识、但欲、法御双举、人法具体、三义利明等九种。 此外, 其于之所业举之项目与解识亦各亦齐去而别有特色。 三无量寿佛经书, 至义, 无量寿经义书卷上, 慧远, 磨义 记卷一本, 华言经随书演义超卷十六, 天台四交移极柱卷上, 大明三藏法术卷二十八, P4912。 单白, 三种结膜之一, 四种结膜一。 右座白衣, 单白法, 白结膜, 即作受戒, 忏悔等做法之宣告一日中, 对于最轻微之事, 所常行之事, 或是言日, 仅需一度告白于众, 其事便得成立者。 有些, 其, 行, 替法等三十九种。 根本说一切有不疲耐耶卷二, 四分率形式超卷上一, 四分率形式超资十级卷上一, 四分率三补随机结膜书卷一, 参阅, 结膜, 6137, P4912。 单位, 亦为数量之数词, 即用以测量长度, 质量, 时间等之定量。 佛教经典中有关数量之单位, 据方广大庄严经卷四支记载, 四尊出家前曾语算师论说数量中之数目, 为一百居之, 犯KOI, 又做巨制, 为一阿油多, 犯Altal, 一百阿油多为一尼油多, 犯Neltal, 一百尼油多为一根哥罗, 犯KansasCara, 一百更哥罗为一瓶婆罗, 犯Bimbara, 一百瓶婆罗为一阿厨婆, 犯Akopia, 等, 共举三十三种。 长度单位则以七级为成, 犯Paramay, 为一阿诺成, 犯AU, 乃至七脉, 犯Yava, 为一纸节, 犯Angula Parvin, 十二纸节为一首, 犯Fittusti, 二首为一首, 犯Altal, 四首为一公, 犯Dun, 一千公为一居鲁舍, 犯Croi, 四居鲁舍为一尤群, 犯Eugena, 其中居之, 尼由多, 又做那由他, 等名词散建于诸经, 平婆罗, 阿厨婆, 又做阿婆, 则建于法华经卷七, 手, 拇指与中指张开之长度, 为佛像之寸法, 居鲁舍, 由巡, 约十三点五公里, 则用以说明地理, 数量之数词中另有识境法, 共有六识数, 于巨舍论卷十二举出一, 十, 百, 千, 万, 落差, 犯Lake, 度落差, 犯Altalake, 巨之, 又做巨之, 莫陀, 犯Mathaya, 阿语多, 大阿语多, 犯Mahyuta, 那语多, 犯Neotah, 等, 依序排列至第五十二阿森纸, 犯Asaq, 第五十三以下则已施矣, 阿森纸亦散见于诸金, 此外, 关于, 集大数, 知数词, 新华言经卷四十五举出阿森纸, 无量, 无边, 无等, 不可数, 不可称, 不可思, 不可量, 不可说, 不可说不可说之十大数, 至于, 极小数, 之数词, 于大班若金卷四举有百分之一, 千分之一乃至乌波尼沙潭分, 犯Apenny Adam, 等, 有关重量之单位, 四分率书是综艺记卷四位, 二十倍尺, 犯Rochitk, 位一家指, 犯Kakini, 四家指位一摩萨, 犯MA, 二十摩萨为一加力沙纳, 犯Krpa, 约十一点三公克至十八公克, 有关时间之单位, 于大皮婆沙论卷一三六举出, 百二十刹那, 犯Kaa, 为一达刹那, 犯Tatika, 六十达刹那为一辣腹, 犯Lava, 三十辣腹为一目忽利多, 犯Martia, 三十目忽利多位一昼夜, 佛本行集经卷十二, 人王班若经卷上官空瓶, 宝心经卷四, 摩赫森指律卷九, 善剑律皮婆沙卷八, 杂阿皮弹心论卷二, 大皮婆沙论卷一七七, 大智度论卷四, 卷八十三, 瑜伽诗的论卷七十九, 巨舍论卷十二, 卷二十二, 顺正理论卷三十二, 翻译名义集卷八, 二指禅林僧堂中, 僧人坐禅之座位, 在座床上贴有个人之名单, 故称单位, 赤修百丈轻规卷下大众张游方餐请条, 永平轻规卷上辩道法, 批四千九百一十三, 单丈, 指禅林中, 王森一物孤畅中了时, 决算收支之单据, 用以告知大众, 孤畅, 即将死者一等物拍卖, 以冲丧葬等费用, 其样式载于赤修百丈轻规卷上住持章单试条, 列式如下, 批四千九百一十四, 单传, 单独相传, 纯一相传之意, 与, 单题, 同意, 指禅宗传教, 不依语言文字, 采取义人对义人, 触击而发, 传其心印之法, 此称为, 单传心印。 禅宗在菩提达摩以前, 坚行三藏之教程, 至达摩东来, 使单传心印, 以破止显宗, 即所谓, 大四七, 四九五中, 教外别传, 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故禅宗之宗旨在于不论教相叛事, 亦不拘职于经典文字或烧香, 礼拜, 念佛, 修颤等事, 只管参禅打坐, 求得身心脱落而见性, 如一气之水注入另一气中, 师资相成, 传佛之心印。 此外, 与, 单传, 亦与有关者, 如, 佛祖单传, 单传佛法, 又, 单传, 一场语,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知, 直指, 连用, 而有, 单传直指, 或, 直指单传, 等于, 闭言录第一则平唱, 祖庭世愿卷无, 佛果客秦禅师心要卷上, 宗门无尽灯论卷上, 正法眼葬辩道化章, 心不可得章, 道元, P4914, 单道开, 东静森, 敦煌人, 俗姓梦, 少怀引顿之志, 诵经四十余万言, 山居行道, 布食古物, 锦食薄食, 松枝, 细食子等物, 不畏寒暑, 昼夜不卧, 一日能行七百里, 后赵石虎建五十二年, 三百四十六, 入夜, 河南, 居林张照得四, 其识向往先道者, 多往请义, 诗都不达, 石虎死后, 国乱, 于静墓地生平三年, 三百五十九, 律途南渡入建康, 南京, 后至南海罗浮山, 独处茅词, 寿百余岁, 燃其身足年不祥, 梁高森传卷九, 批四千九百一十四, 丹妇, 丹, 指教外别传, 不立文字, 丹传新印之禅宗, 妇, 指禅宗以外各宗所施设之一切法门, 大方广元决修多罗勒一经序, 大三九, 五二四中, 三观成名, 真假巨入, 诸伦其护, 丹妇元修, 四乡前神, 批四千九百一十五, 丹妇, 范语阿达, 批阿尔斯特卡, 为, 舍妇, 之对称, 乃丹对他人忏悔即可的清净之堕罪, 又称丹提, 细波一提之一种, 丹堕之借数, 诸律所出稍易, 且比丘, 比丘你所持之借数与借条之顺序易不同, 据四分律所说, 比丘有九十丹提法, 故一般义常称丹堕为九十丹提, 另据至首之四分律书卷九载, 十颂律所列举之比丘丹堕法意味九十条, 然无四分律中之, 不受见, 条, 而别有, 不公教说法教戒人, 一条, 五分律所列举之比丘丹堕法有九十一条, 以及缺四分律之, 不受见, 条, 又将四分律之, 用虫水, 饮虫水, 二条合为一条, 然别有, 入尼四位无病尼教说法, 清三师, 回僧物与别人, 等三条, 摩赫森指律所在比丘丹堕有九十二条, 解脱戒经, 有不疲奈耶杂事等则与四分律同为九十条, 然戒条项目略义, 比丘尼所持单多之戒条, 亦于诸律本所载各有增减, 如四分律举出一七八条, 其中, 前六十九条大致与比丘所持者相同, 后一零九条则为比丘尼特殊之戒法, 五分律列举二零七条, 五分比丘尼戒本举出二一零条, 十颂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义与四分律相同, 共有一七八条, 然其中有七十一条与比丘所持者相同, 敦煌出土之十颂比丘尼波罗提木叉戒本义为一七八条, 其中有七十条与比丘所持者相同, 摩赫森指律仅列举一四一条, 有不别除尼皮奈耶与西藏律皆皆举一八零条比丘尼丹多法, 八利律则有一六六条, 要知, 违犯丹堕法乃属教卿之罪, 若有所犯, 于, 不撒, 之时, 如法发露忏悔, 可得灭罪, 四分律卷十一, 十颂律卷九至卷十八, 摩赫森指律卷十二至卷二十一, 善剑律皮婆沙卷十五, 卷十六, 四分律开宗祭卷五末, 参阅, 波一提, 三千四百四十, 批四千九百一十五, 丹寮, 又作独寮, 于禅宗寺院, 单独使用一寮而无同居者, 称为丹寮, 亦只居住于丹寮之人, 赤修百丈清规卷下两, 远续章之兜兼四条, 大四八, 一一三二上, 所在丹寮, 秦旧不满五六人, 终略, 都四非三次, 不得居丹寮, 准许住于丹寮, 乃对退职之投手, 之事, 他山退隐之长老而住于西堂者, 首座等, 表示忧郁之意, 赤修百丈清规卷上住持章住持日用条, 禅灵象器间称呼门, 批四千九百一十五, 丹炎, 为古代建筑之形式, 佛教之塔四亿采用之, 建筑物有上下两众出炎者, 称谓众炎, 双炎, 仅有一众者, 即称为丹炎, 批四千九百一十六, 幻中, 佛堂六物之一, 又称半中, 小中, 范中, 形状类似范中而较小, 一般高六十四至八十公分, 悬吊于佛堂内, 用以报之法会等形式开始, 故意称形式中, 卦于库里沿下之幻中, 于用饭时敲之, 故意称范中, 此外, 又指禅林中学人读参师加时, 适者传幻学人入内时所敲之中, 考性论卷一持宝通篮卷中半中条, 参阅, 半中, 一千五百九十九, 批四千九百一十六, 欲, 一范语丁诶, 于一切中, 为显示其道理而作之辟欲, 佛典多处记载, 是遵说法, 巧用辟欲, 而令文法者申领其理, 例如法华经之三车欲, 要草欲及华言经之善之欲, 令如以树洞说明风, 举止以示月等, 皆为经典中之著名辟欲, 于十二部经中, 阿波陀那, 范阿弗恩爱, 即是以辟欲来开示法义一类经典, 四月, 益欲, 六千八百零九, 二范语, Udharaa或Dd, 英明用语, 为古英明, 五支作法, 即新英明, 三支作法, 中支第三支, 欲, 即笔框以说明所踪, 主张, 命题, 之以, 于英明论事中, 欲之居于英之, 理由, 之后, 作用在于举出计之之事例, 以推正未被确定, 认可之踪之, 例如例, 身为无常, 宗, 所作性故, 因, 辟如平等, 欲, 之论事, 若于古英明五支作法中, 欲之仅相当于逻辑学上之类比推理作用而已, 而令需依和之, 结之之辅助才能证明宗之之论点, 故证明力十分薄弱, 然于新英明中, 欲之中包含一种相等于逻辑学上大前提之普遍原理, 使类比推理变成演义推理, 以增强其证明力, 故新英明之欲之以具有逻辑学上大前提之作用。 新英明中, 欲之与英之皆为理由论据之一部分, 故若能正确联合两者之作用, 即可严密证明宗之之主张。 通常欲之可分二类, 亦为同法欲, 亦为亦法欲, 同法欲之作法称为合作法, 亦法欲之作法称为离作法。 又欲之本身系由, 欲体, 与, 欲衣, 两部分所构成者。 此外, 欲之之使用若不正确, 将造成如下十种过失, 即, 一, 能立法不成过, 二, 所立法不成过, 三, 具不成过, 四, 无合过, 五, 道合过, 六, 所立法不浅过, 七, 能立法不浅过, 八, 具不浅过, 九, 不离过, 十, 道离过。 英明入政理论, 英明入政理论物他们浅世, 陈大齐, 参阅, 同法欲, 2246, P4916。 欲衣, 欲体, 英明用语, 为英明三之作法中, 共同构成欲之之两部分。 古英明之欲之仅具有力正作用, 故并无欲体, 欲衣之分别, 至成那之新英明, 将欲之明确分为二部分, 第一部分称谓欲体, 提示意普遍原理, 能有效发挥正宗, 命题, 之力量, 相当于逻辑学之大前提, 第二部分称为欲衣, 即欲体所依已成立者。 故欲衣为欲体之证据, 亦及欲体之实力。 欲之作法, 有同欲, 亦欲两种, 同欲中之欲体称为, 同法欲体, 略称, 同欲体, 同法欲中之欲衣称为, 同法欲衣, 略称, 同欲衣。 例如例, 身为无常, 宗, 所作性故, 因, 理由, 之论事实, 同欲体为, 为若所作, 见比无常, 同欲衣为, 譬如平等。 异欲中提示普遍原则者, 称为, 异法欲体, 略称, 异欲体, 异法欲中为原理提供证据或实力者, 称为, 异法欲衣, 略称, 异欲衣。 例如于上纪相同之论事中, 异欲体为, 为弱事长, 见非所作, 异欲衣则为, 如虚空等。 英明入正理论, 英明入正理论物他们浅事, 陈大齐, P4916。 欲道论, 权益卷。 静代孙错传。 收于大正藏第52册宏明集卷3。 本书主张佛, 如一致, 续文首先说明佛, 如知不同, 佛教位超俗, 而如教位世俗之教。 正文则续说我国古圣贤义有报应之说, 与佛教报应说仅说法有益。 并主张出家位大孝, 佛教经典中屡屡说, 孝, 故佛教与孝道并无不合。 P4917。 寓仪, 权益编。 东晋僧慧瑞, 355、 439, 转。 收于大正藏第55册出三十字, 心脏记及卷武。 因坦乐等人怀疑般若, 法华, 涅槃等三经有虚妄之嫌, 惠瑞遂作此文批薄其妄言, 并产阳三经识为佛陀教化之基础。 P4917。 乔长毕, Dharmananda Kosambi, 1871, 1947, 印度佛教学者。 年少时级读智佛学, 曾多次前往西兰, 缅甸研习佛法。 1902年于西兰受沙弥界, 并致致增佛学院学习巴利文, 后于缅甸修禅定多年。 1906年起先后任教于加尔各达大学, 普纳弗格森学院, 古吉拉特大学等, 从事佛学研究及教授巴利文。 曾以天成体范文堪行清净道论, 并以巴利文注释之。 这有佛陀, 本身经故时, 三摩地道路, 印度文化与非暴力, 其纳教第23组境主之四境界法等, 多以古吉拉特文及马拉提文写成。 P4917。 围绕, 又作围绕, 包围环绕之意。 即绕右旋而尽礼, 一般多只右绕三扎。 据贤于因缘经卷九载, 佛事时, 须达长者不知礼拜供养佛陀之法, 守陀会天遂化为人生, 教士右绕三扎之礼。 盖右旋本为印度表示尽异之礼法, 经典中常有, 绕佛三扎, 又绕三扎, 等于。 其法施礼者先对佛或塔庙礼拜, 而后自左向右旋绕, 或绕一周, 或绕三周不等。 法会中之行道仪式即本乎词。 法华经分别功德品, 法华文句卷二下, 南海纪归内法船卷三炫右官时, 参阅, 行道, 2563, 批4917。 暴土, 为仇报因业之土, 即由众生自业所感之一暴之国土, 即为仇报菩萨因为之愿行所得清净之佛土。 以众生自业所感之暴土, 又作国暴土, 巨人王班若波罗蜜金卷上教化品, 菩萨因若本业金卷上贤圣学观品载, 佛所居之土为净土, 其余三贤, 十圣乃至一切众生所居之土, 皆为货业所感, 故总称为果暴土。 又巨集藏静明玄论卷八, 大臣玄论卷五之说, 果暴土有净土, 不净土, 不净净土, 净不净土, 杂土等五种之别, 佛因无三界内外之祸业, 故无土, 但佛入于众生之暴土中施化, 故称为硬土。 又因暴土有五种, 故硬土亦随之而有净土, 不净土等五种, 加上暴土, 共济食土。 此外, 慧远大臣一章卷十九举出是净, 相净, 真净三种净土, 至以为魔经略书卷一举出凡慎同居土, 方便有余土, 十报无障碍土, 长济光土四种, 吉藏大臣玄论卷五举出凡慎同居土, 大小童著土, 独菩萨所著土, 诸佛独居土四种, 新罗森远小之两卷无量寿经宗要举出因果相对, 一项不一项相对, 唇杂相对, 镇定非镇定相对四种净土, 凡此, 皆旧所著之人而对净土加以分类。 其中, 至以与吉藏之前三土, 远小之后三土, 会远之前二土即真净土中之离忘真土, 相当于果报土, 会远真净土中之纯净真土, 至以与吉藏之地四土, 远小之出土等, 则为佛义人所著之真净土。 观无量寿佛经书, 至以, 观无量寿经义书, 吉藏, 法华义书卷十, 为摩经书演罗记卷七, 卷八, 二佛之报身所居之土, 又作时报土, 真时报土, 与, 受用土, 同意, 即仇报佛于过去因为之愿行所成之净土, 故佛之报土, 乃由因为无漏之行业所熏发而显现无量庄严之清净沙土, 此土为第一异地所设, 能不被解火等所烧尽。 如吉乐净土即为法藏比丘, 阿弥陀佛因地之名, 四十八愿所成之报土。 佛的经论卷一位佛之报身有自受用身, 他受用身二种, 随之, 其所居之土亦分为自受用身土及他受用身土。 即藏于法华一书卷时未应身, 即报身, 有内应身及外应身, 土亦有内应身土, 外应身土。 此内应, 外应二土, 相当于佛的经论所说之自受用土, 他受用土, 其中, 内应自受用身土为常住而不毁坏, 外应他受用身土则为无常, 终将静灭。 家财之净土论卷上一举出报土有时报土, 适用土二种, 前者人土同体, 为佛能见, 后者为人土别体, 出的以上之菩萨随分得见, 其所见随其皆为而有粗妙之意。 此外, 至眼之华盐经孔木章卷一之十种净土章及法院诸林卷十五, 由心安乐道等, 皆举出报土有时报土, 适用土二种。 但会远于所立是境, 相境, 真境三种净土中, 将真净土区别为菩萨所感知离忘真土, 即佛所得之纯净真土二种, 又将后者分为法性、 时报、 原印等三土。 至以为魔经略书卷一则认为在菩萨所感知时报土外, 别无报佛所居之境土, 即余所立四土中, 以凡胜同居土即方便有余土未应佛所居, 时报无障碍土未报佛所居, 即断无名之菩萨所居, 常寄光土则为法身所居, 即诸佛如来所居。 又及藏于静明玄论卷八之中, 亦主张印土即报土之说, 金刚仙论卷五, 成为石论卷十, 大臣玄论卷五, 良意设大臣论事卷十三, 大臣义章卷十九, 略论安乐净土义, 法华经玄义卷七上, 法华文具卷十上, 人亡经书卷三, 大臣法院义林章卷七末, 世净土群一论卷一为魔经书眼罗纪卷七, 参阅, 四土, 一千六百四十七, 受用土, 三千一百, 批四千九百一十八。 报身, 又做身的, 果报, 为非由修习所得之果报, 即止自然所生者, 八的以上之菩萨受便义身时, 身之同时自然而得之定, 称作报身三昧, 批四千九百一十九。 报身三昧, 为第八的以上之法身菩萨所得之三昧, 与, 报定, 同意, 即由第八的之果报自然所生者, 故称报身三昧, 入此三昧后, 其心自然无功用, 能任运无作而视现种种生, 以忌度众生或供养佛。 第八的之菩萨除的报身三昧外, 亦诸如幻三昧, 具大制度论卷五十载, 大二五, 四一八中, 的报身三昧, 如人见色, 不用心力, 注视三昧中度众生, 安稳胜于如幻三昧, 自然成事, 魔所易用。 如人求财, 有毅力的者, 有自然的者。 可知如幻三昧与报身三昧之区别在于用心力与否, 然其说法度深, 供养则相同。 又据往身论注卷下, 八的以上之菩萨由此报身三昧, 的正平等法身。 即由报身三昧之神力, 能于一时一念中便于十方世界, 视线种种教化, 常做种种佛事, 而并无往来, 供养, 度脱之想。 大品班若经卷六, 往生论, 十的经论卷九, 批四千九百一十九。 报身, 以范语 S.A.P.A.G.K.E.R. 至佛之果报身, 又作报佛, 报身佛, 受法乐佛, 或意味受用身, 食身, 应身, 又称第二身, 为三身之一, 四身之一, 即仇报应为无量愿行之报果, 为万得缘闷之佛身。 亦即菩萨出发心修习, 至时的知行满足, 仇报此等愿行之果身, 称为报身。 如阿弥陀佛, 要师如来, 如舍纳佛等, 皆为报身佛。 大臣起信论即以仇因感果之意解释报身, 为报身为三贤, 时的知菩萨所见无分其之色身。 报身以大致, 无分别之甚至, 大定, 无作义, 大悲, 能拔就众生之苦, 为其体, 具有无量色相, 及实力, 似无畏等无量功德与乐相。 据大制度论卷九所在, 佛有法性身, 父母身身之二身, 法性身便满十方虚空, 相好庄严, 有无量光明及无量阴身。 童书卷三十举出佛身有真身, 化身二种, 真身便满虚空, 其说法之阴身意便及十方无量世界, 然仅有实柱菩萨能以不可思意方便智力而听受之, 卷三十三举出法性身身, 随世间身二种, 法性身身常有无量无数恩止, 以身补处之菩萨为其侍从。 凡此皆止佛之时报身而言。 天台夹于报身之内正与外用中, 旧受用之义, 将报身份为自受用真, 哈受报身, 又报身及其所居之土, 恩为之报身土, 引现报身土。 真报身土乃为地上菩萨所献, 为正道, 诸佛所证之实理, 知报身土, 相对于此, 引现报身土乃特的前, 人所见, 为教道, 方便是教之道, 知报身土。 法相为实家所说三身中之受用身, 即与此同意。 又据梁义社大臣论卷下, 梁义社大臣论事卷十三载, 诸佛净土, 即菩萨听受大臣法或为他说法而受法乐, 皆以佛之报身为其因, 皆由报身所成。 大臣同性经卷上相对于慧土成佛为化身, 为净土成佛为报身, 及诸佛净土系以报身为因而显现之意。 盖梁义社大臣论卷下列举受用身与自性身有六种不同, 变化身与自性身有八种不同。 童书论事卷十三至卷十五中, 说明受用, 变化二身皆以自性身为一指, 法身为自立之方便, 受用身及变化身则为立他之方便, 为报身单为立他义务之身, 为地上菩萨所见者, 又法华经论所说之报佛, 时的知行满足而报的受乐庄严之身, 与法身皆为自立之身。 关于此等说法, 据集藏法华玄论卷九之义, 法华经论中以佛性为法身, 佛性所显者为报身, 化众生者为化身, 细一开本和之义, 设大乘论中和佛性及佛性所显者为法身, 化菩萨者为报身, 化二身者为化身, 细一开合本之义。 佛的经论卷七将受用身份为自受用, 他受用二身, 以自受用身为自立分之时身, 他受用身乃为地上菩萨而现之化身, 即兼取前述二说, 以彰显报身之两面。 何不经光明经卷一三身份别品, 无上一经卷上, 法华经论卷下, 佛性论卷四无变异品, 就近一成宝性论卷四转清净成菩提品, 如来功德品,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卷上, 十的经论卷三, 金刚先论卷五, 卷八, 卷九, 大臣一章卷十九, 大臣法院一零章卷七本, 参阅, 三身, 五百五十五, 佛身, 两千六百二十九, 受用身, 三千一百零一, 象征主义, 五千两百七十五, 二指众身因夜寿报, 转身于天, 人, 阿修罗, 地狱, 畜身, 恶鬼等六道之身。 P四千九百一十九, 报身五种乡, 直报身具有说法, 可见, 诸夜不休息, 休息隐末, 视线不实体等五相。 一, 说法相, 为报身为众身而说法。 二, 可见相, 为报身有可被他人的见之相好。 三, 诸夜不休息相, 为报身涉化利物等之夜不灭。 四, 休息隐末相, 为报身随机感而视线入灭之相。 五, 试现不实体相, 为如硬化身, 试现不实之报身之体。 宝性论卷四, P四千九百二十一。 报冤行, 为菩提达摩四行观之一。 冤, 只过去罪业之素债。 修道者于修行时若欲苦难逆境, 自念此乃一己过去所犯恶业之果报, 今虽无犯, 是皆素殃恶业之果熟, 甘心忍受, 都无冤诉。 此心生起时, 相应于礼, 体渊而尽道, 故称报冤行。 二入四行论, 参阅, 四行, 一千六百九十, P四千九百二十一。 报恩, 一筹报恩德之义, 为三福田之一。 即报谢父母, 师僧, 三保, 国王等之恩德。 恩有各种类别, 经典中多有数籍, 如孝子经, 父母恩仲经等专说父母之恩, 佛身刀利天为母说法经中, 即记载佛陀未报其母母喝摩耶之恩, 生于刀利天说法, 正法念处经卷六十一举出母恩, 父恩, 如来恩, 法师恩等四恩, 大臣本身心地观经卷二报恩品举出父母, 众生, 国王, 三保等四恩, 至觉禅师自行路则举出师长训育, 父母养育, 国王和父, 师主公己等四恩。 关于报恩之行, 孝子经已能令父母去恶为善, 归依三保, 奉持五戒, 处世长安, 寿终之后生于天上等为报恩之行, 若仅满足父母口腹耳目之需, 甚至两间和父之, 周游于四海, 亦非孝子之行。 盖经中多以利他教化为报恩行, 布施, 供养, 读经, 其他, 造相等一式报恩行。 又长起建法会以报恩, 如赤修百丈清规卷上报恩章举出国祭, 祈祷二会, 报本章举出佛降旦, 佛臣道涅槃, 帝师涅槃, 集园帝师巴斯巴, 等诸会, 均系为报佛祖, 国王等之恩而起建之法会。 在日本, 净土真宗已称明念佛总阔报恩之行。 此外, 各宗派每年于祖师之祭日修行佛事, 称为报恩奖。 杂阿含经卷四十七, 增益阿含经卷十一, 大放等大吉经卷六, 大宝基经卷八十七, 大神辩会, 父母恩南报经, 大方辩佛报恩经卷一, 卷二, 卷七, 大制度论卷四十九, 大皮婆沙论卷六十六, 法院诸林卷五十报恩篇, 二, 一千零五十八, 一千一百一十一, 北宋曹洞宗森, 安徽黎阳人, 俗姓刘, 曾任官职, 后幕出世法而出家, 参访书州头子山一清禅师, 悟得心耀, 开法于西京, 河南洛阳, 少林寺, 后千隋州, 湖北, 大洪山崇宁宝寿禅院, 改律院未禅院, 任帝仪式住持, 发扬曹洞宗风, 与吴敬居士张商因清交, 徽宗正和元年世纪, 逝寿五十四, 僧腊三十二, 据传, 这有曹洞宗派禄, 寿菩提心戒文, 落法寿戒遗文等, 经皆诗矣, 连灯会要卷二十八, 五灯会员卷十四, 加泰浦登陆卷三, 旭传登陆卷十, 批四千九百二十一, 报恩光孝寺, 一位于浙江杭州靖慈山, 山一名南平, 魏禅宗观寺五山中之地四位, 出名靖慈寺, 宋建延年间, 一千一百二十七, 一千一百三十, 魏京兵所毁, 绍兴年间, 一千一百三十一, 一千一百六十二, 修复之, 更名为报恩光孝寺, 明初, 复改称靖慈寺, 以宋代道继禅师曾居本寺, 著名于世, 清代毁于弘阳之乱, 其后重家兴建, 殿宇弘历, 魏西湖诸寺之官, 参阅, 敬慈寺四, 四千七百零八, 二位于江苏无县东北, 即禅宗五山石刹中, 位列石刹第四位之万寿山万寿寺, 开山法师位禅阅禅师, 参阅, 万寿寺, 五千五百四十五, 三位于江西五宁县西南黄埔山中, 四名黄埔寺, 宝恩光孝寺, 为其别名, 又称灵鹫寺, 黄埔西运, 法济等诸师皆曾驻于本寺, 批四千九百二十二, 报恩寺, 一位于江苏无县北渝, 通称魏北寺, 寺有沃佛, 故又称沃佛寺, 据大清一统治卷五十五载, 报恩寺在府称北渝, 本魏三国时代无知通元寺, 唐代改为开元寺, 吴岳魏报恩寺, 十亿称北寺, 又魏依据吴德纪, 吴郡图经绪记所在, 通元寺系孙权之母舍宅而至, 唐开元年间, 七百一十三, 七百四十一, 照令天下至开元寺, 遂改名为开元寺, 后唐同光三年, 九百二十五, 吴岳望前流改建新寺, 并移之行山, 报恩寺, 东径之顿创建, 之而于此, 故称报恩寺, 本寺殿宇华丽, 为东南诸寺之官, 北宋崇宁年间, 一千一百零二, 一千一百零六, 加号, 万岁, 佛日气松住持本寺时, 夫讲华严经书, 赤丰卫, 闲守教寺, 其后历经冰火与重建工作, 至清光绪三十三年, 一千九百零七, 招三法师住持本寺, 大家休憩, 北寺塔凡十一级, 南宋时毁于冰火, 其后加以重建, 现存之北四塔位八角九层之大塔, 高八十公尺, 直径七公尺余, 第一层至有长层, 与人以安定之感, 此塔外部之木造系光绪二十六年, 补修完成者, 然内部驻部分则被视作南宋出大圆所建, 塔后方之石制大统塔及吴王纪公化巷碑皆被认为是原制正年间, 一千三百四十一, 一千三百六十七, 张世成重修报恩寺时所作, 无限制卷三十六报恩四条, 报恩万岁贤守教寺碑, 原代颜负, 北四重修九级浮屠记, 王世珍, 江苏之塔,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 支那文化史记解说卷寺, 长盘大定, 关野珍, 支那佛塔, 村田智郎, 二位于江苏江宁县京陵城南方之巨宝门外, 号巨宝山, 原明鉴初四, 系三国时代无大帝孙权于赤乌年间, 两百三十八, 两百五十一, 所建, 并建阿玉王塔, 供奉康僧会携来之佛设立, 为江南一代历史最久之四塔, 将传为阿玉王八万四千塔之一, 其后荒废, 曾改建为常干四, 又改名为天玺寺, 元智元年间, 一千两百六十四, 一千两百九十四, 改称元新天玺慈恩经中四, 明成都永乐十年, 一千四百一十二, 奉赤重建, 四额, 大报恩寺, 历代有康僧会, 竹会达, 竹法旷, 明彻, 僧佑, 及法眼文义系统之匡义, 玄泽, 法安等诸师助辞, 精灵犯杀制卷三十一, 大明义统制卷六, 大清义统制卷五十二, 三位于安徽寿县东北于, 相传系唐太宗征官年间, 六百二十七, 六百四十九, 玄奘大师奉赤建造, 元明崇教禅院, 东禅院, 东禅寺, 明宏五出改为精明, 全寺包括山门, 佛殿门, 大雄宝殿, 禅堂, 客堂等, 大殿内供奉各朝代之造像, 其中, 唐代木雕田敬庄严, 宋代木雕低眉墨座, 明代铜注像则简炼魂厚, 明清时代之尼素十八罗汉姿泰各异, 造型奇特, 堪称为艺术真品。 四位于江西永丰县西门外, 唐代天宝年间, 七百四十二, 七百五十五, 中书侍郎徐安镇舍其故宅位寺, 以地名为报恩镇, 故意称报恩寺。 元费, 明宏五二年, 一千三百六十九, 徐氏后益建塔于四右, 红至万历年间二度重修。 金塔为九层四面之建筑, 每层高约三公尺, 有六角, 二门, 沿石皆可盘旋直达五至七层。 塔之平面层四方形, 最上层则成圆柱形, 第七层以下, 正面各层均设有佛堪, 堪内供奉造像。 P4922 报恩堂, 为台湾台北市, 放建于民国十一年, 一千九百二十二, 原为专造佛堂。 第一代住持为禅爵法师, 后有永吉, 普英继任第二, 三代住持。 五十八年重建, 既已颇规模。 P4923 报国寺, 一位于北平广安门内, 创建于辽代, 明初他会。 现宗文化二年, 一千四百六十六, 周太后之地吉祥于此出家, 故重修旧寺, 改名词仁寺, 清乾蒙十九年, 一千七百五十四, 重修, 改称大报国词仁寺。 四西苑有故处世词, 细光二十三年, 一千八百四十三, 何少基, 张牧等人为纪念思想家, 故言武儿及资新建者。 二位于四川峨眉山路, 为峨眉山之门户。 建于明神宗万历年间, 属禅宗寺院。 原明会宗堂, 又明会宗房。 清康熙时重修, 并改经名。 山门有康熙御书, 鲍国寺, 匾额。 主要殿与有弥勒殿, 大雄宝殿, 七佛殿, 藏经楼等, 自前至后足及升高。 建筑宏伟, 各殿佛像金灿夺目。 并藏有名永乐十三年, 一千四百一十五, 采幼慈佛, 高二点四公尺。 七佛殿前高七公尺之铜柱佛塔, 原为明代费四圣基四支佛塔, 塔上铸客四千七百余尊佛像及华严经全部经文, 为助公经巧之杰作。 三位于浙江银县东南之大慈山, 全名为, 教中报国禅寺, 为灵济宗阳其派大会派之孝翁庙康禅师所创建。 四域内有千佛阁, 宝珠峰, 渔峰等。 大清一统治卷二三四, 四位于浙江人和县南之凤凰山, 为一封其禅师所创建。 批四千九百二十三, 报应, 只有失必有报, 有感必有应, 故现在之所得, 无论或福, 皆未报应。 如行放生, 不失, 犯行等善业, 即因重善因而招感善报, 反之, 行杀生, 偷盗, 邪淫等恶业, 即因重恶因而招感恶报。 批四千九百二十四, 报谢, 一般只感谢报达佛恩, 施恩之乙。 此外, 如供养僧侣之谢礼, 或寻礼圣地等所行之不失, 亦可称为报谢。 正法眼葬家沙公德章, 道元, 教行性正化土卷, 批四千九百二十四。 因罗婆娜, 泛名RVA, 为因陀罗天所成相王之名, 又作伊罗那, 罗耶, 此相长久尤寻, 高三尤寻, 常驻于第一金山之邪。 据正法念处经卷二十亿载, 此相王具足一切大龙功德, 帝氏乘坐此相, 催浮阿修罗。 八十华言经卷六十六, 华言书超卷四十三, 据舍论光纪卷十九, 玄印英译卷十一, 卷二十二, 惠灵英译卷十二, 卷十六, 批四千九百二十四。 堪入不空教, 为天台宗所叛化法四教中之第二教, 即止通教。 通教所谈之理为患有极空, 为显发不空, 中道之理, 之义。 然通教有当通, 前通, 后通等三义。 就其中后通之义, 又称为, 被揭, 亦为通教所对基根中之力根者, 能断见或去通教之行为, 而入于其后之别教或原教中。 即以其能接续于后教, 故称被揭。 能揭之后教为中道教, 称为不空, 通教则由于被揭而堪能通入不空之中道教, 故称堪入不空教。 P4924, P4924, 刊部, 原为西藏佛教中主持受戒者之称号, 其后举凡身通经典之喇嘛, 而为寺院或扎仓, 藏僧学习经典之学校, 之主持者, 皆称刊部, 又为西藏地方政府僧关系统之职称, 如达赖, 班禅之高级侍从, 义称刊部, 基巧刊部, 及管理部达拉公公廷事务之僧关。 据清会典事例载, 西陵永福四社达喇嘛一人, 得慕齐格斯贵各一人, 教习三人, 班地二十人。 又由驻经喇嘛派往伊犁之掌教堪布一人, 派往四川茂公之广法四堪布一人, 其热和堪布达拉玛二人, 达拉玛四人, 傅达拉玛十一人, 贤散喇嘛八人, 圣经达拉玛八人, 西律图库伦扎萨克达拉玛一人, 扎萨克达拉玛四人, 西安广人四达拉玛一人, 五台山扎萨克达拉玛一人, 达拉玛一人, 规划成扎萨克达拉玛一人, 傅扎萨克达拉玛一人, 扎萨克达拉玛六人, 多伦诺尔扎萨克达拉玛一人, 达拉玛二人, 傅达拉玛二人, 额缺身转, 皆照驻经喇嘛之力。 驻经乎图克图曾家国师禅师封号者, 右左一头班张家乎图克图, 二班敏珠尔乎图克图, 右一头班嘎勒丹西律图乎图克图, 二班纪隆乎图克图等, 接列于雍河宫总刊部避暑山庄普宁寺总刊部之上, 批4925, 堪忍, 范语KAMA, 堪奈忍受身心之压迫痛苦之矣, 南本大班涅槃经卷二十六, 大一二七七九下, 不惜生命, 堪忍重难, 即表辞矣, 幼范语酸, 因义娑婆, 义义未堪忍, 堪忍世界即止娑婆世界, 此因娑婆世界之众生, 忍受贪, 甜, 吃三毒即诸苦恼, 且诸菩萨为教化众生而忍受劳眷, 故称堪忍世界, 大方辩佛报恩经卷五, 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一, 悲华经卷五, 法华经卷七妙因菩萨品, 法华文句卷二下, 法华经玄暂卷二, 翻译名义及卷七, 批4925, 堪忍的即菩萨时地中之初的, 此为天台宗之说, 为欢喜的知别名, 据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一, 以圣行品载, 修行者已得四念处, 则住于堪忍地中, 能堪忍贪欲, 会, 吃, 亦能堪忍寒热, 饥渴, 闻蒙, 枣湿, 暴风, 恶处, 种种疾病, 急窝打除他等一切身心苦恼, 以其一切皆能忍, 故称为堪忍地, 涅槃经会书卷十一, 法华玄义卷四上, 批4925, 奢杰罗臣, 奢杰罗, 泛名科拉, 科拉, 巴黎明S科拉, 为北印度浙家国之旧都, 又坐奢杰罗臣, 奢杰臣, 据大唐锡玉记卷四则家国条载, 奢杰罗故臣在大臣西南十余里处, 远赌皆已毁坏, 周环二十余里, 其中住有小臣, 周环六, 七里, 数百年前, 摩西罗举罗王, 范玛瑞克拉, 以此臣位都, 统治印度, 曾对佛教大家迫害, 臣中有一家兰, 森众百余人, 修学小陈法, 是清菩萨曾于此处转圣异地论, 其侧有苏独波, 高达二百余尺, 过去四佛曾于此的说法, 并有四佛经形之遗迹, 迦兰西北五, 六里处令有大苏独波, 为无忧王所见, 意味过去四佛说法之处, 幼此的古时位弥兰陀王, 巴米琳达, 之居臣, 王与纳仙比丘, 范安格森娜, 曾在此论法, 此臣约位于京之旁这普审, 纳仙比丘京卷上, 世家方志卷上, 解说西域记, VA Smith's Early History of India, A Cunningham Mentioned Geography of India, A Spill,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否 P4925, 寒山, 唐代影室, 居浙江天台时封县溪四十公里之寒盐忧窟中, 应不详其姓氏, 故以, 寒山, 称之, 又称寒山子或平子, 寒山常治国清寺, 十寺中有森明石德, 认识堂之职, 与寒山交友, 每收拾众僧蚕食菜子, 藏于巨大之竹筒中, 若寒山子来, 二人及父之而去。 寒山之行竟极怪诞, 几近于癫狂, 来至国清寺中, 或于廊下徐行, 或时教造灵人, 或望空谩骂, 四僧不耐, 以仗逼逐之, 折翻身扶掌, 呵呵大笑而退。 锁着衣衫破败, 形容枯稿, 以化皮胃貌, 屡大目击。 好吟诗唱记, 发味瓷器, 长气于佛里。 台州赐使驴丘应曾慕名相访, 寒山见太守来, 与时德莲必笑傲出四而必知。 驴丘应父王寒言夜问, 并送衣上, 药物等。 寒山高声言曰, 大武林, 八三一下, 贼! 我贼退! 收身入于严学, 赋言, 暴辱诸人, 各个努力, 严学及自行封合, 要无踪迹。 四僧道俏寻捡其遗物, 围于山林间的诗送三百余首, 因编陆之, 提名寒山诗。 据祖唐吉卷十六, 宋高森传卷十一等载, 围山林又禅师曾在天台山会见寒山, 另据古尊宿与陆卷十四载, 赵州从省禅师亦曾与寒山相互问答。 其族性不详, 年代亦有一说, 或魏系唐玄宗先天年中之人, 或魏系太宗真观年中之人, 或献宗元和年中之人。 据静人考证, 身于瑞宗景云初年, 带宗大历年间隐居于天台山。 传说其唯文殊菩萨之画身, 勇敢, 弥陀化身, 时德, 普贤化身, 号称, 三圣, 或称, 三颖。 又以三者皆引西天台山国清寺, 故意称, 国清三颖。 清佑正十一年, 1733, 丰山位, 和圣, 时德位, 和圣, 并称, 和和二圣, 或, 和和二仙。 宋高僧传卷十有, 景德传登陆卷二十七, 佛祖统计卷三十九, 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 世事基古略卷三, 天台山国清禅四三颖集记, 参阅, 时德, 3825, 批4926。 寒山寺, 位于江苏无县, 及苏州, 西之丰桥镇, 又称丰桥寺, 开创于南朝梁代天间年间, 502, 519。 相传唐元和年间, 寒山, 时德在此节草安, 其后, 西迁创建嘉兰, 浩寒山寺。 该寺因唐代诗人张继之, 月落乌提霜满天, 江峰与火对酬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 夜半终身道客传, 一诗, 而名闻天下。 另一说已为旧明妙立普明塔院。 宋太平新国年间, 节度使孙晨又见浮屠七集。 家幼年中, 改称浦明禅院。 原末毁于冰火, 明洪五年中重修, 其后在京多次修善, 寺中宫有寒山, 时德, 丰干之像, 并有钟楼, 藏金阁等建筑。 京已荒拜, 不复旧观。 唯本殿上有出于敬州首笔之寒山, 时德时刻, 偏殿刻有文真明清笔之风桥叶博师必碑, 另有清光绪三十一年, 一千九百零五, 日人伊藤博文所赠之中。 门外有石桥, 名为风桥。 古经图书集成直方点第六七八, 第六八六, 神义点第一一五, 大明义统治卷八, 大清义统治卷五十五, 苏州府治卷四十, 知纳佛教史记评解第二, 批四千九百二十七。 寒山四至, 樊三卷。 清代叶昌赤传。 魏寒山四至四至, 民国十一年, 一千九百二十二, 堪行, 收于中国佛寺史智会堪第一集。 本书于清宣统三年, 一千九百一十一, 修转, 分位十门。 卷一包括至乔, 至四, 至相, 至中, 卷二包括至悲, 至僧, 至产, 至游, 至世, 卷三包括至诗, 并赴以寒山时的事迹, 寒山诗及解题及诸家书读诗话续把考证。 批四千九百二十七。 寒山诗, 樊三卷。 唐代国清四道峭边。 吉祿寒山之诗诵三百余首, 盖为五颜律诗。 其诗, 其诗轻奇雅致, 亦喜六朝艳丽起迷文风之流碧, 而专注于心灵与智慧之活泼展现, 风格独具。 附露与风干诗, 石德诗, 三诗和称三影集。 卷首有台周四史驴丘映序。 本书之一本有宋纯熙十六年, 1189, 与血沙门至南极本, 及明代记一宣课本。 批四千九百二十七。 寒行, 日本佛教用语。 即佛教徒于冬季延寒之日, 或作禅, 或托, 诵经等, 作忍耐寒气之修行。 又作寒修行。 有寒垢离, 寒念佛, 寒义等数种。 寒垢离义为沐浴寒水, 除身心之购惠, 以其愿神佛降福, 寒念佛及僧俗寇真念佛或唱赫赞, 而绕行于世皆, 寒义及于寒夜参义神社佛四以其念, 又称寒参。 普通以一日, 三日, 七日, 二十一日或三十日等为其, 信徒一般皆裸身, 显足, 或紧着白衣, 焚护魔以御寒, 取水垢离, 并参拜神社寺院一百次等, 即以寒日之苦行祈求神佛加弊, 认为其功德甚于平常季节。 参阅, 垢离, 三千七百六十六, 批四千九百二十八。 寒苦鸟, 又坐雪山鸟。 七指于喜马拉雅山, 不住朝, 故夜间备受寒苦, 四百昼日暖又望寒冻之苦。 一般常以此形容人之善望, 雨, 过了喉咙就望了热, 之艳雨有一曲同工之妙。 于印度, 又传说寒苦鸟能作无常祭, 此鸟名曰, 寒苦逼生, 夜明造朝, 雄鸟则名曰, 今日不知死, 明日不知死, 何故造作期, 安稳无常生, 批四千九百二十八。 富可氏, 福克斯, Philippe Edouard, 一千八百一十一, 一千八百九十四, 法国之印度学学者, 施氏布尔诺夫, 一。 Bernoff, 1842年后, 讲授西藏语, 梵文学。 先后堪行方广大庄严经, Lelitivistara, 之藏, 原点Mchia, TCH, Ropad, 法对照本, 一千八百四十七, 一千八百四十八, 语义自梵本之法译本, 一千八百八十四, 一千八百九十二。 并得敏纳耶夫, Meneyev, 伊亡Povlevich, 一千八百四十, 一千八百九十, 即中国学学者朱利安, Julian, Stanislas, 一千七百九十九, 一千八百七十三, 协助, 共同教定翻译名义大吉, Fanmaphaphatty。 此外上有 Doctrine de Bouddust's Sir Elynevay, 一千八百六十四, Grammere DLA Longtype 10, 一千八百五十八, Mlevechety aglimitra, 一千八百七十七, Sakanto, 一千八百七十七, Ficomorpha, 一千八百七十九等论注。 P四千九百二十八。 复纳耶舌, 范名Puyes。 又作复纳耶舌, 复纳舌, 复纳, 耶舌。 中印度华士成人, 为空生长者第七子, 复法藏第十祖, 一说十一祖。 依复法藏因缘传卷五所在, 施授法于邪比丘, 演唱圣法, 教化无量众生。 后于贤灵中与马明对论佛法, 说第一异地空, 无我之意, 遂驱马明为弟子, 灵中复法。 然马明菩萨传, 出三藏记及卷十二萨婆多部记目陆续则为邪比丘为马明之师, 而为宰师之名。 另据大庄言论经卷一所记, 无够清净僧父那, 写比丘之巨, 可知马明对二师君即为推重。 宝灵传卷三, 景德传登陆卷一, 佛祖统计卷五, 内政佛法相乘写迈谱, 批4928。 妇丹纳鬼, 妇丹纳, 泛名Pitauna, 为鬼神之一种, 又作妇多纳鬼, 布达纳鬼, 意义作臭鬼, 臭恶鬼, 又称热病鬼, 灾鬼, 此鬼与甘踏婆皆为持国天之眷属, 守护东方, 医护诸童子陀罗尼金仔, 妇多纳鬼外形如猪, 能使孩童在睡眠中经不啼哭。 又聚会灵音一卷十二, 卷十八所述, 妇丹纳鬼为恶鬼中福报罪圣者, 其一极为臭惠, 能与人处灾害。 另有名为加扎傅丹纳, 范坚瑟西, Pitauna, 之鬼, 与傅丹纳鬼为同类。 守护大千国土经卷下, 帆帆语卷七, 翻译名义集卷六, 孔雀精英义卷上, 大佛顶陀罗尼堪柱, P4929。 富尔丘籍, Holtz, Eugène Julius Theodore, 1857, 1927, 德国之印度学学者, 于维也纳大学从事印度古文书, 碑文之研究, 1884-1885年探查北印度, 其后定居于南印度麦索, 二十年间广泛搜集写本, 碑文, 货币等, 并学习达罗维图语。 1903年归国后, 任哈勒大学教授, 讲授梵语。 其对泛文王统史, R.J.Turagii之研究, 颇能补充印度史书之不足, 指出不足彩性之处, 特别强调碑文史, 货币史之价值, 并搜集整理多数新资料而发表。 曾出版及翻译费陀以后之原点, 对文献学之解释与批判贡献颇具。 其重要著作有Inscriptions of Asoca, Coreas Inscription in Indicare, Fall. 1925,South Indian Inscriptions, San Falls, 1890, 1903, P4929, 富罗纳, 泛名PRA, 巴黎明PUA, 为世尊十大弟子之一。 全名富罗纳弥多罗尼子, 泛PRA, Majriaputra, 巴PUA, Mantani, Puta, 又作布拉拿梅弹丽叶尼子, 芬奴文陀尼子, 或略作富罗纳弥多罗尼子, 意义为满辞子, 满柱子, 满愿子。 满, 是其名, 慈, 是其母姓, 从母的名, 故称满辞子。 弥多罗, 为其母之族名, 有柱, 愿之义, 故称满柱子, 满愿子。 为迦皮罗婆苏, 及迦皮罗为人, 敬犯王国师之子, 属婆罗门种。 容貌端正, 自幼聪明, 能解为妥等诸论, 长而艳俗, 欲求解脱, 遂于西达太子出臣之夜, 与朋友三十人同时于玻璃婆遮夹法中出家, 入雪山, 苦行精进, 中的四禅无通。 集佛成道, 余路也愿转法轮, 师乃至佛所求出家寿巨族界, 后震的阿罗汉果。 以其常于变才, 善于分别一礼, 后专事演法教化, 英文其说法而解脱的度者, 多达九万九千人, 故被誉为, 说法第一。 据杂阿罕经卷十三, 摩森指律卷二十三等所在, 西方书卢那人凶恶必报, 好朝骂, 诗文之, 真的佛陀允许, 乃前往教化其国, 为五百忧不再说, 建立五百僧加兰, 令其居下安居等事, 后与彼得入无于涅槃。 令据法华经卷四, 五百弟子受祭品, 载, 佛陀曾祭师当来成佛, 号法名如来。 令据大唐玉记自载, 莫渡罗国之大都成的有师之遗神塔, 杂阿罕经卷十, 卷十六, 中阿罕卷二, 七车经, 增益阿罕经卷三弟子品, 佛本行及经卷三十七, 傅楼纳出家品, 满院子经, 道恩班论卷一道行品, 分别功德论卷四, 大制度论卷三, 悬应应一卷三, 卷八, P4929。 傅兰娜, 泛名Puray, 古印度教圣典之总称, 约成书于西元前一世纪至十世纪间, 流传至今, 可分为大傅兰娜, 泛Mepuray, 序傅兰娜, 泛Yupuray, 二大类, 又各分为十八部。 大傅兰娜叙述祭典, 习俗等, 分别为各教派所依据之经典, 包括泛天, 莲花, 皮尸奴, 封神, 薄家泛, 纳罗陀, 摩根德耶, 火神, 蔚来, 泛转, 林家, 野猪, 士剑陀, 猪如, 鲑鱼, 大鹏, 泛卵等十八种富兰娜。 叙富兰娜则包含, 富兰娜, 知典型五香, 泛Pakalaka, 宇宙创造, 泛Satka, 世界成坏, 泛Pakalaka, 神仙之系谱, 泛VAA, 摩拿之智世, 泛Memventura, 即日种月种之王统系谱, 泛VMekarata, 等。 本书富有浓厚之印度教色彩, 各教派经常截取其内容, 以权势各自之教义, 顾富兰娜随时代, 地域等之变迁以施其原始风貌。 然大体而言, 其内容涵盖习俗, 传统, 通俗哲学, 医学, 建筑, 诗歌, 音乐等, 实系研究古印度文化之珍贵资料。 或为本书编者吉摩赫婆罗多, 泛Mekarata之编者皮耶说, 泛VYSA。 成立内容, 真甜有美, 改说, 中也依照, 参阅, 网事书, 3198, P4930。 富兰娜加叶, 泛名PRA, KAYAPA, 巴黎明PRA, KASAPA或PERA, KASAPA。 为佛是十六师外道之一, 驻于中印度。 又做富兰加叶, 布兰加叶, 老加叶, 布拉拿加叶波, 布拉拿加叶波。 略做富兰娜, 辅拉拿。 富兰娜, 为其字, 意义做满, 究竟, 加叶, 为其母性, 意义做归, 引光, 护光。 据法据辟欲经卷三地狱品载, 富兰娜加叶为舍为国婆罗门师, 有五百弟子, 曾与佛陀较量道立, 落败后投水而死, 或说其为奴隶之子, 常为裸行。 依常阿含卷十七沙门果经, 北本大班涅槃经卷十九等所在, 其人主张无因论, 无道德论, 认为众生之迷雾等皆无因缘, 善恶诸夜亦无果报。 另据巴黎文增之部, Aghatara, Nikya六, 五十七, 记载, 富兰娜加叶将人分为六种阶级, 及, 一, 黑深, 八, Kansas H. Pictitianion, 指图夫, 猎师等操职建业者。 二, 清深, 八, NL.Pictitianion, 指佛教之比丘及叶论者, 所作论者等。 三, 赤深, Balahidhictitianion, 指尼干子之途中。 四, 黄深, Balahidhictitianion, 指在家之裸行者。 五, 白深, Basukhictitianion, 指邪命外道。 六, 最圣白深, Baparoma, Sukhictitianion, 指南驼拔错, Bananda, Fakka, 渠沙商吉家, Bakasa, Sakika, 墨加利渠舍离子, Bamakali, Gosela, 等。 中阿含卷57剑毛巾, 长阿含卷17沙门果巾, 增一阿含巾卷32, 卷39, 北本大班涅槃巾卷18, 即至果巾, 赚几百元巾卷一连华面巾卷下, 众许磨喝地精卷二, 有不疲奈耶出家式卷一, 有不疲奈耶破森式卷十, 注为摩截精卷三, 磨喝止观卷十上, 惠灵因一卷二十六, 外道哲学, 印度哲学研究卷二, P4931。 玉宗, 日本佛教用语, 又称副宗, 未济玉于他宗之宗旨, 即止不独立成一宗, 而附属于其他之宗派者, 据袁亨氏书卷二十七诸宗制所在, 净土, 陈时, 巨设三宗为御宗, 譬如国之附庸。 日本连仓时代, 此三宗为其他诸宗所兼学, 未成独立之一宗, 故称为御宗。 十宗略计, P4931。 尊特报身, 即尊崇其特之报身, 略称尊特身, 为天台宗用语。 尊特, 为尊崇其特之义, 蒙润之四交移即驻卷上位, 范语卢舌那, 一名尊特。 报身为仇报, 因为愿行之佛身, 为法, 报, 应三身中之第二。 此尊特报身原居于十报土, 具有十连华藏世界海为陈述之相好圆满广大身形, 然于娑婆世界出现之应身上, 献起其尊特身。 如华言会作之教主卢舌那身, 系对别原二教之顿大根基而特献之尊特身, 故称虚献尊特身。 相对于此, 法华会作中, 小姬纯熟, 对于杖六三十二项之应身, 直接赶建尊特身, 称为不虚献尊特身。 维摩经文书卷二, 观经庙宗超卷四, 四名教行路卷四, 独教祭卷七, 山家意愿卷上, 参阅, 教主, 四千五百九十七, 批四千九百三十一。 尊婆须密所及论, 请参阅尊婆须密菩萨所及论。 尊婆须密菩萨所及论, 凡十卷。 尊婆须密造, 扶秦森加拔臣等意。 细基于说一切有不知教说, 分别解说诸法之信相等。 又称尊婆须密所及论, 婆须密所及论, 婆须密经。 收于大阵藏第28册。 本论分十四间度, 即, 聚间度, 心间度, 三昧间度, 天间度, 四大间度, 气经间度, 更乐间度, 结始间度, 行间度, 至间度, 见间度, 根间度, 一切有间度, 记间度。 其中, 前十三间度随处皆举设诵, 以概括其说。 道安于卷首之序中为本论博设使法, 所指或即兴, 三昧, 天, 四大, 更乐, 结始, 行, 至, 见, 根等时间度, 此等分类于阿皮达摩发智论之杂, 结, 至, 也, 大众, 根, 定, 见等八间度, 即杂阿皮弹心论之界, 行, 也, 史, 贤盛, 至, 定, 修多罗, 杂, 则, 论等十一品, 均颇为相类。 其中, 八至论之杂间度可谓相当于本论之具间度, 其余七间度则相当于本论三昧间度以下之各间度, 杂阿皮弹心论之行, 史, 史, 定四品相当于本论形, 解史, 至, 三昧等四间度, 贤盛品, 杂品, 修多罗品, 则品, 论品等, 则分别相当于本论之间, 具, 气经, 一切有, 即等诸间度, 顾本论可能细于发质论八间度之外, 令加星等六间度而成十四间度, 杂阿皮弹心论之时, 一品一可能细删除本论之心间度等, 在家整理而成者。 依静代学者之说, 本论作者婆须觅与婆沙会四大论诗中之事有可能为同一人, 又为本论应为婆须觅之弟子或后人所传及成书者, 出三藏记集卷二, 卷十, 法经录卷五, 开元世教录卷三, 批4932。 尊圣佛顶修于家法诡仪, 凡二卷, 唐代善无畏意, 说明念诵尊圣陀罗尼之一则, 又称尊圣佛顶真言修于家法诡仪, 略称尊圣仪归, 收于大正藏第十九册, 本书凡十二品, 内容包括除灾、 增益等四种念诵法、 净法界三摩帝法、 五轮三摩帝法、 护身杰界法之金刚三昧耶语将三世明王之应真言, 尊圣陀罗尼、 尊圣曼陀罗及大坛曼陀罗之画法等。 于其中, 第六尊圣佛顶修于家本尊真言品所说之三十四种成就法, 与若那所义佛顶尊圣陀罗尼别法所说三十八法之前三十四法, 佛顶尊圣陀罗尼真言中第三念诵尊圣别行法之说皆相同。 依静代学者之说, 此三十四成就法可能为后世所增窜者, 又本书或为喜无畏所传及, 一般以为善无畏所意, 四应存疑。 另有一说, 为善无畏即是喜无畏。 此外, 本书之传于日本者, 或提为尊圣佛顶真言修于家经, 或提为尊圣佛顶修于家仪轨, 其内容均雷同。 P4932 尊圣佛顶真言修于家法诡仪, 请参阅尊圣佛顶修于家法诡仪。 尊圣法, 以尊圣佛顶位本尊, 念诵尊圣陀罗尼之修法。 又作尊圣陀罗尼法, 即为灭罪身善, 净除业障, 严命增寿, 破地狱, 其与等所修习栽增益之秘法。 尊圣陀罗尼乃是家如来为善助天子所说言受灭罪之法。 此法依不空所义佛顶尊圣陀罗尼念诵仪轨, 一卷, 善无畏所义尊圣佛顶修于家法诡仪, 二卷, 而修之。 据不空所义之仪轨, 中尊为胎藏戒大日如来, 善无畏所义之鬼移则以中尊为金刚戒大日如来。 其法玄挂尊圣曼陀罗, 并设大坛, 其右感至护魔坛, 各随其坛之习栽, 增益而分别装严之。 并自第一道场观, 本尊之应言, 八大佛顶级将三世真言, 本尊密号, 或饭号, 暂等行之, 其行法中, 半生须不断念四尊圣陀罗依。 善无畏于鬼移中说明尊圣法之书圣, 畏修此法者若于一念请的正无身, 转五至成五分法身, 悟三密即为三身, 于初发心时变越百六十心, 三无数据之行, 正得普贤色身之三昧, 即于初发心时变成正觉。 其诡异并载曼陀罗之形象, 于月轮中央化大日如来, 头戴五至宝观, 于七狮子座上, 结家夫座, 守截法印。 周围不列八佛顶, 其下安置不动明王, 将三世明王与香炉, 上佩天盖及六个守陀会天。 不空之以诡异以中央为大日如来, 周围则不列观因此时, 虚空葬, 普贤, 金刚手, 文书, 除盖障, 地藏等八大菩萨。 日本天台宗僧尊义, 曾依此法其语而有灵验, 故朝野特众之, 历代常修此法。 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佛陀波利益, 参阅, 尊圣曼陀罗, 4935, P4933。 尊圣陀罗尼, 梵语UA, 非扎亚, DHRA, 即说尊圣佛顶尊内正功德之陀罗尼, 全称净除一切恶道佛顶尊圣陀罗尼, 又坐清静诸去佛顶最圣陀罗尼, 一切如来乌色逆沙最圣总持, 佛顶尊圣陀罗尼, 严寿陀罗尼, 善吉祥陀罗尼。 此陀罗尼系佛陀未就拔善住天子将受七度处生恶道生之夜而说者。 据佛陀波利所义佛顶尊圣陀罗尼经载, 此咒能除一切罪业等账, 破除一切惠恶道之苦。 另据经绪所载, 唐高宗夷凤元年676, 继兵国三藏佛陀波利入唐, 义武台山, 因义老人之劝而还国取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于永存二年683, 再入长安, 于日照三藏, 杜行义等一出。 其后, 义静, 善无畏, 不空, 法天等诸师亦分别一出词经, 其中皆有此陀罗尼, 为字句长短间有相义之处。 现今密宗所用者, 即善无畏所义尊圣佛顶修于家法诡仪所载之陀罗尼。 此陀罗尼凡八十七句与光明真言, 大日如来之五字名, 阿, 皮, 罗, 欧, 茜, 等, 依其长短分别称为大咒, 中咒, 小咒。 受持, 书写, 供养, 读诵此陀罗尼, 或安置于绿兜婆, 高壮, 楼阁等, 可得尽一切恶道, 消除罪障, 增长寿命, 往生极乐之功德。 密宗修行者或朝夕读诵, 或为王者回向时诵之。 禅宗课诵时, 义常念诵此咒。 在中国及日本, 信持此陀罗尼者颇多, 灵验亦不少。 据尊圣陀罗尼刘不远启载, 唐代宗大历十一年, 七百七十六, 照令天下僧尼每日诵此陀罗尼二十一遍, 于每年正月一日聚载成报。 唐末, 五代请盛行建立金状, 尚克此陀罗尼。 此外, 河北居雍关内壁以泛汉等六种字体捐克之, 其语句语, 瑜伽及药艳寇诗时疑, 所载者大略相同。 西元1884年, 日本南条文雄等, 对校法龙四被业, 阿叉罗铁所载, 凌云四敬言教定之邪本及浅草四被踏本等, 与梵文般若新经共同收于Anecdota Oxonensia, Arian series, 佛。 PART 3 而出版之, 加剧灵验佛顶尊圣陀罗尼记, 日本佛教史研究第三, 尊圣陀罗尼研究, 迪元云来, 密教第二之一, P4933, 尊圣陀罗尼经, 全异卷, 全明佛顶尊圣陀罗尼经, 又称尊圣经, 唐代佛陀波利义, 收于大正藏第十九册, 本经之缘起, 乃善助天子于命中之后, 将受七度处生恶道之苦, 第四天命其夜因, 遂亦佛所, 祈求救济, 佛乃为之宣说尊圣陀罗尼及持诵之功德等。 所谓, 佛顶尊圣, 即为密教胎藏界曼陀罗世家愿五佛顶之一。 五佛顶中, 以世家如来之佛顶所显现之伦亡行佛顶尊位最殊胜, 顾密教以佛顶尊位本尊, 而修持习栽, 除病之法, 称为尊圣法。 佛顶尊圣陀罗尼及说佛顶尊圣之功德, 由八十七具组成, 古来有诸多灵验。 禅宗义用之。 本经之著书有唐代法重锁着佛顶尊圣陀罗尼经书二卷。 此外, 本经之意义本甚多, 如后周至称一之尊圣陀罗尼并念诵功能法, 以诗意, 唐代度行以一之佛顶尊圣陀罗尼经一卷, 唐代的婆赫罗一之最圣佛顶陀罗尼经除业障经一卷, 唐代的婆赫罗众一之佛顶尊圣陀罗尼经一卷, 唐代意境一之佛顶尊圣陀罗尼经一卷, 唐代诗护一之尊圣陀罗尼经一卷, 唐代法天一之最圣佛顶陀罗尼经一卷等。 P4934 尊圣陀罗尼经状, 即刻写尊圣陀罗尼经之实状。 佛陀波利传义尊圣陀罗尼经未建立之起因, 现存者颇多。 唐代佛陀波利朝礼五台山时, 于斯阳岭附近寓一老人, 依其劝告, 重返天主取尊圣陀罗尼经再来, 唐文宗开成五年, 八百四十, 其地即建有陀罗尼经状, 现存者为后世所造, 有宋天圣四年, 一千零二十六, 知名文。 中南山百塔寺外 亦有尊圣陀罗尼经状二座, 其一系唐太和五年, 八百三十一, 可所书写着, 该处为三阶较尽图皮之所。 河南郑州开源寺有八角二层之尊圣陀罗尼经状, 驻身下层克陀罗尼, 上层克佛堪, 并有名文, 造立于唐溪宗中和五年, 八百八十五, 后唐明宗天成五年, 九百三十, 重建。 此外, 河北固安县王龙村之陀罗尼经状, 建于今天府年间, 一千一百一十七, 一千一百二十二, 状有九层, 高约七公尺, 最大直径约一公尺, 无基座, 基层为八面石柱体, 捐刻陀罗尼经文, 重修石状之经过几年代, 二至四层克有非天福雕, 鸟寿图案, 第五层克, 神赞天福皇帝万岁齐天章的皇后储君亲王公主千秋特建消灾报国佛顶尊圣陀罗尼状之文, 第六层为福雕寿面图案, 七、九层为佛像, 第八层为养帘, 最上为蘑菇壮壮顶, 造型轻雅, 雕刻守法极为细腻, 入唐求法寻礼行记卷三, P4935, 尊圣曼陀罗, 密宗修尊圣法时所化作之曼陀罗, 全称尊圣佛顶曼陀罗, 此曼陀罗有两种化法, 分别依据善无畏所义尊圣佛顶修于加法诡仪, 不空所义佛顶尊圣陀罗尼念诵以诡法, 依善无畏之诡仪, 乃于中心化大圆明, 又分为九圆, 中央圆中化疲鲁遮纳如来, 四方之圆化白散盖佛顶, 最圣佛顶, 尊圣佛顶, 光聚佛顶, 四余之圆化圣佛顶, 广生佛顶, 无边生佛顶, 八生佛顶, 以上为八大佛顶, 大圆外下方之左右化降三式, 不动二明王, 中间安置香炉, 上方之左右则化六个手陀会天, 一不空之仪轨, 曼陀罗中央化疲鲁遮纳如来, 其四方似于安置观自在菩萨, 慈世菩萨, 虚空藏菩萨, 普贤菩萨, 金刚守菩萨, 文书施力菩萨, 除盖障菩萨, 地藏菩萨等八大菩萨, 四门安置四香炉, 四渔安置四净平, 四角燃置四斩苏登, 此外, 尊圣佛顶真言修于家轨移卷下其语法品中说是其语曼陀罗之涂香, 细依尊圣法其语时所用者, 称为甘露曼陀罗, 尊圣佛顶修于家轨移卷上画像品, 图像超卷二, P4935, 尊圣经, 请参阅尊圣陀罗尼经, 尊圣仪轨, 请参阅尊佛顶修于家法轨移, 尊贵舵, 曹山三种舵, 沙门舵, 尊贵舵, 随类舵, 之一, 细曹山本纪, 八百四十, 九百零一, 所是修学禅法之方法, 舵, 为自由无碍之意, 超越尊贵而自由无碍, 称为尊贵舵, 曹山路, 万序一一九, 四六九下, 尊贵舵者, 法身法性是尊贵边士, 亦须转阙, 是尊贵舵, 只如鹿的白牛, 是法身急则, 亦须转阙, 免他做一色无变处, 并是称断供养边士, 欲须供养, 须得此时, 所以无畏之位, 亦曰无漏, 是堪供养, 并于处污之时, 非无漏解脱之时也。 参阅, 曹山三种舵, 4615, P4936, 尊号, 指诸佛之名号, 诸佛之名号, 功德圣庙, 应与尊重, 故有此称。 尊, 为尊敬, 殊胜之义, 好, 为成佛以后之尊称。 如来之尊号不可称, 不可说, 不可思议, 能令一切众生皆得无上大班涅槃。 此乃如来大慈大悲之愿力所致, 非凡夫所能。 P4936, 尊相, 指诸尊之相, 亦及佛, 菩萨, 明王, 诸天, 护法神等之相。 苏西的经卷二, 大一八, 六一五中, 先观本尊所指之方, 而相比请, 然便回身, 至二家于尊相前, P4936, 寻, 范语菲塔卡, 巴利语菲塔卡, 新所知名, 为巨舍七十五法之一, 为十百法之一。 旧义作诀, 为寻求推度之义, 及对势力之粗略思考作用。 巨舍论卷四, 大二九, 二一中, 心知粗性明循, 成为时论卷七, 大三一, 三五下, 寻未寻求, 令心聚, 余意严禁, 粗转畏性。 盖系之思维作用称为四, 反之, 粗之思维作用则称为寻。 此心所欲欲界及初禅献起, 中间定及二禅以上则无, 通于定, 散及无漏, 设于不定的法。 说一切有不主张寻, 四二者各有别体, 而为一心同时相应, 经不及大臣则以之为假法。 据于家师的论卷五载, 寻, 四二者, 皆以思, 会知部分为其体, 以明具等诸意味所愿, 以寻求, 四查为其形相, 发起语言, 具有有相, 无相等七种差别。 又于家师的论卷五论寻思, 分别, 思为良度之意, 为心心所知自信作用, 亦为心心所知意名, 二者之差异, 为分别知意广, 寻思则为其中之部分而已。 中阿汗卷五十八法勒比丘尼经, 大皮婆沙论卷四十三, 卷五十二, 于家师的论卷一, 具舍论卷二, 顺正理论卷十一, 大臣阿皮达摩杂吉论卷一成为十论数计卷七本, 于家论论卷二上, 具舍论光计卷二, 卷四, 参阅, 四, 两千六百零四, 批四千九百三十六。 寻牛, 石牛图之第一, 欲指出发心之味。 牛, 比喻本来面目。 寻求本来面目, 有志于参禅修道之味, 即称为寻牛。 石牛图诵, 参阅, 石牛图, 四百零三, 批四千九百三十六。 寻常念佛, 指步则行, 住, 坐, 卧等四微仪, 昼夜不断之念佛。 为, 别时念佛, 之对称。 净土宗要极卷二, 往生要极卷中末, 参阅, 别时念佛, 两千七百九十八, 批四千九百三十七。 寻常茶饭, 又做家常茶饭。 即日常之饮茶, 吃饭, 亦只为平常之动作, 不足为其。 禅宗即以此平常之心打坐参禅, 以其见弦佛。 故称寻常茶饭。 必言录第一则锤是, 大四八, 一四零上, 隔山见烟, 早知是火, 隔墙见角, 便知是牛。 举一名三, 木鸡诸两, 至那僧家寻常茶饭, 批四千九百三十七。 寻身旧苦, 为阿弥陀佛寻众生念佛之因生, 而旧度苦海中之众生。 班赞, 大四七, 四五三下, 一切时中原法界, 摄取六道现身中, 现见耳闻心内事, 寻身旧苦刹那间, 此外, 观世音菩萨素已度一切众生之苦, 恶为其得愿, 若众生畜生水火刀杖, 夜叉罗沙, 苦恼恐怖等, 而能一心称念其名号者, 观世音必寻其因生, 及时与以救护度托。 参阅, 观世音菩萨, 六千九百五十三, 批四千九百三十七。 旧人力信, 净土宗强调凡夫欲往生, 阿弥陀佛之净土, 必要树立信心, 旧人所言而立信心, 称为旧人立信, 如信阿弥陀佛之愿立, 释迦之劝说, 诸佛之正成等。 此外, 称明之正定业未顺 阿弥陀佛愿立之行, 就此而立决定往生之信心, 则称旧行立信。 观经书散善意, 批四千九百三十七。 帽子, 略作帽, 幼称头经, 头绣, 禅经, 菩萨经, 即冬季僧侣头上所带布置之物。 据四分绿卷四十载, 佛允许比丘于东寒时以翠或结备, 棉类, 果头, 后世席用之。 我国南朝萧齐时代, 宝治史官布茂, 后世遂称为至公茂, 广用于禅林中。 有官布茂, 即至公茂, 之至, 据景德传登陆卷十七唐代书山光人传载, 头经长度为一尺五寸, 另据世事要揽卷下宋中偏头经条载, 布茂全长五尺三寸, 前面长二尺八寸, 背后长二尺五寸。 日本诸宗兼普遍使用制公茂, 又称搭驼茂, 但其制法略有出入, 如净土宗为圆筒形, 日连宗之脚茂自形状如山, 修验道用者头经等, 均系由至公茂变化而来。 此外, 并有水官, 官茂之一种, 主要为禅宗所用, 前额不有依, 水, 字之必者。 又称禅茂子, 巫茂子, 即天台, 真言, 净土等诸宗之朴茂, 禅宗之利茂, 密宗之燕尾茂等种类。 大比丘三千微仪卷上, 四分绿卷四十一, 赤修百丈清规卷一圣解条, 南石列传第六十六桃红景传, 禅陵象气肩幅章门, 参阅, 朴茂, 六千四百八十四, 批四千九百三十七。 香味, 即门香之护卫, 全称家门香味, 又称香区, 紫密叫曼图罗通门两侧护卫所居之处。 大日经义式眼密超卷六节是家门香味, 为家, 为池之意, 香, 为门东西两方之区处, 为乃户之意, 及门之左右设置护卫之处, 设此可防模式。 又为三众曼图罗之四方接设门, 但仅开西方一门, 其余各门则已经刚线断之, 其通门之南夹之相味至幽波训纳守门者, 北夹至训纳守门者, 第二院之南夹至南陀龙王, 北夹至拔南陀龙王, 尽忠一院之南夹至不可阅护门者, 北夹至相向守门者。 阿舍离, 只善无畏, 所传之徒仅设西方一门, 其余各方不设。 相味于通门之两家城突自行或雅自行, 各角至金刚诀。 即取相味之一方而言, 未突行, 设至六诀, 两方相合则为雅自行, 共计十二诀。 大日经书卷六中广说绝术, 门及相味之分量等。 也密超级据此等而会出三众漫图罗家门之位置, 如图, 图中之圆环表示金刚诀之位置。 在现图之胎藏界漫图罗中, 外金刚不约除东方外, 西、南、 北三方各设一门, 各至守门之护卫, 东方世家院及文书院各设一门, 于中央安置主尊。 燃锦化门之标志的鸟居门, 范托拉雷, 而不另做香味。 大日经书眼奥超卷十八, 曼图罗研究, 伟祥云, P4938。 测孔, 及辨索, 略称测, 又称轻, 易用未辟喻及污秽者之词。 灵记录, 大四七, 五零二下, 导流。 莫将佛位就尽, 我见犹如侧孔, 菩萨, 罗汉尽世家所妇人抵悟。 禅灵中又称为西境, 西续之侧, 东境, 东续之侧, 东思, 雪影, 后驾, 起直处。 关于侧之位置, 在印度之经社, 侧院通常设于森房之西方或南方。 巨叶书记原记卷二上所在, 印度多吹东风, 故森四支门皆向东方, 除, 侧则皆在西南, 而侧更位于除之后。 中国崇尚镇阳, 故四门多向南方, 除, 侧则设于东北方。 此外, 厕所与人方便, 去除购汇, 使人身心获得清静, 安稳, 故设侧能得无量福报与安乐, 若扫尽之, 亦能灭除罪垢。 增益阿含经卷石, 福田经, 世事要揽卷下, 批4938。 测神, 指乌书沙摩冥王, 范阿克摩。 乌书沙摩, 为火头金刚之名字, 意味不尽, 会击, 但有转会未尽之功能, 故计于测中, 后人引为测神。 参阅, 乌书沙摩冥王, 4180, 批4939。 测筹, 指于厕所中用以带指示分之小木, 竹片。 右座测筹, 测绝, 测壁, 测茧, 测茧子。 凡以经使用而污秽之筹, 称触筹, 未经使用而干净者, 称净筹。 筹, 一般长约8寸, 乘三角形, 粗如拇指, 或有涂漆者。 印度素皆用筹, 我国禅僧亦多席之, 而兼有用指者, 即称为策指。 据江南野路载, 礼后主曾轻卫沙门销作策茧子, 适之筛夹, 若有色质之感, 即在家修整。 皮尼姆金卷六, 大二四, 八三八中, 木, 竹, 尾座筹, 度量法, 即长者仪, 短折四指, 禅院清规卷七大小便利条, 万序一一一, 四五六上, 不得替拓狼疾, 努气作身, 策筹化地, 隔门必供人语孝。 摩赫森指律卷三十四, 禅陵象器监气雾门, 镇法眼葬卷七喜镜, 批四千九百三十九。 彭绍申, 一千七百四十, 一千七百九十六, 清代居士, 学者, 江苏常州, 无限, 人, 自允出, 浩池木, 又豪二林居士。 法名寄清。 出身士族家庭, 乾隆年终, 举进士, 燃辞观不久。 常读先儒之书, 通诵, 明理学, 善古文。 后习道士修炼之术, 三年而无成, 应读佛书, 二十九岁时转而信佛, 自好之归子。 日以礼诵未悟, 并悦大藏经, 受菩萨界, 素食尽行。 更从文学定功, 一千七百一十二, 一千七百八十八, 受净土之教, 闭关于苏州文心格, 晴修一行三昧。 是乐善好诗, 身平智力净土之红传, 转述红富。 其一成诀一论, 主张佛, 如一致, 华言念佛三昧论, 主张禅, 净融合, 净土三经心论, 发挥净土教义。 此外上有居士船, 善女人船, 净土圣贤路等。 晚敬净土宗昌盛, 得以超迈诸家, 适时有开启之功。 嘉庆元年正月适适, 适寿五十七。 居士船卷五十六, 净土圣贤陆续边卷二, 批四千九百三十九。 彭楚衡, 1908-1983, 湖南永兴人。 法名无德, 别号明币。 湖南传山大学文科毕业。 历任正中日报主笔, 中广公司编辑, 中国佛教会副秘书长, 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国文教授。 所着历代高森故事已印刑十七本, 多达一百五十万言。 批四千九百三十九。 妇人, 一千八百八十九, 一千九百七十三, 广东大仆人, 俗姓王。 早年往泰国经商。 年三十三, 投曼谷甘露寺里卢庆和尚出家。 后返国于宁波天同寺寿巨族戒, 并朝礼仆陀, 五台珠山。 长参学于五台, 高明, 长生, 金山, 娇山, 永泉等珠大丛林, 受教于戒臣, 惠明, 来果, 映光等珠师。 民国二十年, 一千九百三十一, 至福建永泉寺清静虚云老和尚。 二十一年, 奉虚云之命, 前往广东木画道梁。 后又赴曼谷木画, 得当地信众之拥戴, 见请僧王聘任为龙华寺主持, 十年间, 宗峰大振。 二十七年, 年五十, 回华南寺虚云和尚之法, 为曹洞宗四十八世。 后厂往来洪化于曼谷, 华南之间。 三十七年, 迁居香港, 创建法林禅院于大禹山, 每年军起建禅七道场。 五十五年, 任芙蓉山须云和尚纪念堂首任住持。 六十二年, 世纪于香港, 世寿八十五。 生前主弟子将其骨灰柔和唐面喂完, 不施水族。 香港佛教第159期, 批4939。 复古记, 请参阅华言五教章复古记。 复世, 指环俗。 一度落世而出家者, 在续法位俗人, 称为复世。 批4940。 复礼, 一幼称回礼, 还礼。 禅陵中, 受他山, 他四支礼请食, 相对而回其礼, 称为复礼。 经多指回信。 赤修百丈清规卷五游方参请条, 参阅,回礼, 2306, 二堂戴森。 经兆, 陕西, 人, 俗姓皇府。 身族年不祥。 年少出家, 助于大兴善寺。 曾随帝婆赫罗, 石叉南陀等一出经典。 高宗永龙二年, 六百八十一, 太子文学, 唐代管理经及之官吏, 全无二对佛教提出二十条质疑, 师就此赚助食门便或论以达之, 全无二岁折服, 而为其弟子。 令者有真望诵, 论真心与望心之关系, 并真请当代诸师做解答, 现存者有成观及宗密之答复。 据传师反对法藏所说假明菩萨之教义, 并上书奏请将法藏并出江南。 三唐代森 德行高洁, 望重当时, 曾奉斥参与贤首大师法藏之一场, 与法藏, 道成等共同翻译华言经入法借品。 其余世纪及生族年军不祥。 P4940 寻生观, 范语Keya, Elufian, 即四念处观中之身念处观。 修此观法时, 观察身体, 由头至足, 四地寻力, 观三十六物皆不洁净, 故称寻生观。 据大日经书卷三载, 修寻生观时, 见此身为三十六物所集成, 具有五种不敬, 充满恶禄, 故能不生贪爱。 三十六物指法, 毛, 齿, 肋, 皮, 血, 肉, 五脏, 痰等。 五种不敬即止种子, 住处, 字体, 外乡, 酒境等。 慧愿因一卷二, 参阅, 四念柱, 一千七百零八, P4940。 慧山寺, 位于江苏无锡西郊慧山第一封之白十五。 原为南朝宋代司徒长使战茂之别墅, 名利山草堂。 景平元年, 四百二十三, 为僧寮, 及化山经社。 梁大同, 五百三十五, 五百四十五, 年间改建位法云禅院, 其后旅有费心, 清代附加修器, 并改经名。 四中有权, 水至甘美, 唐人陆宇称此权位天下第二权, 故又称陆权, 时必上气经游客有缘照梦跳所书, 天下第二权, 五字。 山门南北有唐宋时代所建之金状, 北魏唐甘福三年, 八百七十六, 李端福所造之陀罗尼金状, 南魏北宋西宁三年, 一千零七十, 所造之普利苑大白散盖神咒状, 二者形式大小大致相同。 高五点三三公尺, 分顶, 身, 座三部分, 顶部有葫芦宝顶, 飞檐, 雕作佛石, 仰帘等八层, 状身刻有经文并序, 状作有仰帘, 作佛, 云文, 石房等六层, 凡石五层, 全有垒叶之方式铸成, 雕刻华丽, 造型优美。 批四千九百四十, 会修, 南朝刘宋森, 原名汤修, 石人称为修上人, 颇佛文才, 所作诗文词早华丽, 与道照经, 现存诗十余首, 散建于义文类句, 初学记, 玉台兴勇等书, 批四千五百四十一, 慧光, 一千八百八十八, 一千九百六十七, 湖南湘台, 俗姓礼, 法名圣儒, 别号附定, 十一岁于湖南长沙铁卢四一庙华和尚出家, 十三岁喜禅, 十九岁于湖南开福寺寿巨族解, 先后于长沙开福, 慧武昌、武院, 北平中华, 七塔报恩, 观宗等佛学院求学十四年, 于贤, 台, 信, 相, 绿, 静, 密, 禅等各宗皆有甚身体悟, 并四度眼观月葬, 这有宗门讲录, 禅学指南, 禅学问答, 释迦印化史基等, 民国四十七年, 一千九百五十八, 自港来台, 于基隆大爵寺主持佛经讲座, 五十一年应平东东山寺之礼聘, 开奖金刚经, 四重建铁卢经舍, 流师常驻, 为九阴法化日圣, 经舍不夫使用, 乃愁木建寺, 五十六年诗世纪, 弟子佛禅法师继续新建铁卢寺, 并先后成立护法会, 青年会, 念佛会, 佛书赠送处, 密宗休息班等, P4941, 惠古龙界, 1902-1979, 日本佛教学者, 文学博士, 京都人, 为净土宗称名院住持, 毕业于比瑞山专修院, 曾任京都佛教大学校长, 我国留学京都之学僧, 颇多出于其门, 这有新净土宗词典, P4941, 惠明, 573-649, 唐代森, 何东人, 自玄俗, 九岁学佛, 修习法华教义, 十五岁从心罗森玄光学成论, 十七岁即于海盐之光心四开讲法华经, 听众云集, 受巨族戒后, 从竹园至律师学石颂律, 并旁设诸部, 后居吴之通玄寺, 十七年间足不出院, 勤修道业, 唐时, 隐居海渝山二十余年, 从学问道者打百余人, 于贞观二十三年八月世纪, 世寿七十七, 传有石颂司纪十三卷, 道俗菩萨界一书四卷等, 旭高僧传卷二十二, 六学僧传卷十九, 批四千九百四十一, 慧果, 七百四十六, 八百零五, 唐代森, 经兆府招应县, 陕西, 人, 俗姓马, 世称青龙阿舌黎, 魏密教父法第七祖, 同年入道, 初从谭真言习诸经, 年十七随谭真入内道场, 于众中超迈特出, 岁魏不空三藏赏识, 竟传其三密法药, 二十岁正式出家受巨族解, 附从善无畏弟子玄超受胎藏及苏西的诸法, 从不空受金刚戒密法, 并融会二者, 建立, 金胎不二, 思想, 此后常映照入内道场为戴宗, 公主等修法, 并继不空法席, 为青龙寺东塔院灌顶国师, 故又称青龙和尚, 历任戴宗、德宗、顺宗三朝国师, 备受崇敬, 师伯通写密内外群经, 启迪后境不遗余力, 四方从学之众常多达数千人, 各国入唐求法者多从师受密宗教义, 曾受法语日森空海, 新罗森会日, 物贞等, 而将此宗传入日本, 新罗, 永真元年世纪, 世寿六十, 空海凤赤传奇碑文, 这有十八气印, 阿蛇黎大曼图罗贯顶仪轨, 大日如来剑印, 金刚戒, 金刚名号等各一卷, 其中, 十八气印所说为密教修法之根本形式, 为密教重要著作之一, 此外, 日本真言宗所谓真言八族中, 师为唐吐最后之祖师, 故在密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又空海所传之两部曼图罗及其他修法之秘密道具等, 皆为师寿意, 令礼真, 杨忠信等所作者, 大唐青龙四三朝供奉大德形状, 慧果和尚形状, 佛祖统计卷二十九, 卷四十一, 弘法大师玉传卷上, 真言传卷一, 批四千九百四十一, 慧韵, 八百, 八百七十一, 日本真言宗僧, 京都人, 俗姓安潭, 通称安祥四僧都, 未入唐留学八家之一, 从日本东寺之时会寿冠顶, 唐文宗开成三年, 八百三十八, 一说五宗会昌二年, 来唐, 于青龙四受一针之两部秘印, 十年, 或说六年, 后归国, 协回真言经轨二百二十卷, 驻安祥四, 后补东大四别当一职, 清和天皇征观十三年, 八百七十一, 一说十一年, 世纪, 世寿七十二, 著作有菩提心界一一卷, 金刚界药记一卷等, P4942, 慧坛二流, 为日本天台宗中心之组良缘门下之两个流派, 即, 原性所创之慧心流与绝运所创之谈那流, 二派之分流, 系对良缘所出之议论题, 论点与学风各议而至, 且随其门流之兴起, 而各有特异之口传法门出现, 谈那流系及取罪臣臣自行闷之天台教乡, 慧心流则及取罪臣臣自盗碎之系统, 即主张融合天台, 密教, 禅一智之说, 而以观心为宗旨。 其他见解之冲突亦多, 以中旬, 原性之第四代, 知数作为导因, 招致两派论意之对抗。 其中会心流于关东一代另有发展, 致敬世人称兴盛, 其文献意的保存, 谈那流则受知田信长烧沙比瑞山一世之影响而一度绝迹。 其后会心流分出申流, 申流又分出行犬房流, 土域门流, 宝地房流等, 即分四流, 谈那流一陆续分出会光房流, 皮沙门堂流, 竹林房流, 朱雄流等四流。 P4942 慧琼 1600日本灵纪宗森 安逸广岛人 通称安国寺慧琼 参禅于东福寺, 兼助安逸安国寺 富姬至宇变财, 为毛利辉元所积赏。 本能寺之变后, 任高松臣之和义史, 颇得丰臣秀吉信任。 魏九, 再度新建安国寺, 东福寺。 庆长五年, 于官员之义中, 英族之西军, 兵败被斩。 适寻不详。 适寿不详。 慧琼和尚传, 东福寺旧计, 退根列祖略传, P4943。 或, 迷而不解之意。 为烦恼之别名或总称。 即止身心脑乱之状态, 或总称妨碍一切觉悟的心之作用。 成为十论卷八载, 大三一, 四三中, 生死相续, 游或, 业, 苦, 发业润身, 烦恼迷惑, 盖众身迷惑于事理, 发有漏之业, 润当来之, 有, 而为生死相续, 辗转不已之因者, 称之为惑, 即特止因不知佛教教理与信仰, 以致迷惑于认识之对象而言。 与, 无明, 等意相近, 亦可称为渔或, 又因烦恼与液相结合, 未轮回果报之总因, 故, 或, 液, 往往并称。 十二元其中, 无明为发业之或, 称为等其因, 爱, 取二者为润身之或, 称为身其因。 又由修行阶段之差异, 或有见或, 修或二种, 其迷于苦, 即, 灭, 到四地之理者, 称为见或, 或称迷离之或, 迷于一切之事理者, 称为修或, 又称迷世之或。 时随眠中, 贪, 甜, 吃, 慢, 以五种为修或, 身见, 边见, 斜见, 剑取见, 借近取见五种则属见或, 其中贪, 甜, 慢三种为愿各别之事而生, 不能变形三世诸事, 故称为自相或, 五见, 仪, 无明等七种, 则愿多世而生, 能变负三世诸事, 故称为共相或。 又圣瞒经一成章将或分别为见一处驻地, 欲爱驻地, 色爱驻地, 有爱驻地, 无明驻的等五种, 即见或为见一处驻地, 修或则分欲爱驻地, 色爱驻地, 有爱驻地三种, 并别利无明为无明驻的, 而以无明驻的知力最大。 无上衣经卷上菩提品位, 无明驻的为生源之或, 无明驻的所生诸行为生因之或, 是亦将或分为发业, 论生二种。 此外, 天台宗立三或, 为障碍空里之界内, 止欲界, 色界, 无色界三界, 烦恼称为见私或, 障碍出甲利生之界内外, 横杀之习气称为成杀或, 迷于中道第一异地理之界外, 或称为无明或, 即对圣满经所说之五柱的, 以前四柱的总称为见私或, 第五柱的称为无明或, 又别利习气为成杀或。 一般均以, 或, 与, 烦恼, 未同意, 而, 或, 有不解, 暗昧之意, 故意可谓无明之以明。 大皮婆沙论卷五十五, 巨舍论卷九, 卷二十, 卷二十一, 成为石论卷六, 顺正理论卷五十三, 大乘一张卷五本, 圣满宝窟卷中末, 磨合纸冠卷四上, 参阅, 烦恼, 五千五百一十五, 批四千九百四十三。 或染, 或, 止烦恼, 即未迷于贪欲, 甜慧, 于吃等烦恼而染污真性。 天台至以之为魔经略书卷一, 大三八五六四中, 故之虽惧或染, 愿力持新义的居业, 批四千九百四十四。 货业五, 即货, 苦丹道, 用以显示为货业所缠附, 迷, 之因果关系, 即一贪, 甜, 吃等货而造作善恶之业, 富有此业为婴儿招三戒之生死苦果, 称为货业。 六, 道, 未能通之意, 歇三者由货企业, 因业感苦, 与苦腹起货, 辗转相通, 生死不断, 故称为三道。 成为十论卷八, 批四千九百四十四。 或者, 急于心贪爱, 迷惑于所被知境, 执着而不离之意。 磨合纸观卷七上, 大四六, 九三上, 若圆女色, 单免在怀, 或者不离, 当用不尽观位置, 批四千九百四十四。 或去, 或, 未迷之意, 去, 未理去之意, 未迷于理。 中观论序, 大三灵, 以上, 使或去之徒, 望玄止而一变, 批四千九百四十四。 二, 以范与琵琶, 八粒与同, 为三性之一。 相对于, 善, 无忌, 与, 不善, 范阿库阿拉, 巴阿库索阿, 同意。 即能招感苦果或可厌悔之不善法, 即恶思之所作。 其性质包括为礼背法, 为损自他, 与贪甜等烦恼相应, 能障害甚道等。 据舍论卷十六, 大二九, 八四中, 由此能敢非爱果故, 是聪慧者所喝厌故, 此行及恶, 故名恶行。 即表辞意。 善, 八批于为, 即所有善界之善行。 反之, 恶, 则为破坏人伦秩序之一切品格, 心意与行为。 据经级, 八三特尼普提阿, 四零七级所在, 世尊之出家, 即为远离由身所造之恶业, 舍弃由口所造之恶行, 而过清净之生活, 故恶业, 恶行时与人类生活有密切关系。 除身, 口所造之恶行外, 后世更增加意识所造之恶业, 而有, 生三, 口四, 义三, 等十种恶业, 经光明最圣王金梦见经骨忏悔品极位, 大一六, 四一二中, 生三与四种, 义业负有三, 细负诸有情, 无始恒相续, 由思三种形, 造作十恶业。 十恶业即止杀身, 偷盗, 邪淫, 妄语, 两舌, 恶口, 起欲, 贪欲, 填慧, 邪剑, 长语害母, 害父, 害阿罗汉, 破僧, 恶心出佛生血等五逆罪病题。 无量寿经之陈书年代早于金光明经, 故谨说杀, 道, 邪淫, 妄语, 饮酒等五恶, 此即五戒之由来。 盖佛教关于恶业之说法, 由来已久, 称此等破坏人伦秩序之行为为恶业, 系原始佛教乃至大臣佛教之一贯思想。 菩萨因落本叶经卷下, 大皮婆沙论卷一一二, 巨舍论卷十四, 卷十六, 法界次第出门卷上, 大臣一张卷七, 参阅, 不善, 九百九十四, 善, 四千八百七十三, 二西坛字, A, 右座科, 呃, A, 或称涅槃点, 为西坛十二摩多之一, 五十字门之一。 在阿字五转中, 为第四转, 即于五转之阿字旁加涅槃点者。 大日经书卷十四, 大三九, 七二四上, 若阿字棒加二点, 即是菩提心病除一切障的涅槃也, 依善无畏, 六百三十七, 七百三十五, 所说东应发心之意, 阿字五转配于五佛中, 此字相当于北方之世家如来。 此字为除盖障菩萨之种子, 大日经书卷十四之, 为此字有祥福, 除浅之意。 另据方广大庄严经卷四载, 此字有灭眉, 范阿斯塔, 根蒙娜, 眉灭静, 远离等意。 北本大班涅盘经卷八, 大日经卷五部字品, 文书师立问经卷上字母品, 瑜伽金刚顶经是字母品, 李去世卷上, 大日经书卷二十, 西潭藏卷五, 卷六, 参阅, 阿字五转, 三千六百一十三, 批四千九百四十四。 恶人, 即不善之人。 指身, 口, 一行恶之人, 由指否认佛教正理而不信受者而言。 法华经卷一方便品味, 未来是知恶人, 虽闻佛说一臣之法, 但迷惑而不信受, 破法堕于恶道。 善导于观念法门一书中举出五种恶性之人, 即, 一, 磅真行为, 二, 磅正行邪, 三, 磅是行非, 四, 磅时行虚, 五, 磅善行。 又犯网经卷下, 菩萨界一书卷下等, 对恶人严加指斥, 为不受菩萨界者, 皆是恶人, 名为畜生, 如无心之墓时。 日本净土教对于此等恶人有救济之说, 如净土真宗特称恶人为, 恶人正姬, 主张恶人为正所备之根基, 以为恶人即是阿弥陀佛所设化之对象。 无量寿经卷下, 泛网经菩萨界本书卷六, P4945。 恶人正姬, 为日本净土真宗开祖清卵所提倡之思想, 系显现阿弥陀佛无限慈悲之用语。 清卵曾于叹义超中卫, 阿弥陀佛之本义为度人往生, 无论善类, 恶类皆当救度, 由以恶人, 更当救度之, 使其往生, 此称恶人正姬。 盖净土真宗对违犯十恶无逆罪者之往生, 提出慈悲, 智慧二门之说法, 为于智慧门中, 弥陀建造是非善恶, 皆引善机而圣界恶行, 恶性, 然于慈悲门中, 则以恶人为德蒙救度之主要对机。 此乃清卵所畅念佛之真碎。 P4945 恶叉具, 恶叉, 范语AKA, 又作乌鲁纳罗叉, 范RodderKA, 亦亦为盐灌珠, 金刚子。 庶名, 亦为果实名。 学名Eleocarpus gonitrus。 其果实皆三粒同一地, 且落地后多聚集于一处, 故称恶差距, 用以辟域或, 叶, 苦三者间之互相关联。 此外, 经论中多影之辟域多数或众多之矣。 瑜伽诗的论卷96, 大三零, 八四六下, 譬如世间大恶差距, 与此剧中有多品类, 成为十论卷二, 大三一, 八上, 一切有情无史实来有种种界, 如恶差距, 法尔而有, 恶差距之果实成紫色, 印度人多取以染物或榨油, 其果何可作念诸之用。 大佛顶首人言经卷一于加诗的论卷五十一, 卷五十六, 于加论记卷十三, 成为十论数记卷二末, 成为十论眼密卷二末, 玄印音译卷二十二, 惠灵音译卷三十五, 翻译明译集卷三, 批4945。 恶口为十恶之一, 心意粗恶语, 即口出粗恶语悔资他人, 据大臣一张卷七载, 言词粗鄙, 故是为恶, 其恶从口而生, 故称之为恶口, 法界次帝出门卷上, 大四六, 六六九下, 恶言加比, 令他受恶, 名为恶口, 令据法华经卷六常不清菩萨品载, 若恶口骂力诽谤, 其人将获大罪报。 无量寿经卷下, 据舍论卷十六, 批4946。 恶事, 极着恶之事。 此时烦恼, 邪见赤圣, 且人受短促, 苦多而乐少。 据法华经卷义方便品载, 恶事中有杰拙, 见拙, 烦恼拙, 众生拙, 命拙等五拙, 其实众生够重, 成就诸不善根, 故诸佛以方便利应基释交, 于义佛成分别说三圣之法。 阿弥陀经, 大一二, 三四八上, 释迦牟尼佛能为圣南西有之事, 能于梭婆国土, 五拙恶事, 结拙, 见拙, 烦恼拙, 众生拙, 命拙中, 的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盖正法时代, 众生烦恼宝少, 人人自行识善, 且其寿命长达数万岁, 反之, 末法时代, 恶世界, 恶众生, 恶剑, 恶烦恼, 恶邪, 无性赤圣之时, 特称之为恶事或恶时。 安乐即卷上, 观经疏散善意, 批4946。 恶因恶果, 恶因恶果之并称, 只可招致恶果之根源及恶行所生之苦果。 为, 善因善果, 之对称。 据菩萨因若本业经卷下佛母品载, 善恶所受之果报截然不同, 一切善感受佛果, 无名则受有未生灭之果, 故善果从善因而生, 恶果从恶因而生。 恶因恶果与善因善果二者, 其因与果之关系为同类因, 等流果。 佛典中解说善因善果, 恶因恶果则甚多, 如大庄言论经卷15皆是89种誓言, 分别善恶报应经, 法院诸林卷69, 卷70之受报偏译广说善恶之夜报。 善行成因而生善果, 恶行成因而生恶果, 生性此种因果道理, 未入于佛法之必要条件。 参阅, 等流果, 5172, P4946。 恶行, 及不良之行为, 又为烦恼之以名。 佛教对于一切不善之身, 与, 一夜等, 依次称为身, 与, 一恶行。 于一切恶行之中, 以破森罪为罪重。 据舍论卷16, 十的论意记卷四本, 参阅, 2, 4944, P4947。 恶作, 以犯语, Coptia。 心锁, 心之附属作用, 之一。 与, 悔, 同意。 为说一切有不所利, 七十五法之一, 属不定的法, 又为法相宗似不定之一。 恶, 即厌恶, 作, 即所作。 即厌恶所作, 于作恶事后追悔之心。 据舍论卷四对恶作一名提出三种解释, 其一为原恶所作之事而追悔, 称为恶作, 即于能愿之追悔上吏所愿尽之名, 其二为追悔系以恶作为所依而生, 故在能依之追悔上吏所依之名, 其三为追悔为恶作之果, 故在果之追悔上吏应之名。 此三解中, 恶作之, 恶, 皆独入身, 其一皆为追悔所作之恶。 但恶作之性并非必为不善, 不论善或不善, 凡属不合情理之所作, 皆称为恶作。 幼大皮婆沙论卷三十七举出四具恶作, 即, 一, 追悔以作之恶业, 二, 追悔以作之善业, 三, 追悔以作善业之未满, 四, 追悔以作恶业之未满。 此四具系由以作之业而说, 公布。 二,